在繁华热闹的高家村里,找一个小人,当真是找破头。 李道玄找呀找,找呀找,好了好半天,终于找到了。 高一叶这小妮子,居然在村口调皮。 高家村口,连接着郑家村的那条水泥路旁边,坐着一个高大威武的人影,那是高初五。 这家伙就像一颗望夫石,眺望着东方高一叶捏手捏脚地走到了高初五背后,在他耳朵极静的地方,哇的一声大叫。 高初五,哎呀,一声惊叫,向着旁边摔了下去,水泥路旁边就是一条大约几十厘米深的排水沟,天尊降雨的时候,水就会从水泥路上溢出来,通过这些排水沟排走。 高初五咕噜咕噜滚进了沟里,滚了一身泥。 他从沟里坐起来,灰头土脸地叫道,谁,谁吓我?高一叶嘻嘻直笑,初五哥,是我,高初五,哎呀,是一叶啊,你都十八岁了还这么调皮。 高一叶笑,初五哥,你在这里等星解架?高初五点了点头,是啊。 红狼说,借着先传试行的机会,回老家去看看,顺便运些粮食过去,等他这一趟跑完回来,就和我澄清。 红狼,这称呼好亲热啊,以前不是都叫他行姑娘的吗?高一叶笑道,现在升级成红狼罗。 高初五咧开大嘴,叫自家媳妇,当然得亲热点。 高一叶笑,你就这么急着,取星解架? 手在这条路上看,一直看,都要看成石头了。 高初五,这患谁不急啊?高一叶笑,大牛哥就肯定不会急。 高初五切了一声道,大牛那个笨蛋,就只知道吃。 谁在说我是笨蛋? 不远处的山坡上,居然冒出正大牛的身影来,一个箭步就窜到了高初五面前。 啊,我就知道是你这小子。 你这个只知道女人的家伙,哪知道吃得美妙。 他话音刚落,远处响起了噪音的声音,大牛,大牛,走起,我请你吃乳兔子。 哇,正大牛大喜,真的,你请客吗? 噪音笑,当然是我请客知道,你身上没钱。 正大牛,我来了,他一溜烟跑了过去,噪音像个男人似的,一把勾住了正大牛的肩膀,满不在乎地拉扯着他。 两人肩并肩,急急攘扇的,顷刻间就走得远了。 高一夜贪手,初五个,你学学人家大牛哥,他都不主动追求女人,女人却拿着好吃的东西哄着他,比你高明多了。 高初五,这正能一样吗?噪音长得像个爷们,没有男人喜欢他,就只能倒追男人。 但我家红狼,那可是天下一等一的美女。 噗,高一夜差点喷血。 噗,李道玄也差点喷血。 正在这时候,一辆公交太阳车驶了过来,车上装得满满的,一个长得很像爷们的女人。 从车窗探出头来,对着高初五挥手。 初五,我回来了。 高初五大喜,红狼回来了,公交太阳车停在了高家村站。 行红狼刷的一下跳下车来,后面42个部下,依次下车,但他们一下车就躲得远远的,根本不靠近自家老大。 行红狼笑嘻嘻地走向高初五。 高初五笑嘻嘻地迎上去。 两人中间间隔一米的时候,高初五突然向前伸出双手,红狼,行红狼也向前伸出双手。 初五,两人保持着这个诡异的动作。 大约一秒之后,同时向前一步,然后碰得一声拥抱在了一起。 高一叶,私盐贩子们,公交车司机,李道玄。 啊啊,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发明出这一招的,辣不辣眼睛啊。 高一叶听到他说话,这才抬起头,啊,天尊来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李道玄。 我来错了,看到了辣眼睛的画面,我得去洗洗眼。 高一叶冷汗直流。 我也没想到,他们已经这样了。 高初五和行红狼两人拥抱了大约一分钟,才缓缓地分开。 执着手,笑得一脸幸福的模样。 高初五,红狼,你这一次回老家,情况如何了? 行红狼脸上的笑意,这才淡了下去。 黑着脸道,很不妙。 我要去找三十二和圣女大人聊聊,高一叶乱入,要找我聊啥? 行红狼大汉。 咦?圣女大人在? 高一叶尴尬地笑了笑。 是的,我在,抱歉,我在,你们继续,不用管我。 啊啊啊,行红狼刷的一下甩开了高初五的手,慌张地解释道, 不是的,刚才不是的,刚才高初五向我抱过来,我拼命地闪避, 但他动作太快了,我没有闪开,被他用蛮力抱住, 我挣扎了一分钟才挣脱。 他又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开,我拼命反抗,好不容易才甩开。 是的,确实是这样。 高一叶道,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天尊在天上也看到了。 行红狼,天尊也在,李道玄晃了晃身子,天上的矮云也跟着他左右晃了晃。 行红狼,啊,完了,我完了,这么丢人的事,被天尊看到了,我还是去死吧。 李道玄啼笑皆非,脸皮这么薄,就不要在公共场所和高初五搂搂抱抱的呀。 行红狼,我得去见三管事,和他说说山西的事情,然后请求一批良恩。 李道玄开口道,这件事很重要,速速解决,不过,他语气一顿,这件事虽然很重要, 却也没有你的,婚姻大事重要,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如何能让整个山西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反正铁鸟非要卖完你那石车粮食,再回码头,中间有数日时间,趁着这个时间,你们还是先成亲吧。 高初五大喜,连天尊都开口了,红狼,咱们快成亲吧,成亲之后,你就不用害羞了。 行红狼的脸,刷得一下红的流血,谁害羞了,我才没有害羞,才不要和你成亲呢,你这个强强名女的坏蛋。 高初五嘿嘿,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就真强了。 哈,明天正式成亲,有空的兄弟都来管理。 他一把扛起行红狼就向着高家宝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大喊,大家注意了,我抢了个媳妇回家,哈哈高家村轰的一声,瞬间欢腾了起来。 高初五和行红狼要成亲了。 这个消息像一阵风,瞬间刮遍了整个高家村。 高初五的职位虽然不高,只是个智弹营的营长,但他是高家村原生42小人之一,高家村发展壮大的每一个脚步都有高初五的影子。 请三十二,修城门,打无上名王,建道玄天尊栋,打仲光道郑彦夫,开公交太阳车,发展农业,建设民团,他立下的公联署都数不清楚。 他得到的赏赐,也多得数都数不清。 而且他和郑大牛不一样,郑大牛得到赏赐就吃了,一点也没留下。 高初五却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都交给父母帮他存起来,留着娶媳妇用。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现在就是他娶媳妇的时候,该把所有赏赐都拿出来了。 郑氏成亲的前一天,就得开始准备,酒席直接摆了五百桌,光是被请来做饭的女人,就有两百个。 大伙一起动手,准备第二天的伙食和各种彩带,红纸,布置婚房什么的,忙得叫个昏天黑地。 高家竹宝整个通宵都在闹腾,根本停不下来。 第二天急时,高初五就率领着伴郑大牛,趴地兔,郑狗子等名团老兄弟,出发去迎亲了。 迎亲当然要有车,头车就由新郎和伴郎两人亲自驾驶。 太阳车一号,最古老的一号车,高初五和郎大牛也是太阳车最古老的两名驾驶员。 这辆车一开出来,不少老村民就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回想起昔日岁月,心中不慎感慨。 老村长指着车子探道,当初天尊赐下这辆车子的时候,咱们高家村还只有那么一点点大,一点点大呢,去郑家村的水泥路都还没修好。 两个笨蛋第一次驾驶这辆车就差点撞到了五彩监狱的墙壁。 刻意从黄龙山监狱赶回来关里的肿高粮咧开嘴笑。 当时我还在监狱里劳改呢,哈哈哈哈,看到高初五和郑大牛开车撞过来,我好慌。 现在,我天天给那七千多劳改犯讲我当年的故事,告诉他们好好表现,争取减刑,出来和我一样过上好日子。 老村长笑,那七千多劳改犯现在如何了? 崇高粮,他们听一丈亲转述了天尊的话之后,总算是明白自家男人为什么会死,那是因为做了坏事被天遣了,那就没什么可仇恨的东西了,总不能和老天爷叫板吧。 他们也懂得了自己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那是因为分享了坏人抢劫得来的东西,算是从犯。 所以才会有此一劫,这是老天给他们的考验,他们现在乖乖地服从老天爷的安排呢。 老村长笑,那挺好,那挺好。 这时候,太阳号一号发动起来了,两个笨蛋意气风发,迎亲去了。 遮阳帘只拉开了一点点,让婚车缓缓前进,因为迎亲距离实在是太近了,行红狼的塑料大宅子就在高家商圈旁边,很近。 车子若是开太快,刚启动就到地方了,气氛燃不起来。 但就算缓缓开,迎亲队伍还是很快就到了行红狼的家门前。 大门是紧闭着的,高出五敲了敲门。 门后响起了噪音的声音,没有红包开不了门。 南方迎亲队倒抽了一口凉皮,不好了,造团练在守门,今天这门只怕不好开。 啪蒂兔大声叫道,哇,造团练,你怎么跑来守女方的门来了? 门后传来噪音的大笑,老娘今天是伴娘。 想开了这门,得把我骑兵营的几百个兄弟,全都发个红包。 啪蒂兔,哇,你们抢钱啊,发不了发不了,看来我们得硬闯了。 来啊,来硬闯啊。 噪音大笑,看看我们骑兵营怕不怕你们。 啪蒂兔大呼道,兄弟们,操刀子,他一句话还没吼完呢。 旁边挥过来一个大拳头,碰的一声,将啪蒂兔揍翻在地。 蒙着面对程旭冒了出来,操个屁的刀子,你真要和骑兵营干嘛,蠢货,这种地方,须得智取。 噪音大笑,智取,我噪音可没那么容易中解,看不到红包,这门是绝对不会开的。 程旭,这话可是你说的,来人啊,把正大牛捆成粽子,扔到村子里养鸭子的池子里去泡着,噪音什么时候开门了,就什么时候把正大牛捞起来。 碰,门从里面开了,噪音刷的一下跳出来,护在了正牛面前,大声道,你们别欺负老实人。 程旭大笑,门开了,民团,冲啊,啪蒂兔一马当先,冲向了大宅子,太兴奋没注意脚下,绊到了门槛,扑通一声摔了,后面的智弹银一涌而上,好多个大脚丫子在他身上踩过,直到人全跑过去了, 才见到正狗子蹲下来,捅了捅趴在地上的趴地兔,兔爷,还活着吗?趴地兔刷的一下跳了起来,哈哈大笑,本兔爷叫什么?趴地兔,刚才趴地上的动作,乃是我平生绝学,名叫趴地,在我施展这一招绝学的时候,怎么可能被踩死? 正狗子默默地举起了拳头,对付这兔子,果然得用揍的。 两人在门口闹,但别的人已经杀进了行红狼的闺房了,虽然这房间有个闺子,但其实和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房间没啥区别,里面看不到半点女工一类的东西,墙上居然挂着刀剑。 行红狼本来正脸红红地坐着等呢,突然见男方亲友团涌入,高初五嘻嘻直笑,红狼,我来娶你来了。 行红狼一看来了这么多人,顿时就慌了,我猜不嫁。 高初五知道,自家媳妇又在害羞了,行红狼在别的方面落落大方,但在男女之势上比小女人还要扭捏,这种时候就得更加主动才行。 他挽起袖子,那这媳妇,我得抢了。 行红狼刷的一下,拉开了进红拳的起手势,来啊。 高初五也摆开了关中红拳的起手势,来就来。 两人一个穿着新娘的大红袍,一个穿着新郎官的状元服,居然就这样干起架来,吓得亲友团全都来了个贴墙战力。 不过,这场战斗开始得快,结束也快,才一招,行红狼就被高初五制服,扛在了肩上,走了,抢亲结束,回去了,亲友们,切,行大当家的,又放水了。 李道玄也笑了,哈哈,这放水放得好过分啊。 高初五一招打败了行红狼,扛着他跑了出来,南方亲友们拥护着他,向外急奔。 趴迪兔在大门口刚刚爬起来站稳,装逼的话才说了一句,高初五就像个火车头似的冲了过来。 在高家村里,正面对撞能撞的银高初五的人,一个都没有,就算是郑大牛也只能撞个平手呢。 趴迪兔何德何能,惊得起高初五一撞,碰的一声,兔爷又趴下了。 于是,一大群人又从他身上踩了过去,轰隆隆地冲向了太阳车。 高初五把行红狼往车上一放,立即笑嘻嘻地招呼,大牛,来开车了。 郑大牛赶紧跳上车,噪音这伴娘也跟着跳了上去,明明是个伴娘,不知道为啥一直伴在伴郎身边,这究竟是伴错了人还是伴对人了? 太阳车向着主宝去了。 郑狗子又蹲了下来,捅了捅地上的趴地兔,还活着吗?趴地兔刷的一下跳了起来,快快快,跟上主队。 不然开席的时候,我们没有好位置了。 郑狗子,我操,担心你受伤的,我显得像个傻逼。 两人撒腿跑,跟上了太阳车,一大群人闹哄哄回到主宝前,五百桌太多了,所以并不是摆在宝里的,而是摆在了主宝前面的空地上,所有高家村居民都可以随时来凑热闹。 特意从河阳县赶回来的点灯子赵胜,正在交大伙说吉祥话,来一个人,他就交一句话,那人听完,跑到高出五面前,大声道,锣鼓喧天叫临门,五色彩棚接新人。 赵胜又交下一个,那人听完,又跑到高出五面前,大声道,揭开叫连喜连连,双手掺出玉天仙。 说完,两人都感觉哪里不对,扭过头去看着赵胜。 赵先生,新娘没坐轿啊,是坐着车来的。 赵胜,主宝台上从智川码头赶回来的白渊是今天的主婚人,这是他强烈要求拼命争取来的位置,因为婚礼也是礼,君子六亿中礼这一役,他可是很重视的。 看到一对新人被推了上来,白渊一脸庄严,一拜天地,平时大伙要拜天地也就随便向征信的白白了,但在高家村,拜天这一个步骤,那可不能马虎了,大伙抬头向天空中一看,天尊的矮云正飘在那里呢。 两个新人端端正正,给天尊行大礼。 李道玄先言大悦,笑道,大家都有礼物相赠,那我也给你们送一份礼吧,一会儿让大家分了吃。 他一伸手,金手的大手上托着一个六寸的蛋糕,缓缓地摆了下来,蛋糕上还用奶油喷了一行字,祝高初五和行红狼白头偕老。 这可是他一大早订的X组蛋糕,专门嘱咐店员写的字。 六寸蛋糕,直径是15厘米,对于小人们来说就是直径30米的超巨大蛋饼,上面覆盖的五彩奶油,那更是他们见都没见过的好东西,一群人顿时看得呆了。 不愧是高初五啊,成个青,天尊居然给了水脸。 天尊是有多偏爱高初五啊? 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被你偏爱,就像是自卑的丑八怪在角落期待。 郑大牛的鼻子动了动,一闻就知道是好东西糟糕了,好想吃。 别动手啊,白月用眼神警告着他,婚礼还没结束,没喊开吃之前,谁也不能动嘴。 否则就是乱了礼法,礼这一字,休想给我化掉。 郑大牛不敢动,但噪音却趁着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时候,偷偷溜到了大蛋糕边,被转过身子,反手在蛋糕上薅下一把奶油, 再偷偷溜到郑大牛身边,来,给你吃。 郑大牛大喜,三两口就把奶油吃光,太好吃了。 哎呀,你手上还有,不要浪费。 他一把抓过噪音的手,舔,噪音心中暗喜,抓住了男人的胃,就抓住了男人的心。 舔我手了,这是多亲密的动作啊,我和他距离成亲,也不远了吧。 他压低声道,大牛,你看,如果是天尊看中的人成亲,天尊就会再赐下这个天界蛋饼。 你如果还想多吃点,是不是也,正大牛头顶上灯泡一亮,我懂了,我们去让老村长,高喇叭,高三娘,高三娃,都成一次亲吧。 噪音,噗,两人在这边偷偷吃蛋糕舔手手呢。 另一边,天地高堂都拜完了,白鸳大声道,夫妻对拜,高初五和行红狼转过头来,对拜,一般夫妻对拜都挺和谐。 但这一对夫妻,两个人都牛高马大,比普通人高了不止一头,他们这一拜下去,碰得一声头顶住了头。 两人一起向后翻爹,众人哄堂大笑,哈哈,场面瞬间崩坏。 白鸳的脸都黑了,都最后一步了,你们非要把我的理字化掉吗? 要守护君子之道,真是何等艰难啊。 白鸳长叹转身,一袭白衣飘飘,随着他转身的动作而旋转。 留给大家的是一个帅得不要不要的背影,虽然君子知道未能守护成功,但装逼之道,他依旧守得妥妥的。 高初五爬起身来,红狼,我们理成了,现在是正式夫妻了,你不用再害羞了。 行红狼向前伸出了双手,初五,高初五也向前伸出了双手,红狼,两人碰的一声,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理成了,开始吃。 五百桌一起开吃,场面何其壮观。 一群对甜食更感兴趣的小人,围到了大蛋糕边,直径十丈的大蛋糕,看得他们一阵迷糊,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下嘴。 李道玄心想,这一份蛋糕,在我的世界,最少也要四五个人才能吃完。 高家村的所有人都敞开了肚皮吃,也只能吃很小一块,全部摆在这里,倒是挺浪费的。 干脆,我也给别的地方的人分一分,让所有人都一起乐乐吧。 他刷地拿出一把刀,伸进箱子,当着小人们的面咔嚓咔嚓几刀切下去,将蛋糕切成好几块。 给高家村留下最大的一块,然后拿起其他几块,切试脚,城城县城,河阳县城,冯元镇,洽川码头,泉沟村,洋庄,最后甚至拿出一小块,摆进了黄龙山监狱。 所有人,今天都开心起来吧,清晨的黄龙山监狱,有点阴冷。 这里毕竟是山中,海拔高,气温低。 老南风却早早地出了牢房,正在操场上跑步,他麾下的六百多名雇员叛军士兵也跟在他背后,一起跑着。 他们是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底发动的雇员叛乱,公道成城县时,差不多是崇祯二年初,而现在,已经是崇祯三年底了。 这些边军已经做了快要两年的劳改犯。 但这两年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停止训练。 每天早上,老南风都会组织所有人起床来,在操场上站队,跑步,拿着空气长矛练习刺杀,然后是捉对真人对打练习擒拿格斗。 一位老部下偷偷问过他,我们都被关进监狱了,为什么还要训练啊? 老南风当时就给了那个部下一脚。 我们又没被杀只是关起来做劳改犯,总有放出去的一天,到出去的时候,你种田又不会种,什么活计都不会干。 如果连打仗,也不会打了,出去还有什么屁用,没用处的人,只能去做贼,然后被天尊一巴掌拍死。 这句话,让所有的雇员叛军都醒了一醒,从此不敢再提意见,乖乖地在老南风的组织下,不停地做着基础训练。 虽然有点冷,但老南风却跑出了一头稀汗,做了劳改犯之后,能吃饱了,甚至经常能吃到点肉,使得他和他的部下体能反而比做边军时更强健,现在训练的强度都比以前做边军时更大了,实在是一件很离谱的事。 正在这时候,种高粱出现在了操场旁边的围墙上,对着老南风招了招手。 老南风扭头道,陈百户,待我指挥训练,一个姓陈的百户立即接令,遵命。 老南风则走到了围墙边上,仰起头看着种高粱,种老头有什么吩咐?种高粱对着他招了招手,这墙,其实你能上得来的吧?翻上来试试看。 老南风摇头,上不了上不了,我没这本事。 种高粱笑,你骗得了别人,骗不过天尊,有一次你半夜三更翻过了墙,但是没有逃走,又翻了回来,天尊全都看在眼内。 这句话吓了老南风一跳,他哪知道李道玄经常会在夜晚睡觉的时候,把视角移到黄龙山监狱,用摄像头对着箱子,替他监视监狱这个最容易出事的地方。 结果有一天晚上,摄像头就露到了老南风翻墙出去,甚至还沿着山壁爬出了山谷,但是他在山顶上坐了一会儿,又又回来了。 种高粱,上来吧,有事和你说。 老南风点了点头,不装了,摊牌吧。 他退开几步,然后一个猛加速对着围墙冲过来,脚在墙上一踩一使力,猛地一跃,双手就攀到了墙头,再一拉一撑,干净利落地翻了上来。 种高粱,泽泽,太厉害了,十个我都打不过你。 老南风摇头,一百个,我都不够火气打。 种高粱,这一次叫你出来说话,是天尊的意思。 老南风精神一震,天尊有何法指? 崇高粱,天尊说,你在这两年劳改期内,表现得很好,帮助监狱抓住了几次越狱的人,还平息了好几次监狱里的纷争,最重要的是,救了我一命,说到这里,种高粱咧开了嘴。 天尊说,光是救了我一命这件事,就足够让你减刑出狱了,所以,你自由了。 老南风大喜,种高粱,你可以自由选择要离开,还是要留在高家村。 这还用选?老南风几乎想都没想就到。 我要留下,这身武艺已经没法再卖给帝王家了,我要为天尊办事。 这年头的人,都是习德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但像老南风这样的人,这辈子也不愿意再给皇帝打工了。 对他来说,眼前这里,就是最好的出入。 崇高粱微笑,那就好。 天尊说,如果你愿意留下,那现在就启程前往高家村,高家堡,一是听,有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你的参与。 老南风大喜,他这样的人,不怕有任务,就怕没任务吃闲饭,现在听说马上有活可干,立即变得精神抖擞,那我去了。 他趴到了围墙边,对着还在操场上训练的部下们大喊道,兄弟们,老子被天尊特赦了,现在要去帮天尊干活,我走了之后,你们不要松懈,在陈百户的率领下,继续好好训练,好好表现,老子会来,带你们都出去的。 六百多雇员叛军一起开口,遵命,很好,就他娘的这样。 老南风也不回牢房了,反正也没行李,可收拾,迈开大走走了出监狱,门口居然有人给他递来了一匹马,他点了点头,翻身上马,对着高家村,纵马来。 虽然在监狱里关了两年,但他对高家村并不陌生,因为劳改犯们经常都要出来修水泥路,修水泥房子,搬运重物,开挖石灰矿等等乱七八糟的活。 他以前在劳作的时候,远远地看到繁华的高家村,尤其是那巍峨雄壮的高家堡,早就知道了此地的实力,那可谓是深不可测,能为高家堡效命。 那可是远远超过了做个叛军刘斐,战马路过白家堡,他看到了火车站,但却没兴趣上去,自己有马还坐什么火车? 哼,这小火车跑得哪有我的马快?他一加马赴,就将火车甩在了后面。 但是战马并不能长时间维持最高速度,不削片刻,马累了,速度放慢,小火车呜的一声又将他抄了过去。 老南风?我操,早知道该连人带马一起上火车的。 幸亏前面不远,就是一个沿途火车站了。 几年前,火车在这个沿途火车站并不会停留,因为小站旁边的村庄早就没有人居住了,但是经过这几年时间的发展,高家村为了充分利用农田,已经派了专门的农业小组来这个村子种下了玉米。 所以,火车在这个中途站也要停留了。 老南风赶到中途站时,火车正好要开,他赶紧连人带马,冲上了车,这才终于松了口气。 火车以60公里的时速,带着老南风奔向梦想中的新生活。 老南风赶到高家堡主堡,立即就被人请进了义士大厅。 一进去,就看到了一群大人物,正在一脸严肃的义士。 他只认得圣女,三十二,程旭,别的人全都不认识,也不敢造次,就乖乖地坐到了程旭的背后,先竖起耳朵,来听就好。 三十二开口道,我们需要制检。 而制检又需要大量的盐,既然山西蒲州是产盐重地,那咱们从地里弄盐回来,已经是必然要走的一步了,否则就算建好了化工厂,也缺盐来开工。 春红忍不住就问了一句,天尊以前不是赐过咱们许多盐吗? 在求三十二打断他道,不要什么事都想着先求天尊,只有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才能去求天尊,盐这东西。 我们以前解决不了,天尊才赐给我们,但现在,我们自己有能力解决了,就得自己去解决。 程旭开口道,是的,若是我们还没有船,摸不到谷渡码头,求天尊赐盐,倒也合情合理。 但现在我们能摸到蒲州,还需要找天尊赐盐,那简直是不知好歹了。 三十二转向了行红狼,行姑娘,山西那边的情况,你比较熟,麻烦你来说说,要弄到那边的盐,究竟要怎么个流程? 新婚之后,晚了个妇人记得行红狼也在做,一脸的红光,似乎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整个人都是嗨的。 其实,盐并不是蒲州产的,是由河东到产的,也就是那河东铁鸟飞的老家。 行红狼继续道,上古时代皇帝占池游,池游伸手被分解之地,形成了一个大池子,叫做蟹池,而那个池子里盛产解盐。 人们为了制盐而在蟹池边聚居,就形成了一个大城市,也就是现在河东到。 满屋子人都表示学到了。 李道玄也在天空中点了点头,本仗域又学到了新知识。 行红狼道,官府自古以来就将盐看得很盐,因此在河东到囤住了重兵,保护蟹池由官府来管理蟹炎的制作与销售。 说到这里,他咧开嘴笑了,但是蟹池很大,长四十余里,宽四里。 这么大的区域,官府囤那点兵,哪里看得住? 官府的盐将生活很苦,他们的做的盐全都被官府抢走,只给他们一丁点的工钱,连虎口都困难。 因此,盐将们总是会偷偷把盐卖出来三十二岛。 明白了,所以蒲州的私盐贩子都跑去谢池,从盐匠手里买盐,因此催生了著名的蒲州私盐贩子。 行红狼,正是,由于蒲州就在河东到的西边不远处,离谢池极近,所以蒲州就成了盐匠们的中转站。 私盐贩子们大量聚集在此,寻找机会,跑到谢池边偷偷接触盐匠,买到盐之后,立即返回古渡码头,通过船运将盐卖到天南地北。 说到这里,行红狼咧开嘴笑了,咱们永济那小地方,十个村民有九个卖过丝盐。 众人一起笑着摇头,别让芳无上去了你们村,不然全部都得抓回来劳改。 大伙今天聊的事,还真没敢让芳无上知道。 三十二岛 行姑娘可,行夫人已经把话说明白了。 我们若想大量弄到盐来质检,至少需要一队人进驻蒲州,在那里站稳脚跟,才能源源不断地把盐送回来。 当然,最好的是能进驻谢池。 不过,听行夫人说,谢池有官府重兵助手,现在就去抢谢池,只怕有点不妥。 程序点头,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抢谢池,就相当于断了朝廷整个中原的盐供应。 那和直接宣布造反没区别,跟王家印称王一样蠢,广积良,缓称王才是真正的王道。 白元街口中道,所以我们现在不宜光明正大的抢谢池,但派出一小队人去谢池和盐匠们联络联络,让他们今后将四盐出货给我们,那是完全可行的。 行红狼咧嘴笑,这就是我的拿手好戏了。 三十二,嗯,这事儿得靠行夫人牵头,你摸到谢池边上去,与盐匠们联络。 但是,光靠你这一队人,少量运盐还行,若是要大量地弄盐,就做不到了。 山西现在也不安宁,到处是流口乱窜。 你运个盐哨的时候,还能灵活激动地躲着流口和官兵走,一旦运的盐多了,几十辆盐车列成长队,不可能保证每次都能躲过流口和官兵。 行红狼点头,这是个问题。 三十二转向了程序和噪音,这时候就得靠和教习和造教习了。 噪音皱起眉头道,我们一出手,高家村民团的名头岂不是就打出去了? 朝廷一看,高家村居然派出骑兵队和火冲队来互撕严,那也相当于摆明了造反。 程序黑黑笑了起来,造教习,这个你就想错了,这是怎么可能是高家村出手的呢? 咱们高家村根本不知情,这件事当然是流口干的了。 山西现在遍地是流口,突然多出来一族有骑兵,有火冲兵的流口,大量搞私言,应该也不奇怪吧? 众人,行红狼笑了,这方法妥,干脆就拉我的旗号吧。 反正我永继行红狼在山西也是响当当的大言销,我也没有九族可以诛。 就说我造反了,带着大量的骑兵,火冲兵,明目张胆地搞私言,朝廷也就不会怀疑到高家村身上。 顶多荡城是王家印麾下的一百多个贼头目中间,多出来的一个比较凶悍的流口。 说到最后,他黑黑笑,说不定王家印也会把我当自己人,也不来抢咱们的延车了呢。 李道玄点了个赞,这样处理倒也不错,32,伪装成流口,那倒也行。 但是,行夫人你,可得注意,咱们只是伪装的流寇,可不是真的流寇,别真的玩烧杀抢掠那一套。 行红王哈哈大笑,放心好了,那种事我可做不出来。 造英,嘿嘿,那我就随着好姐们一起去山西玩玩了。 程旭转头对造英问道,造团恋,你的骑兵营一直没满边吧? 还剩下多少匹空余的战马? 造英,还有三百匹空马。 程旭点头,那我派出三百名我的兵跟着你去。 他们骑着马,和你们一起赶路,需要作战的时候,下马列阵。 程旭话音刚落,高出五刷的一下举起了手,我去,他和行红狼才新婚呢。 妻子马上就要远走山西,他一个做丈夫的想掺和,倒也合情合理。 程旭点头,去吧,你再带五十名制弹兵去。 我还安排一百五十名火冲兵,一百名毛兵,和你们一块儿去。 他这安排一说完,在场的猪人脸上都露出了古怪的神色。 很明显,大伙都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三百步兵究竟由谁来指挥? 高出五就肯定不考虑了。 他带着五十个制弹兵无脑扔手榴弹还行,让他统领步兵营,得把大家都带进沟里去。 程旭肯定是不能亲自去的,他还要统领更多的民团,镇守高家村这个大本营呢,岂能随意跑去山西了。 白云肯定也是不能去的,他可是偏偏君子,去扮演刘寇,也不像那家人啊。 哪个刘寇会一天到晚白衣飘飘,把君子六义挂在嘴边? 还有个王二,但王二最近还在恶补思想课。 现在他和他那一百名老村民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没学完呢,放去山西,让他们匪心复发可不行。 还有哪个人有独党一面的指挥能力? 程旭见他们表情古怪,笑了。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嘿,这个派去山西的人选,其实天尊早就选好了。 众人,程旭转过头,对着坐在他背后,安静地听了许久的老南风招了招手。 老南风,你来说几句吧。 老南风被点到名,顿时精神一震,站起身,抱拳道,末将愿望。 他这句古怪的末将愿望,在高家村这个草头班子说的大白话里,突然窜出来,显得十分突兀。 但也就是这种突兀,让所有人脑门一醒。 对啊,这家伙是个朝廷正规五官啊。 而且是边军汉将,虽然不知道他以前是谁,什么身份,但明显是只比千户小一点点的五官,官职可不小了。 三十二,嘿,这就叫,人尽其才。 程旭笑着对老南风道,天尊在这个时候,特赦你出狱,大约也就是,算到这一意最适合你吧。 不过,你也别妄想一来就成了头儿,我就不客气地说了,我还不敢完全相信你。 所以,这次出征山西,我任命高出五为队长。 而你是副队长,明白了吗? 他这安排一出,众人心中不禁暗暗叫妙。 连李道玄也点了个赞,很明显,高出五安排成队长,向争议一居多。 行动的时候,高出五这笨蛋,估计啥也不会,都得问基于副队长老南风。 但若是老南风,有些什么不符合高家村核心价值观的丧心病狂的命令,包括并不限于烧杀抢掠,那高出五就可以用队长权限,一票给他否了。 这样的安排实在妥当。 老南风也是体制里混的,一听就懂这个安排,报了报全道,末将领命。 好了,去兵营走一趟吧。 承煦笑道,领一套咱们高家村的装备穿起来,把你当年在边军里收拾蒙古人的气势拿出来,让咱们看看雇员边军的厉害。 老南风嘿嘿笑了两声,我能先去高家商圈里,吃两顿好的吗? 今天傍晚的陕北道情戏,我也想听一听。 众人又是奇奇一愣,承煦摸出几块碎银子放在他手里,笑道。 去吧,明天才正式出征。 你今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除了不能喝酒,别的随意。 老南风大喜,哈哈,在雇员容编好多年,一回来又在监狱里关了两年,我天天都在想人世间的灯红酒绿,哈哈,高家商圈,我来了。 他撒腿就跑了出去。 众人先前觉得好笑,但仔细一想他最后一句话,不知道为啥,突然感觉到难过起来。 对啊,雇员叛军,在没有叛变之前,其实都是为国荣编的好男儿啊。 若非他们,蒙古人就能随意杀入中原,搅个天翻地覆,中原百姓每一天的安稳生活,都是边军带来的。 他们在边境线上,什么享受也没有。 每日里苦寒,吃不饱,穿不暖,守护了这个天下,但却无人知道他们的苦难。 若非三年没有领到军饷,他们又怎会反叛呢? 三十二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些边军,其实都怪可怜的,要不,把监狱里别的边军都放出来算了。 你又来了,三管是别的都好,就是泰滥好人。 白渊刷的一下甩开了扇子,露出君子二子,他们容边虽苦,但反叛之后,挥一刀向良明,从北向南,一路抢杀抢掠,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 虽然是叛军首领北水廊下的命令,但他们这些从者,也是有罪孽要还的,该劳改,还是得劳改。 三十二点了点头,哎,也是,这天下呀,这天下总是把好人逼成坏蛋,幸亏有天尊,是他一直在想办法,把坏蛋变回好人。 好了,大家各就各位吧。 三十二醒了醒神,大家都把吃奶的力气使出来,争取早日将这个天下拨乱反正。 说完,挥手下令,谭立文安排运粮队,从咱们的村库里运粮食,送到洽川码头。 李道玄开口,这次不必动村库了。 三十二听到高一夜的转述,提到,这次不动,李道玄,山西有数百万人,若是想要帮助整个山西人吃饱,需求的粮食极大。 一直由高家村村库运到洽川码头,再运去山西,太费时费力,高家村这点人力哪里够,天天运粮食,都不够运的,不用干别的活了。 这次就由我直接赐下粮食,到洽川码头吧。 三十二,天尊人善。 没有了运粮的麻烦,那就更加省事些了。 李道玄又道,另外还有件事,以后我们的船应该会越来越多,每次我赐下一艘新船,你们都要给它装炮。 大炮从高家村的降警运到洽川码头,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所以,是时候在洽川码头附近建一个大炮厂了。 三十二恍然,确实如此,那我去安排安排。 他突然举一反三的一想,以后咱们的地盘若是越来越大,什么都从高家村运出去,肯定是不行的,路途会越来越远。 看来,各个地方都得去经营经营。 李道玄心中暗笑,正是,主基地已经稳了,那就得开始开二矿,开三矿了吗? 小小洽川码头,变得异常的热闹。 高家村的三百步兵,三百骑兵,全都挤在了这个小小的码头外面。 恰穿堡里的和阳县民团,先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些破破烂烂的兵器,再看着武装到牙齿的高家村民团,眼中露出了羡慕极度恨的眼光,张员外从他们身边走过。 压低声道,大家别急,白教习已经向我许诺过了,大家只要好好学思想课,以后也会给咱们全都配上和高家村民团一样的装备。 和阳民团大喜,就在这时候,天空中的云层开了,天尊那金色的巨兽从天空中探了下来,在码头上摆下了一座面粉小山。 白渊一声令下,早已经准备好的民夫们一涌而上,将这些面粉装进袋子,然后抬上货船。 那平平板板的大货船,超级能装货,整座面粉小山全部搬上去,也不显拥挤,只是船舷被压得稍稍向下沉了一点点。 还有多余的空间,用来运一些人。行红狼带着他的人上了货船,守在了船上各处,同一时间,另一艘战船也开始装人了。 除了本来的一百名船员之外,又涌上去了几百个民团士兵,将船舱和甲板都装得满满的。 李道玄看了一眼,三百骑兵和三百步兵,战船没法一次运完,光靠这两艘船运载力还是差了点,看来,还得再放一艘货船,用来运人马。 手一伸,又是一艘货船,向着箱子里摆了下去。 码头上的人一看,顿时欢呼起来,天尊又刺我们仙船了。 只有白云一个人,脸色尴尬。 天尊,您这刺下仙船的速度太快了,再下来不及培养船员啊。 李道玄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不过嘛,货船开起来简单,也不需要装炮,不需要培养水兵,他知道白云肯定能搞定的。 果然,白云很快就找出了一个操舵手来控制这艘刚刺下的船。 他在培养上一艘货船的操舵手时,就已经让别的人在旁边见习,因此,再弄一个操舵手出来倒也不算什么难事。 多一艘船之后,运载就简单了,战船只运人。 而骑兵营的马则登上新货船,只上去少量人管马,三艘船分担分担,总算将整个队伍全都在上了。 接着高家村水军便正式起航,向着山西谷渡码头,去了。 河阳县的民团刚刚目送三艘船远去,突然就见到西北方向,来了一支比高家村民团更加庞大的队伍。 这队伍人数居然超过两千,大量的牛马,拉着大量的物资,最前面还有一辆马车,车连开处,能看到一个年轻女子清秀的脸。 高一夜来了,这还是高一夜平生第一次来到黄河边,马车刚在马头上停稳,他就刷地一下跳了出来。 哇,好大的河呀。 秋菊和冬雪两人从后面跟上来,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黄河,眼中也是止不住的欣喜与仰慕。 白渊从旁边迎上来,微笑道,没想到圣女大人会亲自来这里,见个作坊,有必要让你走一趟吗? 高一夜嘻嘻笑,其实用不上我,但是我想过来看到黄河,就死来活来地跟着队伍一起来了。 他回身指了指后面漫长的大车队,队里的人已经开始卸货了,他们随车运来了大量的水泥,一群蓝帽子刚到地方就开始规划了,在地上画出了长长的线条, 标志好了铁匠工坊的大致占地位置。 而黄帽子们马上开始按照蓝帽子的指示,平整土地,一个巨大建筑工地,马上就开始热闹起来。 河阳县的民团在智川堡里看着这一幕,不禁议论纷纷,高家村每次都这样,一动手就是几千名夫,搞得好大的规模。 毕竟有天尊撑腰,根本不考虑工钱的支出问题。 他们在这里建的是什么啊?张员外从旁边走过来? 我听白兄说了,高家村要在这里建一个铁匠工坊,主要是制造大炮,方便安装到船上去。 河阳民团,哇,造大炮的,厉害了。 那他们造好的大炮,也会搬进咱们掐川堡架起来吧? 那咱们,也能玩炮了。 张员外笑骂,那东西是用来玩的吗? 要有流扣从河上打过来了,才能用得上。 依我看,最好是一辈子都不要有机会用。 他们正聊得欢快,就见到又一行人快马加鞭地来到了码头。 为首一人,正是河阳县令,冯隽。 这位县令一到地方,立即翻身下马,飞快地跑到了高一夜面前。 圣女姑娘,你们这是,再搞哪一出? 高一夜微笑,如冯大人所见,我们再见铁匠方。 冯隽,我听人说,你们这不是普通铁匠方,是要搞个造大炮的工坊。 高一夜点头,是的,天尊说了,从高家村运大炮过来太麻烦了, 为了方便,要在这里建一个大炮房。 为此,咱们高家村的铁匠们还大吵了一架呢, 大家都不愿意过来,他们只好抽签,抽到了这里的铁匠, 伤伤心心地大哭了两场。 冯隽抹了一把汗,心中暗叫不妙。 以前这伙人在高家村驻炮,还归城城县管是粮食贤的麻烦, 但现在,跑到河阳来驻炮,那可是,该自己负责了。 这妥妥的一只脚,踩进了谋反诸九族的路上了。 偏偏他还知道,自己管不了。 看看那些被雇佣过来,帮着高家村见铁匠方的黄帽子们, 一脸开心地在那里刨递,那可都是河阳县的名夫, 他们就指望着这笔工钱养家糊口呢, 自己要是开口禁止修建,不光得罪高家村, 还会得罪河阳老百姓。 这可如何是好? 高一叶折指了指天空,冯大人,放心吧, 天尊在天上看着呢。 冯隽向天空中一看,一朵矮云,正飘在头顶, 他赶紧对着天空中一个长衣, 启禀天尊,您为了保护老百姓, 刺他们尖传利炮,下官是懂的, 但是如此一搞,朝廷必定会注意到, 最后怪罪下来,都是下官的不是, 下官可是要被诛连的呀, 这可如何是好? 还请天尊开恩,给下官一条活路。 李道玄笑了,这冯隽, 现在干脆直接来求我了, 他大约也知道,直接求我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比起完先没用的小阴谋,有用多了。 一叶,告诉冯隽, 把一家老小,全都接到河阳县来, 就没有人能诛得了他的九族。 冯隽听了高一夜的转述,整个人都猛住。 李道玄笑道, 我在上面,不需要守你们下面的规矩, 所以我才不管什么朝廷开心不开心呢, 我也知道,这样会给你带来困扰, 所以,你就把家眷都接来, 我自会护得他们周全。 冯隽长长地叹了口气, 鼻血也缓缓地流了下来, 他连擦的心情都没有了, 对着天空抱了抱拳, 转头对身后的河阳巡捡道, 天尊刚才说的话, 你也听到了吧? 河阳巡捡点了点头。 冯隽, 你我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一旦东窗事发, 我们两个都是谋反之罪, 所以眼前之际, 唯有瞒住朝廷方位上策, 回头你把你的兵带上, 也入住到洽川堡里, 把你的旗号亮出来, 假装这洽川堡和铁匠攻防, 都是控制在咱们官府手里的。 如果有路过的将军看到了, 你就说, 咱们河阳献奉皇上密令, 打造大炮和战船, 以印贼扣, 对方只要不去问皇上, 就不知道真假。 河阳巡俭双眼一亮, 这倒是好办法。 冯隽, 若是有人真的去问了一句皇上, 咱们就等死吧。 河阳巡俭低声道, 倒也未必会死, 天尊不是说了吗? 把家隽接过来, 他会护着咱们的平安。 冯隽哭丧着脸, 真要天尊护的时候, 可就真的是反贼了。 唉, 走一步看一步吧。 他这边正心情贼差呢, 突然见高一叶又溜达了过来, 对着他招了招手。 冯大人, 我还是第一次来黄河边, 这么大的河, 里面肯定很多鱼吧。 冯隽点头, 那是当然, 高一叶黑黑笑, 这些鱼, 好吃吗? 冯隽哭笑不得, 此地盛产一种奇鱼, 名叫恰川屋里, 肉质鲜美, 以去鱼生鸡, 滋养补血的功效而闻名。 高一叶的口水, 哗啦啦就流了下来。 李道玄的口水, 也跟着一起, 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冯隽一看高一叶的表情, 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对着身边的牙翼吩咐道, 去渔夫家里问问, 谁有洽川屋里, 买几条回来。 牙翼赶紧去了, 不一会儿, 还真的拎回来了四条洽川屋里, 这是一种长得黑乎乎, 长缩缩的鱼, 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为了饱活, 四条鱼都装在水桶里, 那牙翼拎得怪吃力的, 但他居然不让帮贤帮忙拎, 非要自己拎, 这样才能向县令大人和圣女大人 献一波殷勤。 冯娟, 圣女姑娘, 鱼弄到了, 您随我一起回县城吧, 这将面也没个好处是, 胡乱搞只会弄坏, 只有县城里, 才有大厨弄得出美味来。 高一夜, 那就讨扰啦, 嘿嘿。 他带着秋冬两个姑娘, 再加上趴地兔挣狗子和一百名护卫队, 跟着冯娟去了县城。 高一夜, 这下能吃上洽川屋里了, 李道玄却还没着落呢。 他都懒得去外卖平台上找了, 不用脑子也知道, 在双庆市肯定吃不到这个, 只好惆怅地看着箱子里, 忧伤地想着, 我他喵的视野, 就不该开到河阳县, 这中华美食文化名称, 一天一个奇怪的美食, 简直就是要我的命。 算了, 李道玄打开外卖平台, 预约了一个酸汤黄辣丁晚饭时送来, 安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傍晚时分, 李道玄的酸汤黄辣丁送到了, 拿起筷子, 正打算开吃, 而高一夜等人, 也刚好来到了智川县城, 鳞鱼桶的牙役跑在最前面, 他要尽快把鱼送去厨房, 让厨师尽快烹饪好, 才能讨得两位大人物欢心, 所以, 两条腿甩得飞快, 一跑边海, 一边小心地照顾着桶里的四条鱼, 生怕他们还没送到厨房就断气了, 男人太快了, 其实不好, 容易被嫌弃, 牙役跑得太快, 三秒就穿过了一条街, 在街道拐角处, 碰得一声, 撞到了一个黑乎乎的汉子, 那人吓得挨压一声叫, 没事, 但牙役却失去了平衡, 扑通一声摔了个磁石, 捅翻了, 水流的到处都是, 四条鱼在地上啪哒啪哒地跳着, 牙役慌得不行, 刷得一下跳起来, 手忙脚乱的地捡鱼, 那个被他撞了一下的黑乎乎的汉子, 这时候, 也看清发生了什么, 也赶紧帮忙捡鱼, 两人折腾了好一会儿, 四条鱼捡回了桶里, 似乎没事的样子, 才终于松了口气, 李道玄看到这一幕, 不禁暗乐, 瞧你那紧张样子, 讨好大佬, 虽然是小人物生存之道, 但也不必讨成这样嘛, 过分了就显得可笑了, 鱼保住之后, 牙役的心没那么慌了, 怒气也就刷得一下跟着上来了, 一把抓住那黑乎乎的汉子, 怒道, 你差点弄死, 我的鲜鱼, 这鱼要是死了, 你负得起责任吗? 那黑乎乎的汉子, 看到眼前的人是个牙役, 大致也猜到了, 那鱼是干嘛的, 切了一声道, 肯定是给县林送的鱼吧, 慌成的什么样子, 明明是你撞了我, 自己翻的, 我好心帮你捡鱼, 你还想把责任甩给我不成, 牙役, 大胆, 他有点小怒, 眼前这家伙好大胆子, 知道我是牙役, 知道我给县尊大人送鱼, 他还敢这样说话, 牙役怒道, 你混哪里的, 黑乎乎的汉子骄傲地道, 金水沟煤矿, 牙役, 李道玄, 原来如此, 牙役猛了, 起码二十次眨眼的时间, 好半想才反应过来, 难怪这黑乎乎的人如此嚣张, 原来是金水沟的煤矿工人, 那煤矿自从被高家村给承包过去之后, 已经脱离了官府的掌握, 属于高家村的私营企业了, 在金水沟煤矿挖煤干活的人, 各个收入贼高, 而且, 这些人还天天唱什么我们工人有力量一类的歌, 有一种新世界由我们来开创的自豪感, 当然也就不把他这个小小牙役放在眼里了, 牙役冷哼了一声, 仗着自己有后台, 胆子上天了呀, 煤矿工人道, 我才不是仗着有后台, 而是仗着我有理, 是你撞了, 我又不是我撞了你, 你和我发什么火, 我还没向你发火呢, 牙役, 要讲理是吧, 信不信我, 根本不和你讲理, 只削一句话, 让你低头认错, 煤矿工人骄傲地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煤矿工人瞬间慌了, 我错了, 快, 快把渔户送到厨房去, 快快快啊, 别让他们死了, 古渡码头, 铁鸟飞坐在码头边一个破草屋子里, 身后堆满了盐袋, 每一袋都故意装成了人头般大小, 这种小袋子方便单人携带, 可以保证他手下的私盐贩子们, 一人在背上背一包, 还能剑步如飞, 躲避官兵的追捕, 这些盐是他昨天下午才运到码头来的, 着实不容易, 用大炮轰跑之后, 并没有跑得很远, 依旧在蒲州和河东道附近乱窜, 附近的村子里随时都能见到流寇, 有的是一大谷, 数百上千人, 有的则是一小谷, 几十上百人, 分散到各个村庄烧杀抢掠, 裹挟良民, 铁鸟飞躲着大谷流寇, 剁了小谷流寇, 将行红狼交给他的粮食, 全都卖给了河东道的老百姓, 然后又溜到谢池边, 买了大量的盐, 返回古渡码头, 在这里等着行红狼再来, 一个码头工人从外面钻进来, 对着铁鸟飞行了个礼, 铁大当家, 您这里还有粮食吗? 我还想买点。 铁鸟飞摇了摇头, 没有了, 我身边就只剩下几天的口粮了, 别的全都卖光了。 码头工人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那可糟糕了, 我老婆正怀着孩子, 这时候断了粮可不行。 铁鸟飞, 再等等吧, 行大当家说了, 还会运粮来的。 码头工人低声道, 现在陕西和山西都在大旱, 行大当家, 就算有三头六臂, 也弄不来许多粮吧, 铁鸟飞皱着眉, 哎, 总之, 不能全盼着行大当家的来救命, 自己也得想办法救自己, 先去河里捞捞鱼吧。 码头工人叹了口气, 转身走了出去。 铁鸟飞也跟着走出了草屋, 向着码头边上看, 大群的工商业者, 渔夫, 农民, 正在加固古渡码头的篱笆墙, 他们尽量找来粗一点的木头, 将它们钉进地下, 不过, 这些人都太饿了, 没什么力气, 所以他们弄来的木头, 都不算太大根, 那种整株的大树, 他们没力气去砍, 砍下来也没力气搬过来折腾, 所以这篱笆墙, 肯定是见不高的。 铁鸟飞心想, 老张飞下一次再来攻打古渡码头, 这里就肯定要顶不住了。 哎, 行大当家, 你什么时候能再来呢? 正在这时候, 码头边上一名负责瞭望的搬运工人大吼起来, 来了来了, 河面上来船了。 铁鸟飞精神一震, 来了, 太好了, 是行大当家的船吗? 不, 不敢肯定, 这次来了三艘。 三艘? 铁鸟飞愣了愣, 赶紧爬到高位, 向着江面上眺望, 只见北方的河面上出现了三艘大船, 现在还远, 看得不太清楚, 但他从来的方向上就能猜到, 十有八九是行红狼来了, 因为黄河上游, 官府的水军可没有这么大的船。 那三艘船慢慢地静了, 看得清了, 其中一艘, 上面有许多炮管, 看起来颇为显眼, 可不正是行红狼上次那艘战船吗? 这一次, 船上还竖起了一面大旗, 上竖一个狼子。 另外两艘有点古怪, 是平平板板的船, 一艘船上全是战马, 怕是有上百匹。 另一艘船上似乎是货物, 上面盖着油布, 虽然背部遮着, 看不到里面, 行大当家来了。 码头上许多人都围到了岸边, 对着河面上欢呼, 行大当家。 永济行红狼, 越是穷的人, 呼喊得越是用力, 因为他们已经断粮了。 尤其是那个老婆怀孕的码头工人, 看着河面上的三艘船, 仿佛看到了救星, 喊着喊着就流下泪来。 这下, 我老婆孩子有救了。 行红狼站在货船的船着, 看着岸边欢呼的人群, 轻叹道, 家乡的父老乡亲现在好苦啊。 高出五在另一艘船上, 冒出头来看了他岸上的情形, 不由得惊了一惊, 我媳妇在这边好高的声望啊。 一个制弹兵凑上来笑道, 营长, 您这次算是去夫人的老家, 拜访七族呀, 可得打起精神来, 否则被人看了笑话, 连同行夫人的面子, 也一起丢了。 高出五一听, 可不是吗? 这不就是被女婿送夫人回娘家, 拜访七族, 这种时候, 可不能有任何掉链子的举动, 否则要被七族看不起了。 高出五露了露自己的发型, 我这样子还行吗? 制弹兵, 营长威武霸气, 高出五, 哈哈, 那就好, 让我夫人老家的人看看, 他们的姑爷是条好汉。 高出五干脆就站到了战船最前面的尖角上, 傲力船头, 让何风刺他的头发撩起, 在脑后哗啦啦地翻封, 他那高大威猛的身躯, 迎着风傲力, 岸边的人一看, 对面战船上一条粗豪汉子, 浓眉大眼, 虎背熊腰, 在船头那么一站, 犹如天神, 还真是被他的样子唬了一大跳。 制弹兵叫道, 营长, 男人要迎风露出胸膛, 才看起来更像好汉。 高出五, 啊, 是这样吗? 他双手抓住自己衣衫, 向两边一扯, 本以为随手一丝衣服就得碎了, 露出他的两块大胸肌来, 哪知道这棉布织得很好, 布料结实, 他随手一丝要装帅, 竟没用到, 结果衣服没撕坏, 反而把力气用扭了, 身子一晃, 没站稳, 从船上掉了下去。 幸亏他是属于文科零分, 体育一百分的偏科怪物, 在掉下去的一瞬间, 居然反应得过来, 伸手扣住了船弦, 整个人就挂在了船头外面。 他可不会游泳, 要是掉进河里就完蛋了, 赶紧狼狈不堪地向上爬, 慌乱之下, 动作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岸上的人, 那人搞什么呀? 是笨蛋吗? 好像是笨蛋, 高出五爬上船弦坐好, 一脸懊恼, 糟糕了, 搞砸了, 这一下要被七族看不起了。 三艘船相继靠岸, 行红狼第一个跳上了岸去。 他这一亮相, 岸上的人奇奇一愣, 他们看出来了, 行红狼居然输了一个妇人计, 这表示, 他已经嫁人了, 明明数日前他来的时候, 还没有砸这个发迹的。 就这么短短几天, 他居然嫁人了, 码头上的人, 啊? 有没有搞错? 铁鸟飞迎到了行红狼面前, 抱了抱拳, 行老大的, 终于把你给判来了, 你这次带来的东西, 好像有点多啊。 他的眼光, 转到了三艘船上, 只见三艘船上都在吓人, 拉着油车的那艘船上, 只下来了一群丝岩贩子, 而战船上则在下兵, 好多兵, 有铠甲, 有长矛, 有腰刀, 有手弩, 还有不少人拿着火冲, 就这装备, 比官兵还好了不止一个档次。 还有一艘平板船上, 再下马, 这些马下船之后, 就会有一个兵翻身骑上去, 动作流畅, 自然一看, 就是训练有素的骑兵。 铁鸟飞心中暗惊, 这是什么豪华配置, 是一个私盐贩子该有的吗? 只见高出武搭拉着脑袋走了过来, 行红狼一把将他拉到身边站着, 微笑道, 这是我丈夫, 江湖人称大憨子, 是陕西那边闻名的好汉。 铁鸟飞心想, 闻名, 我可没闻过他的名, 只闻过王家营, 紫金梁, 白玉柱, 闯王, 布沾尼, 王左挂等人, 这大憨子, 是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行红狼哼了一声, 怎么着, 看不起我丈夫, 铁鸟飞赶紧正容, 不敢不敢, 这位大憨子, 一看就是一等一的好汉子。 高出武对着他咧嘴笑, 你人还怪好脸, 说话真好听。 铁鸟飞心想, 难怪名叫大憨子, 这人连客套话都听不懂的。 他凑到行红狼耳边, 低声道, 行老大, 你这是? 行红狼, 如你所见, 老娘也反了, 我丈夫手底下, 正好有几百个弟兄, 就来帮我了。 现在我有船, 有兵, 还有粮, 嘿嘿, 这次回来, 是来干掉那些欺负我家乡人的混蛋的。 这句话一出口, 码头上就响起了一片叫好声, 好啊, 行大当家的, 来帮我们撑腰了。 那些狗日的流寇, 把我们害惨了, 行大当家替我们做主啊。 行大当家? 我, 呃, 听到这些纷扰的声音, 行红狼二话不说, 挥手道, 开始吓货。 货船上的油布被掀开了, 里面全是面粉, 大袋大袋的面粉, 堆满了整艘大船, 一名四岩贩子, 扛了一袋面粉下来, 在岸边打开袋口, 大伙儿七七向里面一看, 虽然早就猜到会是粮食, 但亲眼看到了, 还是吓了一大跳。 袋子里全是粮啊, 这船上的袋子里, 全都是。 我的老天爷, 这一船得有多少斤? 苍天啊, 这一船的粮食, 就够好几个镇的人吃饱了。 铁鸟飞看得整个人都迷糊, 行老大, 你究竟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粮食? 行红狼嘿嘿笑, 这是老天爷赐的。 铁鸟飞才不信什么老天爷赐的呢? 心想, 行红狼不肯说, 这倒也不奇怪, 有这么好的进货渠道, 换我也不说啊, 自己一个人垄断货源, 才能赚得多吗行老大? 废话就不多说了, 这些粮报个价吧。 铁鸟飞这个问题, 也是码头上所有人都想问题的问题, 大伙掂量了一下自己有点干瘪的钱袋。 心想, 上次行老大运来的粮食, 是按四百文一斗的价格给的我们, 这次应该也不会涨吧。 他们刚想到这里, 就听到行红狼大声道, 这次货多, 两百文一斗。 哗, 众人大喜。 此时山西的粮价, 已经飙升到了一斗八百文, 而且很多地方还有价无事, 没想到行红狼一来, 直接往二百文压, 这简直不是做生意, 是在做慈善了。 大群人轰的一声围过来, 给我来两斗, 我要五斤, 二十斤。 码头上的人群情汹涌, 铁鸟飞却不急着动, 他和那些小打小闹的不一样, 他要拿货的话, 那可就是十几车这样的拿法了, 黑的笑了一声, 行老大, 你这搞得, 我要是从你这里接过货去, 都不好意思再卖高了。 行红狼, 废话, 肯定不能卖高, 看见我身后的大货船了吗? 老娘可不止这一船, 还有第二船, 第三船第四船, 要多少粮, 有多少粮。 他黑的笑了一声, 老娘这一次回来山西, 就是专门来打压粮价的, 谁他娘的, 还敢囤粮抬价, 老娘就砸到他破产卖裤头。 铁鸟飞丝的倒抽了一口粮皮, 有这么多, 那下一船来的时候, 只怕还会更低吧? 行红狼笑, 没错, 老娘最终的目标, 是把粮价压回到平常年间的价格。 铁鸟飞心想, 平常年间价格, 也就是七文钱一金, 这一瞬间, 铁鸟飞就转换了思路, 这粮他还是不要卖了, 反正他本来就是盐销, 卖粮专业也不对口, 这种黑心钱就不要赚了, 省得最后变成行红狼打击的对象, 我还是卖盐吧。 铁鸟飞笑道, 上次行大当家说要盐, 在下信不辱命, 给你弄了不少来。 他带着行红狼走到草屋边, 拉开门指了指里面行红狼瞥了一眼, 人头大的盐袋子, 看样子, 有个三四时代这些盐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可不少了, 一个镇的人, 也得吃上一年半载才能吃完, 但是对于高家村工业质检来说, 这点盐根本不够看。 他指了指身后的大船, 你看我这船, 与你这几袋盐, 会不会显得有点不太合适? 你就这么点手笔, 就不能弄点能把我这船装满的盐过来吗? 铁鸟飞, 吓, 这等大船, 装满的盐, 多少人要吃多少年才能吃完? 行红狼, 你管我吃几年, 反正我要更多的盐, 这一点不够, 我还是得亲自走一趟泄池。 铁鸟飞看了看行红狼身后的军队, 压低声道, 行老大, 你这是打算一路打回泄池吗? 河东道里, 驻扎着朝廷的正规军, 真要打过去抢盐, 事情会闹得很大。 我又不傻, 当然不直接打。 行红狼道, 朝廷的驻军是在泄池北边的, 我打算绕到泄池南边, 在那里联络盐将们, 专门给我搞盐, 这几年我没犯盐, 那边门都不熟了。 你来帮我带路, 帮我把盐路里顺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 铁鸟飞, 嘿嘿嘿, 泄池南边我熟, 不过, 这个带路的是马行老大, 你报个价吧。 行红狼和铁鸟飞, 谈好了带路的事情, 但这事情, 可不是谈好了, 立即就要出发的, 还不急, 光是货船上那大量的粮食, 要卸船, 也是一个大活呢。 高处虽然傻, 但是对高家村那一套规矩, 是最熟悉不过了, 扯开嗓子, 对着古渡码头上的, 那群码头工人大喊起来, 兄弟们, 过来帮忙卸货, 把这些粮食, 都从船上卸下来, 找个干燥的地方堆好, 给你们每人三斤面粉做工钱。 这一声喊过, 那可乖乖地不得了。 码头工人们轰的一声, 全部都围了过来, 连一些渔夫和农民也跟了过来, 瞬间变身码头工人, 反正一身力气不用白不用, 能赚三斤面粉回去, 何乐而不为。 上船搬带子, 扛起来, 下船, 到民团的人指定的地方, 将面粉袋摆下来, 脸上都带起了笑容。 老南风站到高处, 前后左右地看了一圈周围的地势, 凑到高处伍身边, 低声道, 这个码头, 今后会有我们的人长期驻扎, 作为从陕西运粮过来, 从这边运延回去的桥头堡, 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点, 必须好好经营。 只靠几道竹篱笆是不行的, 得让这里的工人吃饱饭, 有了力气, 让他们帮我们搭建一个简单的防御工事, 还有我们这几百人住的木房子, 也得搭建起来。 高处伍笑, 好呀好呀。 老南风见他同意了, 立即转身发号施令, 于是就有名团士兵跑了出去, 和那些正在搬货的工人聊了起来 你们今天卸完货, 拿了工钱回去, 好好的吃饱, 睡足, 明天再来, 咱们要在这里搭建一个木寨子, 你们来出工, 我们帮你们吃饱, 再一天给你们三斤面粉的工钱。 这工作哪有人不乐意做的, 码头工人们大喜, 好的, 老南风沿着码头边走来走去, 不时在地上画一根线, 这里要建一个箭楼, 至少三丈高, 走向前走几步, 斋墙在这里开门门对面再立一个箭楼, 不一会儿, 他就在码头边上画出来一个巨大的木寨子, 这寨子一边淋水, 一边以木寨墙环绕, 看起来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古渡码头的人太少了。 老南风回到高出五身前, 摇头道, 工商业者, 渔夫, 农民, 全部加在一起才几百人, 还没我们的士兵多, 要把这个寨子建出来, 人力是严重不够的。 高出五, 我们的士兵也可以建呀。 老南风摇头, 我们又不是那种几万人的大军, 骑步兵回一块儿, 也才几百人呢。 要是全都拿去建寨子, 在士兵们累坏了的时候, 流寇突然来袭, 就会相当的危险。 高出五一脸天真无邪, 那怎么办呀? 老南风指了指行红狼, 让你夫人想办法, 他是这里的地头蛇, 肯定能弄来人的。 高出五乐呵呵地跑向了行红狼。 这时候, 行红狼正和天鸟飞研究着, 偷偷摸到蟹池南边, 去联络岩将们的事情, 突然见高出五跑过来, 在他面前半仗左右的距离站定, 向前伸出了双手, 红狼, 行红狼瞬间转过身子来, 也伸出了双手, 出五, 两人碰的一声拥抱在了一起。 铁鸟飞的冷汗, 刷的一下飙了出来。 可怕, 行老大居然有如此女子的一面, 可怕呀, 比流寇杀过来还可怕。 行红狼, 出五, 你来找我, 有话要说。 高出五点头, 我们得把这个码头建成一个寨子, 但是人力不够。 行红狼点了点头, 明白过来, 我知道了, 我去周边的十里八乡转一圈, 弄点人过来。 这古镇码头周边, 其实也就是永济了, 此时的永济还属于蒲州下辖的一个镇, 要到清朝才会升级为县, 但此时的它已经十分繁华热闹, 人口众多镇中心离古渡码头并不远, 直线距离三十余里, 也就和高家村到城城县城的距离差不多, 也和洽川码头到河阳县城的距离差不多, 这里也是行红狼的老家。 行红狼翻身骑上了一匹骏马, 噪音从旁边凑上来, 我带五十名骑兵陪你去。 好, 两个粗豪的女人一起转过头来, 对着高出五等人笑道, 你们守好码头, 我们出去转转就会。 高出五挥手, 注意安全, 两个女人带着五十骑, 如风一般地去了。 他们刚走, 以铁鸟飞为首的一大群商人, 刷的一下围到了高出五的身边, 拿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高出五有点小慌, 你们这样看着我干嘛? 铁鸟飞, 大憨子兄弟, 你真的和行老大成亲了? 高出五咧嘴, 原来是这事啊, 这还有的假? 铁鸟飞, 你要是被威胁了, 就眨眨眼。 高出五赶紧把两只眼睛瞪大,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锐指, 众人, 哇, 没眨眼, 是真的成亲了。 铁鸟飞, 这就太扯了, 兄弟, 你究竟看上了行老大哪一点? 高出五, 美啊, 她是天下最美的女人。 不, 众人顿时大喊。 铁鸟飞抹着额头上的冷汗, 兄弟, 你没事吧? 高出五, 我看起来哪里像有事的样子。 铁鸟飞, 你不会是打不过她, 被她拿拳头威胁着娶她的吧? 高出五咧开嘴笑了, 她被我打倒了, 才嫁给我的, 成亲那天, 她还在怪我强强名女呢? 众人, 一群人瞬间凑到一块, 低声道, 这哥们儿, 好像是认真的。 我的老天啊, 她的招子是怎么长的? 强强名女居然抢到行老大头上。 打得过行老大, 那她功夫肯定很了得了。 不不不, 这是很难说, 搞不好行老大就是故意放水输给她的, 不然, 今后到哪里找个愿意娶她的男人? 那她肯定是入赘的了, 肯定。 铁鸟飞又转过头来, 对高出五道, 兄弟, 你是入赘的行家吗? 高出五咧嘴笑, 入赘, 这哪能啊? 我也是三代单传一个独子, 肯定不能入赘啊, 我和红狼早就商量好了。 儿子跟我姓, 我的房子, 田爹, 都要传给儿子的了。 众人抱头, 完全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啊。 行红狼与噪音两人, 带着武士骑兵, 向东及驰。 要找人去码头上开工, 那当然先回老家是最妥的, 他在老家有足够的群众基础, 可谓一呼百应, 弄点工人去帮着建码头寨子不难。 而且, 他的老家也不远, 就在古渡码头东边十里外, 骑着战马, 不削片刻就到了。 过了前面的宿水河, 前面就是孙家庄了。 行红狼笑, 我姓刑, 却是在孙家庄长大, 庄子里也没有了我的亲人, 只有一些老邻居了。 噪音大骑, 为啥? 行红狼, 因为我是私盐贩子的女儿啊, 我父亲也就是个走南闯北到处乱跑的私盐贩子, 在孙家庄碰上我母亲, 但他并没有为了我母亲而留下, 还是继续到处乱跑, 直到我长大了, 母亲病死, 他才将我接到身边, 又带着我继续卖私盐。 噪音笑, 原来如此啊, 和我差不多吗? 哈哈, 我也是祖传的马贼。 两人一起笑, 这时候, 前方已经能看到孙家庄了, 然而一眼看过去, 行红狼的脸就沉了, 孙家庄很明显经历了一场劫难, 村子的篱笆强歪倒, 好几个茅屋被烧毁, 墙壁上能看到刀痕。 他赶紧一加马腹, 用最快的速度冲进了村。 村子里导致数据尸体, 血迹还没有干, 看来行凶的人才走没多久。 噪音感觉到行红狼的情绪不对, 赶紧压低声道, 行大当家, 节哀。 放心, 这点场面, 虽然难过, 我还不至于怎样。 行红狼表情不好看, 但情绪却比较稳定, 毕竟走过多年江湖, 见过无数死伤, 他手下的撕烟贩子也死过不守, 并不是见到几个邻居死了就会发狂的。 越是这种时候, 他的头脑反而越清晰, 飞快地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道, 村子里一百多口人, 却只有不到十具尸体, 说明大多数乡亲都撤走了。 噪音一听这话, 马上对着手下们挥了挥手, 散开, 找线索。 马贼们都是擅长追踪的, 不一会儿, 一名手下回报, 村子里的人向北去了, 刘寇也追着他们向北了。 行红狼稍稍一皱眉, 呗, 我知道了, 普救寺, 他们逃向普救寺了。 噪音招过来一名手下, 吩咐道, 你快马家边回马头, 把咱们的主力带来, 直接去普救寺会合。 那手下抱了抱拳, 越马向着马头奔去。 行红狼和噪音两人则率领剩下的四十九名骑兵, 向着普救寺冲去, 普救寺, 位于永济西边不远处, 始建于唐代, 红墙黑瓦, 威严肃穆。 倒是个一手难攻的好地方。 此时的普救寺里, 挤满了老百姓, 从周围十里八乡的村庄里, 逃过来的村民。 老弱妇孺在墙角瑟瑟发抖, 轻壮男子则拿起武器, 守在寺院的各个墙边。 寺院里的和尚们, 也不是好惹的。 拿起了哨棍, 与老百姓们一起防守。 寺院外, 一支人数超过千人的流寇大军, 正在攀爬寺院外面的斜坡。 寺院里的村民们, 立即用猎弓向下射击, 流寇们举起的锅盖和盾牌 被射得堵堵堵地响。 但很明显, 村民们的猎弓是很难挡得住流寇了。 此时的流寇已经混入了边军, 卫所兵, 一族, 战斗力已经大为提升, 虽然还打不过明军, 但对付普通的村民已经是不费吹灰之力。 他们对村民那稀稀拉拉的箭语 根本不以为意, 轻轻松松就爬上了斜坡, 来到了寺院的墙下。 墙头上的竹毛捅下来, 下面的流寇也用竹毛反捅上去, 一点也不虚的。 村民们占不到便宜, 反而被流寇捅伤了几人, 跌回了寺中。 一个汉匪轻易攀过了寺院的红墙,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站稳, 就见一个和尚抄着哨棍冲了过来, 汉匪一刀挥过去, 那和尚手里哨棍一转, 棍树居然十分了得, 碰碰碰一串连击, 全打在了汉匪身上。 汉匪惨叫几声, 倒了。 旁边的村民们涌上前来, 一个锄头打在汉匪脑瓜子上, 将他打得脑浆尽裂。 棍僧摇了摇头,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贫僧用棍子不用刀枪, 就是为了不杀生。 你们帮贫僧杀生, 倒是眼都不眨的, 这应该不算贫僧破了戒吧? 这棍僧虽然厉害, 但他一个人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寺院围墙各处告急, 到处都有流寇快要翻进来。 眼看就要守不住了, 棍僧也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 阿弥陀佛, 闪斋闪斋, 这一劫怕是渡不过去了。 就在这时候, 寺院屋顶上射箭的猎人突然大叫起来, 有骑兵来了, 是帮我们的。 他们在杀流寇, 大家撑住, 有骑兵救我们来了。 寺里, 还有看远处的人, 赶紧向外眺望, 果然, 流寇的屁股后面, 杀来了一支骑兵队, 人数不多, 也就五十骑左右。 但这五十骑却十分凶悍, 居然敢对着千人之多的流寇冲杀过去, 气势汹汹, 威风赫赫。 寺院里的老百姓们顿时士气大震, 大家撑住啊, 行红狼和噪音来了, 一来, 二话不说, 直接突流寇。 这可不是乱突的。 流寇正在攻打普救寺, 所有精锐汉匪都已经攻到寺院墙下了。 而拖在后面的是贼囚的本镇, 只有贼囚和一群亲信汉匪, 人数并不多, 这正是突击贼囚的好机会。 所以, 噪音二话不说, 直接就带着部队来了个, 骑兵, 冲锋, 他这一冲, 就把贼囚给搞猛了。 这贼囚名叫小张包, 是布沾尼麾下第五队队长老张飞的义子, 上次在古渡码头跟着他义父一起被行红狼炮车退之后, 就一直在这附近抢劫。 这家伙正在镇后看着手下们攻打寺院看得乐呢, 哪料到背后窜出来一队骑兵。 仓促之中, 小张包抢起长枪, 带着个几十个步下, 转过身来迎敌。 战马速度极快, 说到就到, 转瞬间到了小张包面前, 噪音抬手一枪, 扑的一声, 将一个汗匪捅了个透心凉。 而且那长枪极为灵活, 一点急收, 又挥起一个枪花, 冲着小张包脑门点了过来。 小张包吓了一大跳, 面对战马, 他有点猛, 也不知道该怎么打, 身子一翻, 向旁边滚了出去, 显之又显地躲开了噪音这一枪。 行红狼也跟着骑兵队一起向前, 但他马上就发现, 这种骑兵作战的时候, 他似乎派不上什么用场。 他只是会骑马, 并不是会骑马打仗。 前面的噪音一枪就挑翻了一个汗匪, 但行红狼手上抽出妖刀, 却发现自己不太懂在奔腾的快马上怎么砍人, 根本使不上镜。 果然, 树叶有专攻啊, 妈的, 老娘干脆下马吧。 行红狼双手在马背上一撑, 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从奔马上跳下来很危险, 但他却一点也不拒, 落地碰得一声摔, 打了几个滚化解了力量, 接着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 刚起身, 就发现贼球也在打滚, 和自己同时起身, 然后就来了个面对面。 小张包和行红狼就这样对上了, 他娘的, 一个女人。 小张包怒吼一声, 手里的长毛一枪直捅行红狼面门。 行红狼身子一侧, 从枪尖旁边闪了过去, 一个剑步就切到了内圈。 这个距离长毛不好使了, 小张包果断气毛, 伸手拔出了腰刀。 两人以刀对刀, 睁睁睁, 转眼就过了三五招。 但这三五招时间里, 小张包的部下就倒了血霉了。 噪音和他的马贼部下们, 似一阵风般地刮过小张包的本阵, 手弩, 长毛, 马刀一阵轮轰轰炸。 小张包的本阵里, 瞬间就没两个人还能站着了。 有人气得大吼, 前面的快回来啊, 一把长枪从他的胸口穿了出来。 前面的刘寇们一看, 后面的本阵居然被骑兵突了, 顿时大乱, 大群刘寇开始向后跑。 而最前面那一群, 已经攻到了寺院红墙下的汉匪们, 专注于进攻。 他们在战斗第一线, 面对着村民们的竹毛和农具, 没空转头看后面, 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还在专注于进攻呢。 刘寇军一下子分成了两截, 半截向前, 半截向后。 那半截向前的, 直到听到了后半截退的人齐声呐喊, 才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转过头一看, 刚好看到行红狼手里的腰刀, 切在了小张包的脖子上, 鲜血飙出去半丈远, 哄, 一声吼过, 流寇乱了, 所有人都开始乱糟糟地向后跑。 噪音急到, 红狼, 快上马, 那些家伙回来了, 你在马下容易被围。 行红狼刚才跳下马之后, 那战马就很有灵性地转了一圈, 又跑回了离他不远的地方, 他赶紧翻上马背, 与噪音一起又纵马向远处跑开。 大群流寇闹哄哄一起跑回来, 有人蹲在了小张包的尸体边, 大喊, 不好了, 少当家被人杀了, 快去通知大当家。 他娘的, 哪里来的骑兵? 追上去, 给少当家报仇。 一群人嚷嚷的凶, 但要拿两条火腿追战马, 那纯属想多了, 噪音和行红狼瞬间就跑出了几十障开外, 连弓箭都招呼不到他们, 更别说甩火腿。 骑兵队跑到几十障开外就停下来了, 不跑了, 远远地看着这伙流寇。 流寇们只好冲着骑兵队怒吼, 哪里来的混蛋, 敢报姓名吗? 行红狼大声道, 老娘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勇记行红狼, 记好老娘的名字。 勇记行红狼? 我听过这名字, 是这附近的大阎萧。 他娘的, 阎萧怎么对我们出手? 大家都是和朝廷作对的, 应该一起造反打朝廷才对啊。 行红狼道, 这是老娘的地盘, 谁在这里烧杀抢掠? 老娘堕了他全家十八代祖宗。 一个汉匪抱着小张包的尸体, 怒吼了回来。 你这臭女人, 少在这里嚣张, 一个区区严肖罢了, 仗着手底下有几十匹马, 就敢嚣张。 你他娘的, 有种别仗着马快逃跑, 老子管叫你这小严肖, 碎尸万段。 这家伙刚把这句话吼完就发现, 西边又来了大群骑兵, 正是噪音骑兵营的主力来了, 他们找不到普救寺在哪里, 所以请了铁鸟飞来做向导。 铁鸟飞穿着一身伤骨衣服, 骑马跑在最前面, 后面两百五十名骑兵一起跟着跑来, 声势浩大, 这让跑在最前面的铁鸟飞感觉倍儿威风, 神态野贼嚣张。 到地方, 他跑到行红狼面前, 大笑道, 带着这么多骑兵, 真是太威风了, 哎呀, 我也想弄一只骑兵队了, 你们到底在哪里弄来的正多马, 能卖给我一些吗? 报个价吧。 没人理他, 那些骑兵一到地方, 就跑到了噪音身后, 不再给铁鸟飞撞声势了。 刚才还在说, 要把行红狼碎尸万顿的汉匪, 一看这边又多了几百骑兵, 脸都黑了, 装逼的话再也说不出来, 赶紧带着别的贼兵向北撤去。 噪音冷笑, 装完逼就跑, 哪有那么容易? 行大当家的, 你去普救寺找着你的老乡亲们聊聊吧, 我去和这群蠢贼玩玩。 行红狼抱拳, 好, 噪音一加马腹, 对着流寇们撤退的方向追了过去, 骑兵营跟上, 咱们好好的和这些甩活腿的流寇玩一玩, 身后三百骑兵轰然应诺, 一起追了上去。 行红狼这才对着铁鸟飞招了招手, 咱们去普救寺, 铁鸟飞耸了耸肩, 我给骑兵们带路了, 一点好处都没给我, 行大当家, 你起码得给我带路的活报个价吧, 行红狼, 你河东铁鸟飞前面的河东两个字是白叫的, 帮河东付老乡亲一个小忙你, 还要报价, 铁鸟飞嘀咕道, 至少一文钱要给吗? 行红狼哭笑不得, 拿出一文铜钱, 一弹, 那钱在半空中翻飞旋转, 铁鸟飞一把钞在手里, 大笑, 好, 报仇已经确实地收到了, 走起, 普救寺, 两人缓缓地来到了普救寺前, 刚才那一幕, 普救寺里的人居高临下, 全都在看了眼里, 知道这两位是自己人, 早早就打开了寺门, 一群孙家庄的人早已经涌出了门来, 是行红狼, 是咱们孙家庄的行红狼, 红狼啊, 几年没见你了, 你这些年跑哪里去了? 你这回来的真是时候啊, 没你的话, 咱们就全完了, 这寺里除了孙家庄的人, 还有许多别的村庄来的人, 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窃窃私语, 这女人是谁啊, 孙家庄的人和她很熟的样子, 是大言肖, 你没听说过吗? 在这附近, 混的人都听说过她, 我又没在外面混, 我就只会种田, 行红狼和孙家庄的人, 简单地交流了几句, 就得转入正题了, 现在可没时间搞什么相亲见面大会, 他扫了一眼普救寺这情况, 大致能看得出来, 这寺里的老百姓, 来自周围十里八乡, 看来周围有许多村庄被流寇抢了, 老百姓们只能在普救寺里来抱团取暖, 把这群人都转去古渡码头做工的话, 倒是挺不错, 但是, 要和这么多人交流也麻烦, 中间肯定会有人不信任自己, 还得是找到一个能化室的, 行红狼问道, 这普救寺里, 现在谁说了算? 阿弥陀佛, 一个拿着少棍的中年和尚站到了行红狼面前, 贫僧法号战僧, 女施主有什么事可以和贫僧说? 战僧? 行红狼, 这法号, 和尚有点小干大地道, 贫僧年轻时兴起火爆, 喜欢打打杀杀, 因此用了战僧的法号, 现在年岁渐长, 有心改掉, 但大伙都叫得惯了, 改不了了, 行红狼, 好吧, 战僧大师, 这寺院里的乡亲们, 现在都听你的话吧, 战僧叹了口气, 乡亲们遭逢大难, 现在六神无主, 急需有人给予引导, 贫僧只好厚着脸皮发号施令, 善哉善哉, 行红狼, 你这寺院养得活这么多许人吗, 战僧脸现尴尬之色, 那当然是养不活的, 行红狼, 那大师打算怎么办呢, 战僧, 这事情, 贫僧还没想过呢, 乡亲们突然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前脚刚到, 贼兵后脚就跟了过来, 贫僧只想着, 怎么抵御贼军了, 完全忘了吃饭问题, 女施主这一问, 可真是, 她的大光头上流下汗来, 八九百人啊, 吃什么啊, 糟糕了, 别在我这寺院里闹出人吃人的惨剧吧, 那可就真的善哉善哉了, 行红狼道, 战僧大师, 麻烦你帮我给乡亲们通的话吧, 我有办法养活他们, 古渡码头现在需要大量的工人, 搬运粮食和搭建一个木寨子, 愿意去干活的人, 管吃饱, 每日还有三斤面粉的工钱, 战僧一听这话, 双眼顿时亮了, 不过, 他马上又想了点什么,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女施主您这个方案虽好, 但家里没有男丁的老弱妇孺, 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可干不了搬运工和建寨子的工作呀, 没男丁的老弱妇孺负责给工人们做饭, 行红狼, 做饭也一样每日管宝, 战僧双眉微微一扬, 这事可不容说笑, 这八九百人都已经又惊又饿又累, 若是得不到饭吃, 摆走十里路, 对他们来说可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还有, 你那里既然有这么多粮食, 流寇说不定也会打你的主意, 岂不是非常危险, 行红狼, 我勇计行红狼也算是江湖上有名头的延宵, 说一事一说二十二, 码头边上有大量的粮食, 管着八九百人吃饭绝无问题, 我甚至还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出售, 至于安全问题, 码头上还有我的兵, 可遇流寇, 战僧表情严肃, 女施主侍为延宵, 你的手下当然不会是官兵吧, 行红狼, 官兵由我靠得住, 战僧, 这些老百姓, 就是因为不愿意从贼, 才会躲到贫僧的寺院里来, 若是去了你的地方, 就算是从了贼, 这可如何是好, 行红狼, 一般的贼不管饭, 得逼着他们出去抢劫, 而我管饭, 不需要他们的双手染上鲜血, 只要做工就行, 这样的贼, 他们肯定愿意从, 战僧, 将来官兵来搅你时, 这些百姓又如何, 行红狼, 朝廷一向都是守恶必办, 从者不咎, 官兵只要杀了我, 这些老百姓, 就能回返相回原籍, 不会有事的, 战僧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好几秒, 贫僧自认识人无数, 看女施主的样子, 不似说谎, 好吧, 那就信你一回, 贫僧这就把你的话传出去, 他把乡亲们召集到一起, 给他们讲了一番, 有位和尚帮忙传话, 那效果杠杠的, 他们也许不会相信行红狼, 但要相信普救寺的大师, 真是不要太容易, 很快, 整个寺院里的气氛都转好了, 刚刚经历了家破人亡的老百姓们, 重新振作起了精神, 准备出发前往古渡码头, 外面兵荒马乱, 要出去, 还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 老百姓们在寺院门口, 畏畏缩缩地向外张望, 想看还有没有流寇埋伏在外, 好在并没有了, 噪音的骑兵队从北面回来, 大笑, 那屁贼被我赶得远了, 我追着他们后面射箭, 打得他们屁滚妙流, 老百姓们松了口气, 战僧背了一个小包裹, 操起一根哨棍, 大声道, 都走起来, 没力气也要走, 放弃寺院, 尽快走到古渡码头去, 大量的人群开始走了起来, 只要大多数人走了, 少数人对于给严肖打工心里, 还有点不太乐意的人, 也不敢再留在寺院里了, 只能跟着走, 这其实也是一种裹挟, 战僧明白这样做不太好, 但善意的裹挟总是比恶意的裹挟要好, 与其让这些老百姓被流寇裹挟跑了, 还不如让他们被严肖裹挟跑算了, 老百姓们走得慢, 噪音的骑兵散开, 护住队伍两翼, 大伙缓缓向前, 幸运的是, 这一路上走过来, 倒是没有再碰上流寇了, 十里路, 老若妇孺们足足走了一两个时辰, 直到傍晚时分, 大伙肚子都饿得咕咕直叫了, 终于看到了古镇码头, 那一片破破烂烂的茅草房子, 以及一艘巨大的船, 一艘战船, 一艘货船, 其兵下船之后已经空了, 所以, 他已经提前返航, 回洽船码头去了, 战僧一见到, 那巨大的炮船, 心中就按惊了一斤, 区区延宵, 居然这么强大的实力, 这肯定不仅仅是延宵, 这人背后, 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势力, 只是推出延宵来做幌子罢了, 而老百姓们看的东西, 就和战僧不一样了, 他们看到的是粮袋, 大量的粮袋, 堆满了货船, 还有一群码头工人, 正在从货船上卸货, 他们显然已经干了很久了, 但船上还有一半的粮食, 没有搬得下来呢, 短暂的猛逼之后, 八九百名老百姓, 其声欢呼起来, 崇祯三年, 公元1630年, 京城, 御书房, 崇祯皇帝朱有俭, 正在翻看奏章, 一封从山西来的奏章, 引起了他的注意, 盖净土自天启初年以来, 无遂不灾, 而去年游慎, 这封奏章正是不久前, 铁鸟飞拿给行红狼看的那封, 铁鸟飞还真只是抄露了一份, 并没有真的将他截下, 因此, 他还是落到了朱有俭的手里, 朱有俭的心情, 就像是坐上了一台跳楼机, 要钱, 又是找朕要钱, 这最后一句御除静之道, 莫先御辅静之平民, 就是想让朕拿钱出来吧, 大太监曹化纯低声道, 他们都盯着皇上的内堂呢, 哼, 朱有俭, 朕哪来这么多内堂, 给他们, 这些官员的职责是什么, 不就是帮朕管理好地方吗, 现在地方乱了, 他们不好好处理, 去来找朕要钱, 休想, 随手将山西的奏章往墙角里一扔, 眼不见心不烦, 再拿起下一份奏章, 定睛一看, 这封奏章是户部尚书毕自言递交上来的, 奏章里说, 因度之大处, 尚书十二事, 请皇上增加关税, 朱有俭微笑, 看, 这就说得对吗, 叫朕加税, 不过, 加税这种事, 可不好加啊, 天下老百姓都是镇的赤子, 如今百姓节节平, 可不能再加税了, 这话说出来, 正好被刚刚钻进御书房的兵部尚书梁亭栋听到了, 梁亭栋立即道, 名穷之故, 皆因关贪, 使关贪分析后, 在家派田赋, 百姓自会同意, 朱有俭, 哦, 那梁爱卿觉得, 自镇登基以来, 贪官是否已经被一扫而空了呢, 梁亭栋赶紧道, 陛下登基之后, 扫清燕党, 已将贪官污吏一扫而空, 如今官场清明, 正式加税凉机, 朱有俭的心情, 就好似坐上了一台喷射机, 玉笔轻辟, 向元东式空袭, 吕母增妇, 豁请吴日, 九诊镇怀, 乃尔来编幻弥宁, 军心一级, 户部滋奏再三, 请于梅母除剑加九厘外, 仍在争营三厘, 前后共银一分二厘, 为北纸宝和六府相义免征, 精量行美母, 加征六厘, 前项据作聊想, 视频即行停止, 正应停意计协, 全以允从, 凡我百姓, 各有同仇之志, 能无好意之私, 于是, 加税的事就这样定了, 刚把这圣旨发下去, 户部管理心想的 幼侍郎周氏普又来了, 各地赋税经过多次催促, 仍然没有解孕倒步, 朱有俭又提笔写道, 户部乐县各府按查拖欠根英, 一一指名纠参, 以平成储, 如过线不参, 一体重制, 写完, 朱有俭有点小开心, 正着治国的水平, 还是挺可以的嘛, 这笔加税, 只要落实下去, 几百万两银子, 随随便便入手, 辽东战士可保无忧, 哈哈哈哈, 午饭时间, 李道玄正在吃龙昌鲁, 鲁翅膀啃起来, 则有嚼劲, 吃得他两只手都是油, 箱子的视野, 停留在白水县东边的一片空地上, 四个龙头, 正对着箱子里喷雾降雨呢? 上一次扩视野, 能看到黄河的时候, 白水县就已经有一半的地盘, 进入他的视野了, 但他忙于经营洽穿码头, 没空来管白水县, 现在洽穿码头那边, 已经安排好了, 便开始偷偷给白水县降点雨, 再派人过去卖书什么的, 一整套工薪流程, 开始走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箱子上的高家村三个字, 突然闪起光来, 这说明, 高家村里又有人在敲钟呼唤他了, 高家村人一向害怕打扰天尊, 所以拼命自食其力, 极少有呼叫他的时候, 李道玄知道, 肯定是重要事, 赶紧拿餐巾纸, 擦掉手上的鹅油, 在高家村三个字上一点, 视野刷的一下, 回到了望楼正上空, 只见高一夜正在敲钟, 而城城县令梁士贤, 和和阳县令冯眷两人, 都站在高一夜身后, 一脸急切地等着, 李道玄这一波视野切得急, 连降雨的四个龙头都忘了收, 结果这视野一回来, 高家村们哈哈一笑, 下雨啦, 便各自躲到了屋檐下, 高一夜嘻嘻一笑, 回屋拿了把油纸伞出来撑开, 他知道, 天尊不会介意自己撑伞, 但梁士贤和冯眷两人, 是来求见天尊的, 现在天尊来了, 他们两人哪能马上躲起来, 这样做的话, 动作未免太不尽, 两人只好硬生生地站着不动, 任由小雨淋在身上, 梁士贤还好, 没啥反应, 淋了就淋了, 冯眷的表情是恭敬的, 眼珠子却在滴溜滴溜地转, 显然是在想用什么办法遮雨, 李道玄从这个小小细节看出来了, 梁士贤头比较铁, 而冯眷处事的手段更灵活, 他随手把龙头一收, 雨停了, 有何要事? 高一夜将伞放了下来, 天尊问你们话了, 梁士贤和冯眷对视了一眼, 精神一震, 由梁士贤开了口, 抱拳道, 启禀天尊, 朝廷开始不干人事了, 在这大灾之年居然家派了想, 每亩地在原有基础上, 再加三厘睡银, 李道玄一句卧槽, 差点骂出口来, 想到高一夜还在下面听着呢, 别让小妮子学了太多粗口, 这才强行忍住梁士贤道, 眼看着流寇去了山西, 陕西之地终于可以还口气, 却没想到上面的人如此胡来, 这一下只怕爱逢眷接口道, 虽然咱们城城和和阳两县, 有天尊降雨, 已经算是度过了灾年, 但别的县城, 这一下子就难了, 李道玄心想, 好吧, 又有更多的人要从贼了, 不过, 这件事应该对两位县令, 不会造成直接影响啊, 城城和和阳, 现在根本就一直没交税, 再拖欠耍赖吧, 加不加税, 他们两人怕啥, 他刚想到这里, 梁士贤就到, 咱们城城县拖欠税银已达三年了, 和阳县也拖了两年的, 现在户部乐县各府按查拖欠根音, 一一指名纠餐, 以凭惩处, 如果县不餐, 一体重置, 说到这里, 他露出尴尬神色, 巡抚大人派了人来, 问我们城城县和和阳县的税, 为什么一拖再拖, 拿不出个像样的原因, 就要治我们的罪了, 李道玄明白了, 两位县令这一次来, 是想就收税的问题, 和自己讨论一下了, 城城县自从天启七年方药才死后, 就没收过税了, 梁士贤走马上任之后, 一直利用东陵党的帮助, 用的是一个拖字诀, 冯眷也跟着一起拖, 两人都在和朝廷打马虎眼, 但眼下朝廷追问起来, 还用上了如果眼不参, 一体重置这样的字眼, 这是要下众手追讨欠税了, 这马虎眼还能继续打不, 两位县令心里慌啊, 李道玄心里暗想, 这倒也是个问题, 朝廷若是完真的, 必定要拿扮这两个县令, 而我肯定是要保他们的, 一旦闹起来, 朝廷说不定要派兵来打我这里, 李道玄当然不怕朝廷来打, 几巴掌下去就能把明军拍完, 但是把明军杀完有什么好处? 没有, 没有任何好处, 大量明军被消耗在这里, 只会让整个天下的局面更加失控, 更多老百姓被流寇所害, 东北剑奴也有可能打进中原, 造成更加可怕的生灵涂炭, 现在还不适合明言直接摊牌的时候, 那要如何保证两位县令不被处理呢? 老实说, 这还真不好办, 他是绝不可能拿钱出来帮着交税的, 因为税营落到朝廷手里, 根本无法用之于名, 大部分都是被贪官给祸祸了, 他的前一个铜板都不想给这些贪官, 那这个要如何和平解决? 李道玄突然想到点什么? 现任的陕西巡抚, 是谁来着? 梁世贤恭敬地道, 刘广生 李道玄将刘广生三个字输入到了电脑里, 搜索, 不一会儿, 这家伙的瓶生事迹便查了一个底调, 当然, 以史观人视为大忌, 史书上想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是不太可能的, 但史书里有些大事件, 却能作为重要的参考, 例如, 刘广生马上就要卸任了, 这人卸任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一次催税, 朝廷要他把陕西欠的税交上去, 刘广生交得上去个鬼, 陕西什么烂样子,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要他交税不如把他杀了, 于是刘广生干脆地撂下担子跑路了, 看到这里, 李道玄也不禁看笑了, 这明末历史, 真是他对着箱子里道, 交税的事, 你们不用担心, 两位县令不禁一蒙, 不用担心, 这这事情已经火烧没毛了呀, 李道玄道, 放心吧, 要烧没毛, 也不是烧你们的没毛, 只管放心大胆地拖, 巡抚问你们, 为什么欠税, 你们就直接摆烂, 告诉他没有就是没有, 要税没有, 要命一条, 两位县令, 这样真能行, 李道玄, 我说能行就能行, 这是天机, 天机不可泄露, 你们只管照做更事, 这什么天机不可泄露一类的废话, 如果是个道士队两个县令说, 他们搞不好, 已经叫牙医把这神棍拿下, 但是这句话由天尊嘴里说出来, 感觉却完全不同, 两人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心里也稳了, 那下官就这样去做了, 两人也不急着回衙门, 就在高家宝里借了纸笔, 提笔写了一通废话, 前面是说了一些客观原因, 什么三年大汉, 什么流寇肆虐, 反正一通狡辩, 通篇没有直接应对, 但通篇都透出八个大字, 要睡没有, 要命一条, 派亲信将这封信火速送去西安, 交给巡抚大人刘广生过目, 然后两人便各自回家, 垫高枕头好好睡觉, 等着看天机究竟是怎么个机了, 数日之后, 消息传来, 陕西巡抚刘广生向朝廷上书, 表示交不上去睡, 前面是一通客观理由, 就和两个县令写得差不多, 整篇奏章没有半个字应对皇帝, 但是整篇都透出八个大字, 要睡没有, 要命一条, 朱友简大怒, 还没来得及发火呢, 就看到刘广生最后一句话是, 我不干了, 堂堂一省巡抚大员, 直接辞官养病去了, 新任巡抚王顺行走马上任, 但他新来乍到, 也一样无力回天, 唯有继续上奏, 请求, 将崇祯元年, 二年未完, 及三年全欠进行免征, 其拔冲金运之术, 另行递补, 朱友简一看直接傻眼, 各个巡抚都这样玩, 算了算了, 总不能再换一个巡抚过去吧, 震人, 于是, 这欠税又一次拖了下去, 两位先令这才知道, 所谓的天机原来是这样的发展, 天尊果然是位法力高强的神仙, 前置五百年, 后置五百年, 中间还知道五百年, 古渡码头, 寨墙已经建起来了, 围着古渡码头旋转了一圈, 将整个码头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三个高高的建楼, 成品自行护着码头, 这个码头水寨间的挺大, 老南风在规划这个寨子的时候, 就是以军寨的规模来规划的, 足足可容纳三千人, 现在里面只住了三百骑兵, 三百步兵, 加上一千多名老百姓, 完全绰绰有余, 不但有足够的空间, 甚至分了区, 其营一区, 不营一区, 老百姓们一区, 存储粮食的仓库一个区, 四个区之间有门, 派人把守着, 没有高出五的令牌, 任何人不得随意跨区穿行, 就凭他这一手安营扎扎的手段, 就直接秒杀了高家村里所有人, 程序也是肯定不如他的, 不过, 问题来了, 高出五根本没有令牌, 全是野鹿子, 乃来的令牌, 于是, 行红狼正拿着一块上好的木桶, 用小刀刷刷刷地削着, 亲手给自家丈夫制作令牌呢, 老南风在刚刚建成的寨墙后面溜达, 伸手招过来一个名夫, 对着寨墙上面的一个位置指了指, 在这里挖个洞, 穿过整个寨墙能看到外面的小洞, 再做一个小小的盖板, 将这个洞盖住, 名夫大齐, 当家的, 这样做是为啥啊? 老南风哼了一声, 叫我将军, 别叫我当家的, 名夫赶紧改口, 将军, 为啥要挖个洞, 又做个盖板? 这不是白费功夫吗? 老南风道, 这是火冲用的射击孔, 你懂个屁, 这个寨墙周围一圈, 全都要挖射击孔, 平时用盖板盖上, 需要射击时, 掀开盖板, 把火冲伸出去打, 名夫们得了令, 赶紧又开始在寨墙上凿孔, 忙得快了, 随着寨子已经快要全部建成, 这些从普救寺过来的老百姓们, 心里已经开始在忐忑不安了, 建寨子的火干完之后, 会不会就没有火可干了? 若是严肖老大来一句,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那今后又该如何生活? 普通老百姓聚集的那一个分区里, 开始弥漫着一股子不安的气息, 大群老百姓涌到了战僧的身边, 压着音量, 向他说出了心中的担忧, 战僧点了点头, 明白了, 平僧去找邢大当家的问一问吧, 他从老百姓们聚聚的那一个区域, 走向步兵营, 穿过两个区域中的门时, 一对守门的士兵挡在这里, 令牌, 战僧, 令牌不是还没做好吗? 士兵们小尴尬了一把, 这个确实, 战僧, 平僧有重要的是, 要和邢大当家谈谈, 士兵们知道这和尚是老百姓们的化石人, 便帮忙通报一声, 不一会儿, 士兵来回报, 战僧大师, 您可以过去了, 战僧点了点头, 心里暗想, 这群人嘴里自称是严肖, 实际上形势却极有章法, 比官兵的军纪更好, 这伙人如果真的仅仅是一群严肖, 平僧把这双招子挖出来给狗吃, 他在士兵的带领下, 来到了步兵营的义士大厅, 这个所谓的义士大厅, 其实就是一个临时用木头搭起来的大木屋, 这一支军队名义上的头儿形红狼, 就在这里和别的部下义士, 但实际上, 这支军队真正的头儿是高出, 虽然他只会点头说好呀, 就这样做, 但他若不点头, 谁也不能乱来, 战僧走到义士大厅门口, 就见到行红狼正将一块木头, 削成了巴掌大的一块牌子, 在上面叼了个初五, 两个字, 左看右看, 贼喜欢, 还把令牌拿到脸上贴贴, 战僧, 咳, 行大当家, 啊, 行红狼吓了一大跳, 刷得一下跳了起来, 刚才, 那个, 我只是喜欢这块木头, 所以情不自禁蹭了蹭木头, 我才不是蹭那两个字, 战僧,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贫僧什么也没看到, 行红狼, 这还差不多, 你来找我, 是有何要事? 战僧将老百姓们的担忧讲了一遍, 低声道, 大伙现在很担心, 没有活迹可做, 没有人管饭, 你也知道, 现在外面天下大汉, 兵荒马乱, 流寇乱窜, 天灾人祸叠加在一块, 老百姓们生活很难, 本来大家一直难倒也没啥, 但在这里做了几天工有人管饭, 还每天发三斤面, 这好日子才过了没两天, 就要结束了, 他们心里不安得很, 行红狼笑了, 原来是这种事, 告诉大家, 没必要担忧, 活儿根本干不完的, 战僧, 嗯, 行红狼道, 寨子既然建好了, 脚跟稳住了, 咱们当然就要争取把生活过得更好了, 接下来第二步, 就是在老百姓生活的那个区域里, 建起铁匠房, 木工房, 墨房, 反正就是像个普通的码头小镇一样, 该有的东西全部建起来, 该搞的东西全部搞起来, 战僧一听这话, 心里暗想, 你们这是要把谷渡码头变成一个手工业小镇, 这么大的野心吗, 这更不像严肖做的事了, 你要说你是个官府的地方官, 感觉还更像一点, 行红狼, 你回去就通知老百姓们, 让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来建设吧, 各种房屋, 工匠房, 商府, 都可以尽情地建, 所有工人的工钱, 还是按三斤面粉一天来算, 这也不能让他们乱建啊, 战僧哭笑不得地道, 两个居民如果建的房子连在一块了, 也是要为抢地皮而打架的, 行红狼仔细一想, 这还真是的, 城镇的建设是需要规划的, 不能丢给村民自己发挥, 否则最后肯定搞的房子连房子, 中间连个挤过去的缝都没有, 糟糕了, 规划建设这事儿, 自己不会, 噪音肯定也不会, 高出五更不用说了, 老南风估计也够呛吧, 这一次来山西的, 全是武将啊, 没有一个文员, 行红狼有点小尴尬, 战僧大师, 一旦开始搞这些, 我就有点管不过来了呀, 看来, 得帮个读书人来帮忙了, 你可认识, 会规划管理城镇建设的读书人, 以前做过师爷的, 就最好了, 战僧哭笑不得, 哪有读书人愿意给延宵干活的, 这倒也是, 行红狼道, 罢了, 这是我会去找人解决, 你先不用管了, 告诉老百姓们, 稍安勿躁, 很快就会有活干, 没活这几天, 我也会给他们管饭, 对了, 让那些老百姓中的商人, 都来见我, 古渡码头, 本来就是一个工商业者聚集的地方, 这里有许多小商人, 其中卖四岩的居多, 卖别的各种乱七八糟的都有, 行红狼将手里雕刻好的令牌, 递给了战僧, 把这个令牌给商人们, 他们拿着这个, 来主营议事, 就不用再通报了, 战僧接过牌子, 看了看, 不着痕迹地问道, 这牌子是行大当家的令牌吧, 行红狼, 是啊, 怎么了, 战僧, 既然是您的令牌, 上面应该是刻着狼子, 为何刻的是初五, 行红狼, 几秒之后, 他的脸刷得一下红了, 要不要把这和尚杀了灭口呢, 但突然又想到, 我和初五已经成亲了呢, 还害个屁的羞啊, 于是又淡定了下来, 我这女人很传统的, 出嫁从夫, 所以我丈夫, 才是这支队伍真正的大当家, 可他的名字, 有什么问题, 战僧心中暗笑, 你就强撑吧, 哈哈, 他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那平僧就先回去了, 战僧走远之后, 行红狼对着守门的士兵招了招, 将他们叫了过来, 然后又从衣兜里, 拿出另一块一模一样的令牌, 对他们低声道, 你们看, 我雕刻的令牌, 在背面这个位置, 故意刻了一个小口子, 对着这小口子里看, 还能看到, 里面歪了两道刀印, 只要是我雕的令牌, 都有这样的口子和刀印, 守门的士兵一脸猛, 行夫人, 您这样弄是为啥, 行红狼黑地笑了一声, 如果有人自己找块木头, 雕个初五两个字, 就想混进咱们的大营, 你们, 嘿嘿, 懂了吧, 守门的士兵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防伪, 不愧是久走江湖的行老大, 这江湖上的蛇虫鼠道, 实在是厉害, 战僧回去之后不久, 商人们来了, 人数还不少, 都是常年在码头上倒腾的, 十几个人, 行红狼, 诸位, 我们的寨子已经建好, 脚跟也算是扎稳了, 接下来, 我就准备向外伸手, 这一次叫你们过来, 是为了粮食的事, 那十几个商人, 早就猜到了, 要他们做什么, 抱拳道, 行大当家, 是要我们卖粮吗? 是的, 行红狼道, 我不是正经商人, 没法往蒲州城里大大方方的运粮, 但是你们却可以, 这批货, 我以二百文一斗的价格, 给你们, 卖多少, 你们自己看着办, 你们把这些粮带去蒲州城, 或者河东道, 反正随你们怎么发挥, 总之, 把他们, 交到普通老百姓手里去, 商人们低声道, 不能进粮行, 对吧? 是的, 这些粮, 别进粮行, 行红狼黑地笑了一声, 一进粮行, 就不知道得翻几倍, 才能落到老百姓手里了, 商人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报了报权, 行大当家放心吧, 这事, 交给我们好了, 只是, 一名商人低声道, 咱们大量把粮食, 运去了蒲州城和河东道, 码头上的存粮, 岂不是就少了, 您这里每天还要给每个老百姓管保, 还要给他们三斤面粉的工钱, 所耗极大, 每天都得消耗几千斤粮食, 咱们再往外运粮, 码头上的老百姓, 看着存粮减少, 心里就会不安稳了, 行红狼黑地笑了一声, 这事, 你们无需担心, 我自由解决之道, 商人们也就不多说废话了, 每个人按自己的经营能力, 在行红狼这里, 购买了一批粮食, 兼挑弹扛车运, 甚至雇佣民夫, 各出手段向着蒲州城出发, 噪音带着骑兵出了寨子, 护着这些商人, 一直到将他们送进了蒲州城, 这才回来, 他们这一下运走了不少粮食, 还真是让码头上存粮大减, 聚集在码头上的民夫们, 又开始担忧了你看见了吗? 早上好多商人进了粮仓, 拉走了大量的粮食, 我不光看见了, 还帮忙装货了, 商人给了我二十文钱的搬运工钱, 咱们每天消耗几千斤粮食, 现在又运走这么多, 天啊, 剩下的粮食, 还够我们吃几天啊, 寨子里的存粮还不少, 堆得像个小山, 但一天几千斤的用, 应该管不了一个月吧, 怎么办, 这样搞, 就算行大当家也撑不住吧, 老百姓们议论纷纷, 就在他们内心惶恐时, 有人叫道, 快看, 船回来了, 行大当家的船回来了, 原来, 那战舰和两艘货船, 在卸完了货之后, 于两天前离开了谷渡码头, 返回智川码头去了, 没想到, 他们现在又回来了, 这一次回来, 货船居然又多了一艘, 变成了一艘战船, 三艘货船的编队, 船居然又变多了, 这么巨大的货船, 有两艘已经很不得了了, 行大当家, 居然有三艘, 哇, 三艘船上面都盖着黑色的油布, 油布里面不会全是粮食吧, 肯定是粮食了, 不然行大当家, 怎么敢把先前的粮食, 都让商人们运走, 他们究竟是去了什么地方拉来的粮食, 是去了花花世界的江南吗, 管他去哪里弄来的粮呢, 就算是因曹地府弄来的粮, 只要能让我吃饱, 我都管他叫娘, 三艘大货船, 缓缓地靠了岸, 随传来的, 又是一大堆粮食, 名夫们看到这一幕, 兴奋地嗷嗷直叫, 刚刚因为粮食不足的惶恐, 现在早已经消失不见, 不一会儿, 主营那边就派了人过来, 现在需要一批搬运工, 将三艘货船上的粮食搬运下来, 还是老规矩, 三斤面粉一天的工钱, 我我我, 老百姓们轰的一声又涌了上来, 开心干活罗, 行红狼却找到了那战船的船长, 低声把码头需要搞建设, 但是没有人规划的事情, 讲了一遍, 船长点了点头, 我尽快将这件事带回去, 村子里会安排人处理的, 对了, 何教习和白先生都让我转告你, 高家村已经开始图谋白水县, 寒城, 大立县这三个地方, 黄龙山里的基地也在扩建, 现在摊子扑得很快, 人力不足, 没有办法再给你增加兵力了, 你这边看情况, 可能需要在山西扩招一些士兵, 站在行红狼身后的老南风, 心里惊了一惊, 白水县和大立县也就罢了, 寒城不好动哦, 寒城这地方, 属于西安府同州同关道所属, 而到这个行政单位, 和县, 州、府不一样, 后面三者都是普通的行政单位, 但明朝时候的道却带有军区的意思, 凡是被设为道的地方, 都是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 例如河东道, 管辖着中原地区最大的产颜重地, 谢迟, 朝廷在河东道驻扎着重兵, 再例如, 寒城所属的同关道, 它是横穿中原腹地, 连接长安洛阳的轴心干道, 属于最重要的战略要地, 朝廷是绝不容忍夺取的, 只要有流寇敢动寒城的主意, 就会派猛人来守, 王左卦曾经两次攻打寒城, 都被猛人打退了, 这个猛人就是红城仇, 船长笑着对老南风道, 将军放心吧, 这几年你在劳改劳里过的, 对咱们高家村的手段还不太了解, 我们动寒城的办法, 并不是正面打过去, 而是会用各种手段, 哎呀, 其实, 就算真的正面打过去, 有天尊出手, 也不是问题, 老南风抱了抱拳, 不说话了, 船长道, 相对于寒城来说, 你们要动得和东道解驰, 会更难一些, 山西这边太远了, 天尊他老人家, 现在没空亲自到山西这边, 来出手帮忙, 你们在没有天尊保佑的情况下行动,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这是天尊他老人家的原话, 船长交代完了天尊的指令, 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安静地, 等着民工们搬运粮食, 三大货船的粮食呢, 就算数百个名副一起动手, 也得搬运很长时间, 他又得在这里, 停留个两三天才能回去, 行红狼, 高出武, 造英, 老南风这四个人, 则聚到了一起, 高家村那边, 已经在准备入住同关道的寒城了, 行红狼道, 而我们这边的动作, 也不能太慢, 免得让家里的人看了笑话, 咱们现在寨子也立稳了, 先一步派去蒲州的商人们也去了, 接下来, 就该向着谢氏出手了, 尽快把盐弄回去, 才是正道理, 老南风废话不多, 只是报了报权, 末将愿望, 造英, 这次去可不是打仗, 而是和谢氏边的岩将们接触, 老南风将军就不必去了, 你还是留守寨子, 保证咱们的古渡码头安全为家, 老南风点头, 不再妖战, 行红狼道, 谢氏北岸的河东城, 现今山西运城, 里面, 驻扎着大量的官兵, 所以我们只能偷偷摸摸, 前往谢氏的南岸, 这事情需要用到的人手不多, 我会带着田鸟飞一起去, 造教席带少量的骑兵, 跟着我们一起, 行动便是, 我看这样, 造教席还是带武师骑, 和我们一起去吧, 剩下的骑兵, 交给老南风将军, 暂时代管着, 好, 噪音转头看向老南风, 将军, 应该也会指挥骑兵吧, 老南风黑地笑了一声, 末将当然会, 咱们混边军的, 哪有不会用骑兵的道理, 这倒是, 若是江南的卫索兵将军, 也许不会用骑兵, 但边军没有不懂骑兵的道理, 大伙儿心里都暗想, 有老南风这么一个人在队伍里, 还真是挺安心的, 那事情就这么定了, 高初五和老南风两个男人, 留守寨子, 行红狼和噪音两个女人, 却负责出击, 这一刻, 女人还真是顶上了半边天, 甚至还比半边多了一点点, 第二天大清早, 用过早饭之后, 行红狼和噪音, 再加上一个铁鸟飞, 带着50名骑兵, 行红狼手下42个四岩贩子, 铁鸟飞手下18个四岩贩子, 一行100余人, 全都骑上战马, 出了谷渡码头, 向着谢池狂奔去, 然而, 就在他们刚刚离开不久, 谷渡码头北方的小树林里, 就冒出来了两个脑袋, 这是两名精锐的边军赤后, 又叫叶不收, 是雇员边境上戎边的精兵, 在雇员兵变时, 没有随着狼千户一起攻打成城, 被天尊收拾, 而是加入了不詹尼叛军, 归入不詹尼第五队, 老张飞的部下, 一名赤后低声道, 看见了吗? 行红狼走了, 另一名赤后点头, 看方向, 他们是去谢池了, 谢池离地此一百里出头, 大清早这个时间出发, 骑马赶路, 加上半路上休息吃饭的时间, 到达谢池时, 肯定已经是半夜三更, 此去肯定是搞私言。 嘿, 他们这一去, 每个两三天是回不来的, 行红狼既然不在, 那这河边小寨子, 就不难打罗。 没错, 他们杀了少当家, 此仇不报不行, 咱们赶紧回去通知老大, 趁着行红狼不在, 掀了他的破寨子。 喂, 别忘了江上的船, 那船放起炮来, 太可怕了。 没事的, 咱们在这里也看了几天了, 那船卸完了货, 就会离开咱们去通知大当家, 大当家在率兵赶来的时间里, 那船应该已经卸完了货走了。 到时候船不在, 行红狼也不在, 这小破寨子, 轻轻松松就能打下来。 两人商量停荡, 赶紧向北溜了, 行红狼一走, 寨子里就只剩下老南风一个人, 智商在线了。 高初五是没法指望的, 这货还傻憨憨地, 在帮着民夫们, 从船上搬运粮食下来呢, 一边搬, 一边故意向着孙家庄的人搭讪。 嘿, 你们是红狼老家的人吗? 红狼小时候的事情, 能不能给我讲讲呀? 什么? 他小时候居然也会尿床? 我家红狼也有这么训的时候吗? 你, 你胡说, 红狼明明是美女。 高初五和孙家庄的人, 闹得其乐融融。 老南风瞥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震了震精神, 这里只能靠我, 我可不能掉链子。 好不容易有了天尊这个大靠山, 也不再融边了, 掉回了花花的中原世界。 这美好的日子, 还没过两天呢, 我可不要死在这里。 老南风登上了新搭起来的剑楼, 向着四周眺望, 突然视线最远处的树林边, 好似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 这距离, 肉眼看不清啊, 没关系, 高家村有高科技, 他从腰带里抽出一个单筒望远镜, 对着树林里看了过去。 这一下看清了, 在树林晃荡的是两条金汉的汉子, 看穿着打扮, 像是边君啊。 而且还很像是顾元的边君, 自己似乎对这两张脸, 还有一点点印象, 老南风心中微动。 如果真是顾元的兵, 现在还游离在外的, 那肯定是加入了流寇。 而顾元兵能加入的流寇, 当然是陕西流寇, 落穿不沾泥的可能性最大。 老南风将望远镜递给了身边的两名哨兵, 注意这个方向, 多用望远镜看。 如果我所料不差, 不需两日, 贼军就要从这方向攻过来了。 两个哨兵吓了一跳, 哎, 老南风, 怕个屁啊, 咱们有寨子, 有骑兵, 有火冲, 还有剑炮, 这一仗是必胜的, 只是看怎么个胜法, 要大胜还是小胜而已。 你们不是早就想玩望远镜了吗? 这两天好好玩玩, 玩得开心点。 两个哨兵大喜, 遵命, 两人接过望远镜, 爱不是手, 东看看, 西看看, 嘴里不时地发出蛙的一声。 看, 南边河岩, 有个大姑娘在洗衣服, 这姑娘长得不错啊, 好大的屁股。 老南风脸色一变, 一把将望远镜夺了回来, 妈的, 叫你们看着北边, 你们看着什么东西? 两个哨兵大汉, 将军, 我们不敢了, 都给你们说了, 贼军两日之内会来, 这两日可不能在东张西望, 必须把北边给我看好了。 老南风一脸严肃地说完, 突然话锋一转, 但现在敌军赤猴刚走, 回去通知主力过来, 还需要时间, 这中间至少也有几个时辰是安全的, 嘿嘿, 大姑娘在哪里, 快指给本将军看看。 两个哨兵, 老南风用望远镜偷看了大姑娘洗衣服几眼之后, 满意了, 贼满意了, 哼哼着小曲儿从剑楼上走下来, 一脸快活的模样。 正好碰上战僧带着一群名夫, 还在寨墙上挖射几孔呢? 见到老南风一派轻松的模样, 战僧微笑道, 将军心情不错, 看来周边没什么问题吧。 老南风笑嘻嘻地道, 刚才发现了贼军事后, 他们马上就要攻过来了。 战僧, 旁边枣孔的名夫, 一群人全都用古怪的眼神看着老南风, 心想, 贼军马上要攻过来了, 你还笑得这么开心, 一副很快活的模样。 你这人究竟是哪里不对劲, 老南风一脸的笑意, 哎呀, 中原真好啊, 河边也有漂亮大姑娘洗衣服, 在北边的时候可他赶紧打住, 马下脸来, 挖射击孔的, 动作快点, 一天之内, 要把剩下的射击孔全部找好。 不然贼军攻过来时, 我方的火冲兵没地方开枪呢。 他这一句话刚说完, 名夫们的动作就加快了三倍。 这他娘的, 敢不加快吗? 要是挡不住流寇, 他们也难逃一死。 战僧长长地叹了口气, 握紧了自己的哨棍,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老南风斜了他一眼。 大师, 我看你身形就知道, 你是个练家子, 功夫好得很, 我多半打不过你, 高出五都不一定是你的对手。 而且, 你这一身杀气重得很, 年轻时没少做杀人放火的够当吧。 战僧双手合十, 以前的事, 贫僧已经忘了。 老南风黑黑笑, 为了救这些老百姓, 你肯定也得出手, 怎么样要不要把少公换一换? 我给你弄把大刀来, 一看你就是耍刀的好手。 战僧摇头, 刀这东西杀孽太重, 贫僧用哨棍就挺好。 棍树乃神武不杀之术, 贫僧不想再杀人了。 老南风黑地笑了一声, 这神武不杀四个字, 哪有这么容易做到? 依我看啊, 杀一人而救两人, 也是大功德, 大师以为如何? 战僧摇头, 一人不杀, 再救两人, 岂不是更好? 老南风大笑, 大师, 你这个叫做贪心, 战僧, 在这种事上, 老南风摇头, 转身就走, 不削片刻, 就走到了战船前面, 那战船的船长, 还在船头坐着, 百无聊赖地看民俘们搬动货船上的货物呢, 老南风对着他招了招手, 笑道, 兄弟, 很无聊, 船长笑, 是啊, 指挥着这么厉害的战船, 却没什么机会出手, 有点恼人, 老南风, 马上就不会无聊了, 贼子要来了。 这句话, 让船长精神一震, 嘿, 那我, 老南风, 我得请你先躲一下了, 船长大急, 为啥, 好不容易有个出手的机会。 老南风道, 你的船如果在这里停着, 贼子是不会出手的。 这句话让船长一醒, 对啊, 自己这船十二门炮架在这里, 流寇哪里敢动, 老南风黑黑直笑, 船队正常卸货, 卸完之后, 你要率船队回洽船码头是吧, 请你向北航行树里, 看不到谷渡码头之后, 找个水流, 稍缓的地方等着, 见到谷渡码头冒起浓烟, 你再带着船队回来。 船长瞄懂,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多谢老南风将军, 天色已全黑, 所幸天上有一轮明月, 将荧光晒在了解池上, 使得整个蟹池边一片银灰色, 肉眼也能勉强事物。 行红狼, 噪音, 铁鸟飞等人, 在离蟹池还有一里的地方, 就下了马, 噪音的人留下, 带着马藏在树林里。 行红狼, 铁鸟飞两人则带着丝岩贩子们继续前进, 他们全部换上了黑衣, 与黑暗融为一体, 肉眼难查。 铁鸟飞远远地指了指谢池北岸的巨大城池, 看, 河东城, 朝廷的颜克斯就住在里面, 这里随时随地都驻扎着一千官兵, 外面流寇不管怎么闹, 这一千官兵也不动弹, 就是死死地守着谢池。 行红狼点头, 两人带着人, 绕向了谢池南岸谢池长四十余里, 宽四里, 只要绕到南岸, 就不容易被官府发现了, 严肖们也一向都是和南岸的严将们联络, 偷偷弄走四岩两人在黑暗中前行, 前方出现一个村庄, 村庄周围到处都是岩池, 一个接一个, 大片大片地铺开, 岩池旁边围着高高的木墙, 这些木墙几乎将整个村庄和周围所有的岩池都圈在了其中。 木墙上开着一个门, 门上开着一个小窗, 从小窗看进去, 门后守着两个官兵。 行红狼低声道, 我几年没跑岩, 这两个兵我都不认得了。 铁鸟飞嘿嘿笑道, 放心, 我认得他们。 他从树林里窜了出去, 笑着走向了那两个官兵。 官兵感觉到了黑暗中有人靠近, 手放在了刀把上, 什么人, 官员重点, 不得靠近。 是我, 铁鸟飞, 两个兵立即笑了, 原来是铁大当家。 铁鸟飞嘿嘿笑着摸出了一定银子, 从门上的小窗塞了进去, 很快, 那门开了, 两个官兵低声道, 这次给的很多呀, 铁大当家要玩个大的。 铁鸟飞, 是的, 玩得很大, 就看你们怕不怕, 两个兵笑, 那要看玩得多大了。 铁鸟飞, 我要把这个村子里的盐全部弄走。 两个官兵对视了一眼, 有点猛, 全弄走, 疯了吗? 不过, 这里只是谢吃周边的诸多盐村之一罢了, 就算将整村盐都弄走, 对朝廷的影响也不大, 别的村还要产盐吗, 倒也不是不敢玩, 只不过, 光凭他们两个兵肯定是不敢玩的, 这是要通知上面了。 一个兵道, 至少得盐克斯点了头, 咱们才敢帮忙, 铁鸟飞, 要盐克斯点头, 需要多少钱, 报个价吧。 那兵低声道, 至少得一百两, 不, 两百两。 好, 两百两就两百两。 铁鸟飞拿出早已经准备好一袋子大盈钉, 你们去通报吧, 我在这里等着, 两个兵点了点头, 其中一个继续守在盐村门口, 另一个人则拿了一袋大盈钉, 跑进了村子里, 不一会儿, 这村子里的官兵小队长也起身了, 见到大盈钉之后, 赶紧划了一个小船, 渡过谢池, 向着对面的河东城里去了, 河东道盐克斯, 此时刚入睡不久呢? 突然听到下人来报, 说, 对面盐村的兵族队长求见, 马上精神一震, 瞌睡没了。 盐克斯在这位置坐得久了, 当然也知道, 盐销们会在这种半夜三更的时候, 偷偷跑到谢池南岸搞盐, 通常他们会塞点小钱给守兵开门, 然后买个几百斤盐跑路, 但如果盐销想完大典, 对面的守兵就不敢乱来了, 会跑来见自己, 这时候, 就不再是几个小钱的事, 而是有一大笔钱, 要干大活了。 所以, 半夜有人教自己起床, 那就是要发财, 想不高兴都很难。 盐克斯劈了一剑外跑起来, 到外间里, 那守兵队长上前来, 将一个袋子递上。 盐克斯用手一提拎就知道, 差不多有两百两银子。 心中顿时大喜, 大盐销来了呀。 盐克斯笑道, 他要多少货。 守兵队长低声道, 他要冯家村全村的盐。 哟, 盐克斯笑了, 玩得好大, 这盐销很有实力吗? 守兵队长点头, 是咱们的老乡好了, 你也见过的, 盐克斯,铁鸟飞, 记不清了。 守兵队长用古怪的语气道, 报个价吧。 盐克斯, 啊, 想起来了, 原来是那家伙。 我记得那家伙的生意, 做得也不算很大, 现在吞得下整村的货了, 守兵队长, 吞不吞得下不知道, 但他确实给了两百两银子。 盐克斯点了点头, 行吧, 看在这两百两银子的份上, 我管他怎么折腾, 冯家村的盐都, 卖给他吧。 我给上面暴奏说, 守兵队长, 好的。 他说了好的, 却不退出去, 眼巴巴地看着盐克斯。 盐克斯伸手到银带子, 抓出几定银子, 约莫有个五十两左右, 往守兵队长手里一扔, 把这些银子给冯家村里的兄弟分一分, 这是别走漏了出去。 守兵队长大喜, 赶紧捧着银子退了出去, 又划了个小船, 回到冯家村这边来。 他这一来一回, 在水上都划了巴黎水路, 还真是耽搁了不少时间, 等他再见到铁鸟飞时, 时间都到了后半夜了, 铁大当家, 事情谈成了, 盐克斯点了头。 这冯家村里的盐都卖给你, 不过, 你懂的, 那两百两只是拿到了买盐的资格, 要带走这些盐, 还得另付一笔钱。 铁鸟飞笑, 报个价吧。 守兵队长伸出两个手指头, 二十文钱一斤。 铁鸟飞, 成, 你这边也叫村子里的盐将们, 把盐都运出来吧。 我再出一笔运费, 让他们帮我运到蒲州。 盐这东西, 在寻常年间, 在谢池这个产盐地, 最低能卖到四五文钱一斤, 而在非产地, 差不多是七八文钱一斤。 但大汉年间再加上战乱, 就不一样了, 产地也要卖到二三十文钱一斤, 非产地的话, 甚至能达到七八十文钱一斤, 价格涨得非常的离谱。 但铁鸟飞不在乎, 他和那守兵队长谈好, 立即返回树林里, 招呼了一声行红狼, 于是行红狼手下的四十二人, 加上铁鸟飞手下的十八人, 一起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在村口守着。 很快, 守兵就组织了岩将们, 从冯家村里, 一车一车地将丝盐运了出来, 双方又谈好了, 把这些盐, 一路运到蒲州古渡码头的价格, 岩将们就开开心心地推着车子, 出发了。 行红狼和铁鸟飞的部下, 就在车队边护着。 直到这里, 等到运研队走出了官兵的视线, 树林里突然响起马蹄声, 噪音带着五十骑兵, 加上几十匹空马, 呼啦啦地冲了出来。 这一下, 可把运研的岩将们吓了一大跳。 不过, 骑兵们倒是没拿他们怎么样, 只是将马交给了行红狼和铁鸟飞的人, 两伙人一起翻身上马, 变成了非普通的撕岩贩子。 岩将们看着这些骑着马, 看起来就气势汹汹的撕岩贩子, 心里暗想, 今天这铁大当家不对劲了呀, 以前都没这么拉风的阵势, 现在怎么就这样了? 就在这时候, 行红狼才对着他们开了口, 岩将兄弟们, 今天我在你们手上买的岩, 最后能落到你们腰包里的钱, 到底是多少? 岩将们对视了一眼, 低声道, 两文钱一斤。 行红狼冷笑, 我食付的是二十文一斤。 岩将们, 行红狼嘿嘿笑, 官府坑得你们太狠, 有没有兴趣绕过官府稿, 我直接付钱给你们买我可以出到十文一斤哦。 这不废话吗? 收入翻五倍谁不想? 岩将们齐声应道, 当然想。 行红狼, 想就简单了, 有没有胆子逃出冯家村, 在官府看不见的地方, 再挖一片岩池出来, 做出来的丝岩全都卖给我。 岩将们一听这话, 猛啊, 这这怎么敢? 被官府发现, 就是死路一条。 行红狼, 不要怕, 蟹池那么大, 长四十余里, 宽四里呢, 找个起脚嘎拉之处, 官府看不到的池边, 偷偷挖上一片岩池, 池边只要有高高的茅草遮蔽, 不走到镜前, 是看不到的。 然后饮水入池, 尽情晒岩, 赚的每一个铜板都归你们自己, 岂不胜过现在这样? 岩将, 这样一搞, 我们都成黑户了。 行红狼,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你们不知道吗? 山西闹流寇呢? 十有五六的良民都从了贼, 他们都成了黑户, 有谁在怕的? 岩将们一听, 这倒也是。 一名岩将道, 要在蟹池边偷偷搞岩池, 是很难不被官府发现的, 但蟹池西边, 有一个叫萧池的池子, 产出来的岩味道烧苦, 没有蟹池的岩好吃, 所以, 官府从来不过问。 如果是在萧池边开挖丝池, 倒是不惧朝廷巡查, 他咬了咬牙道, 若是铁大当家和这位女当家, 愿意保我的狗命, 我便敢逃出冯家村做个流民, 跑到萧池边搭的草棚居住, 挖丝池给你们造岩, 就怕那岩味苦, 你们看不上。 行红狼咧嘴笑了, 高家村药盐, 主要是为了治检, 怕什么苦, 反正都不是人吃, 嘿嘿笑道, 好, 那就在萧池边干了。 他们这么一说, 倒是给了别的岩将勇气, 又有好几个岩将开口道, 我们也愿意来。 岩将们推着庄严的大车, 走得慢, 只走了几里路, 天就快要亮了。 大伙儿也都累了, 打算找个地方休息。 岩将们便主动带路, 带着行红狼和铁鸟 飞向西北方向绕了一点点路, 来到了一个比蟹池少得多的内陆湖泊, 长度只有十几里, 窄处也只有两里宽。 这里就是萧池了。 自古以来, 萧池产的岩就没有蟹池的品质高, 微略苦。 不论是官府还是民间, 都没有在这里治岩, 又因为池水含岩含消太重, 水里没有鱼, 池边连个渔村也没, 萧池周边一片荒芜。 行红狼一看这地方就喜欢, 此处偏离官道, 没有人烟, 也就意味着不容易受到官府和流寇的袭绕, 可以躲起来悄悄地发育。 虽然有点慌, 但这不是问题。 他在高家村住得久了, 思维方式也是高家村思维方式, 荒帝不可怕, 只要掉线民工过来, 工钱付好, 用不了多少时间, 就能将荒帝变成热闹的村庄。 这种从无到有的建设, 是天尊最喜欢看到的。 天尊最喜欢大家见呀见的, 每一件出点新鲜东西来, 天尊都会很开心。 岩池算是新鲜东西吧, 清晨的古渡码头, 老百姓们一起床, 就赶紧跑去三艘大货船边卸货, 他们很喜欢这个卸货的工作, 不仅仅是因为东家管饭, 还有三斤面粉的工钱, 更重要的是, 当他们把船上的粮食搬下来, 摆在码头仓库里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很安心。 汗了几年, 呃, 怕了, 总是担心有了上顿, 没有下顿。 不光要担心自己断粮, 还要担心东家断粮。 而现在, 看到东家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岂有不开心之力, 工人们在努力干活的同时, 老若妇孺们也在忙了, 他们在前一天, 把黄河里的水打起来, 装在木桶里, 第二天早上起来时, 水里的泥沙已经沉淀, 便可以把上层的水打出来, 用来烧水煮面糊糊。 虽然只有面粉这一种单调的食材, 但能吃得饱面粉, 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一个心灵手巧的妇女, 揉好了面团, 然后将它拉长, 环绕, 居然做成了一个麻花的形状, 放进了锅里, 煮药油炸的。 旁边的老人忍不住笑骂道, 你在搞什么名堂? 搓个麻花出来干嘛? 这锅里又不是油, 只是水, 麻花是虚吧。 妇人尴尬地笑了笑, 好些年没吃过麻花了, 有点想吃, 但是没有油也吃不了呀, 就弄个形状, 涂个乐子老人笑, 这倒也是, 就当这一锅水是油吧, 咱们把水煮面当成麻花吃, 也是一样的想。 妇人, 真希望旱仔早些过去, 咱们能种点油菜, 榨点菜籽油, 炸几个麻花, 来吃吃。 他们刚说到这里, 就听到货船边搬货的工人们, 突然欢呼起来。 老人奇道, 咦, 那边发生了什么? 妇人也放下手里的面团, 站起来向货船边看, 只见货船上跳下来, 一个汉子, 手上居然抱着一个大罐子, 惊喜地大喊, 大家看, 原来有一艘货船上装着油罐子, 我闻了, 这里面全是菜籽油, 好大一罐子油。 哗, 别的人大哗。 接着, 又一个搬运工跳下船来, 肩上居然挑着两条腊肉, 他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大吼道, 大家看我从船上搬下来的是什么? 肉啊, 腊肉, 香喷喷的。 旁边的人又大哗, 不只是他们, 别的搬运工也陆陆续续地发现了, 这一次的货物, 已经不仅仅是面粉了, 只有两船半的面粉, 还有半艘船上居然运了一些糖, 蔬菜, 猪油, 菜籽油, 腊肉, 牛肉干, 鸡肉干, 这些东西从船上搬下来时, 山西老百姓们眼睛都看得直了。 有没有搞错? 几大船粮食已经是看不懂的实力了, 行大当家居然还能再运来这些。 这是什么可怕的实力? 一个搬运工兴奋地冲到了战争面前, 大笑道, 大师, 大师快看, 好大一块牛肉干, 好大一块啊, 可香了, 就将那人扫翻在地, 骂道, 贫僧可是和尚, 你把肉拿过来, 给贫僧闻是什么意思? 那人从地上爬起来, 一脸尴尬, 啊, 我忘了。 战僧虽然不吃肉, 却知道这么多肉代表着多强大的实力, 他远远地瞥了一眼大货船, 再看了看在不远处指挥若定的老男风, 心里暗想, 这伙人如果真的是撕颜贩子, 贫僧把脑袋摘下来给他们当球踢, 撕颜贩子行红狼, 只是他们推出来摆在明面上的幌子, 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 只是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图谋什么, 哎, 管他什么图谋呢, 只要没有害人, 而是在救人, 那就盛造七级浮屠了, 这时候, 老男风从船上抱了一大罐菜籽油下来, 走到了那个搓麻花的妇人面前, 将油罐子往他手里一放, 笑道, 我刚才在远处看到, 你好像会做麻花, 妇人赶紧点头, 君爷, 小女子出生于张银香的永宁村, 咱们那里全村人都擅长做麻花, 老男风大喜, 那还等啥, 这罐油就交给你了, 赶紧地把麻花炸出来, 他娘的, 老子想吃麻花, 已好多年妇人, 君爷也很多年没吃过麻花了吗, 哎呀, 小女子已经有四年没吃过了吗, 老男风笑, 才四年, 算个屁, 老子快十年没吃过了, 妇人, 老男风一脸地惆怅离开这中原花花世界快十年, 老子连做梦都想, 我和你这些什么, 快把麻花弄出来, 妇人赶紧动手, 重新架起一个锅, 在锅里倒上菜籽油, 半锅油啊, 太奢侈了, 妇人有点小紧张了, 这油锅要是不小心打翻了, 砍了自己的头都不够赔, 旁边的人显然也是一样的想法, 全都躲得远远地, 生怕自己粗手大脚碰翻了油锅, 烫伤还是小事, 浪费半锅油, 绝对是死罪, 死罪, 油烧滚了, 妇人用颤抖的手把面团拉长, 一旋卷成了麻花的模样, 然后往锅里一放, 滋香的能杀人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 老南风吞口水的声音, 隔了几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不一会儿, 码头上不少人吃上了麻花, 嘎嘣脆, 一口咬下去, 咔嚓咔嚓, 这玩意儿, 如果被贪吃天尊看到, 应该是不至于让天尊抓狂的, 现代人基本上都已经对麻花这玩意儿免疫了, 但这东西对于大旱灾年间的人来说, 吃上一口简直是超满足, 老南风一边啃着麻花, 一边看着天空, 泪流满面, 啊, 我的花花中原事件, 好东西就是多, 正商春悲秋呢, 三艘大货船全部卸完货了, 那战船的船长手上也拿着一个刚炸好的麻花, 对着老南风挥了挥手, 甩了个眼色, 然后大声下令, 启航, 回家了, 战船和货船都离开了岸边, 向着上游去了, 老南风精神一震, 将手里的麻花一把塞进了嘴里, 咔嚓咔嚓地嚼着, 同时飞快地爬上了最高的箭楼, 箭楼上两个少兵正拿着望远镜, 对着远处的树林里张望了, 老南风低声道,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少兵低声道, 刚才咱们的船刚刚离岸, 那树林里就窜出一个人, 快马加鞭向着北方去了, 老南风仿佛霸道总裁一般, 邪魅一笑, 很好, 很好, 他飞快地爬下箭楼, 随手逮住一个名团士兵, 笑道, 准备作战了, 让火冲兵们都准备好, 每人一个射击孔守着, 木头寨墙是单层的, 墙头上没有战人的空间, 所以, 防御的方式也和防御城墙不一样, 没法在墙头上准备滚木雷石, 以方的长矛兵也不可能爬上城墙防御, 但这种单层墙, 却可以挖出火冲兵用的射击孔, 狠利于让火冲夺起来射击, 大群士兵各就各位, 很快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老南风带上噪音, 留下的两百多名骑兵, 转到了寨子侧面的一个门前, 笑道, 你们在这里等着, 没有本将军的命, 令不要乱动, 骑兵们, 遵命, 士兵们这么一行动起来, 寨子里就弥漫起了一股紧张的气氛, 老百姓们马上就发现了异常, 开始低声议论起来, 看到了吗? 他们在备战, 要打了吗? 肯定是刘寇来了吧? 哎呀,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的大炮船刚刚离开了, 刘寇马上就来, 这些刘寇故意等着我们的大炮船走的吧? 没了大炮船, 四岩贩子们只有几百兵啊, 能打得过刘寇几千人吗? 老百姓们心里慌得不行, 大群人又涌到了战僧的身边, 等着他拿主意, 战僧长长地叹了口气, 大家抄家伙吧, 棍子, 锄头, 钉耙, 锅盖, 粪勺, 有什么拿什么, 大家这几天都吃饱了饭, 有了力气了, 流寇那边的杂鱼兵也不比大家强多少, 不要怕, 大师, 别的武器咱们都有, 粪勺, 咱们真没有, 战僧光头上的青筋绷出了两根, 贫僧这段话的重点是粪勺吗? 你们能不能抓住重点, 老张飞的大部队来了, 还是老样子, 一来就是数千人, 这家伙上次攻打古渡码头, 被战船拿大炮一阵乱打, 船上县堂枪兵, 还枪毙了好几个汉匪头目, 使得他损失不小, 普九四一战还损失了他的一子小张包, 但是, 这家伙这次来的人数, 居然更多了, 这也算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一个典型特色了, 战争中前期, 流寇大军几乎是每战必败, 但是越败人越多, 官兵不管怎么暴打他们, 他们都能越来越多, 上个月暴打他一顿, 下个月, 他又多出来一千人, 你敢信? 老南风嘴里叼着一根草叶, 一脸不屑地看着渐行渐进的贼军, 懒得吐槽, 高初五却摇了摇头, 标准的高家村思维发言, 这些家伙又裹挟了周边许多村庄的老百姓, 蒲州城外的村庄, 大约也找不到多少活人了, 老南风道, 这周边被他们扫了一圈又一圈, 活人要不是躲进了蒲州城, 要不是就躲进了蒲州寺, 然后到了咱们这里, 说到这里, 老南风咧嘴一笑, 高将军, 别看我笨, 认真想的话, 我也会想得到正确答案的, 他开动脑惊讶, 啪, 脑门上灯泡一亮, 有了, 高初五笑道, 这意味着, 我们跑去蒲州外标太阳车, 不会撞死路人了, 可以随便标, 老南风, 旁边的士兵, 安静, 诡异的安静, 好一会儿老南风才捂着胸口道, 意味着老张飞这伙人如果不攻打蒲州城, 就没东西可抢, 必须离开这片地区, 又去祸害下一片了, 高初五, 啊, 那哪行, 不能再让他们去祸害别的人了, 老南风黑地笑了一声, 那就得在这里杀了老张飞, 高初五捏了捏拳头, 好, 杀了他, 杀了他们, 与此同时, 寨外越来越迫近的老张飞军里, 贼囚老张飞也正在大声发号施令, 这寨子里的私盐贩子, 杀了我儿小张包, 我要那群私盐贩子,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对方的大炮船已经离开了, 行红狼本人也不在, 留守在寨子里的私盐贩子, 群龙无首, 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了, 老张飞大吼道, 小的们都给我拼点命, 打下这个寨子, 那三船粮食, 就全都是我们的了, 哦哦哦, 粮食, 要说给小张包报仇, 贼军们还兴趣缺缺, 但要说抢粮食, 那他们可就精神了, 整整三大货船的粮食, 意味着什么, 发财啊, 粮食自由啊, 不少流寇的眼睛, 刷的一下就红了, 老张飞见士气高涨, 心里也不禁暗笑, 很好, 有着气势, 这一仗就稳了, 对方虽然没了炮船, 但火冲应该还有一些, 那玩意儿打起来是碰碰的响, 对士气的伤害很大, 但他用粮食煽动部下, 让这些流寇, 都进入了疯狂抢粮的模式, 到时候, 火冲对他们的士气打击, 就会减轻很多了, 只要所有部下都汗不为死, 攻破一个区区木头寨子, 并不怎么困难, 把咱们事先准备好的大木板拿出来, 老张飞一声令下, 贼兵们拿出来许多厚厚的木板, 这玩意儿, 起码一寸半的厚度, 很沉重, 一个贼兵要单人拿着一块木板, 也是很吃力的, 但这东西, 用来挡火冲子弹, 却非常好用, 老张飞这些年造反也不是白造的, 崇祯元年, 就随着不沾泥起义造反, 到现在已经是三年多的军旅生涯了, 在与官兵和各地的名团作战的时候, 也累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他现在已经很清楚三眼神冲, 秒冲这一类武器的威力, 这些火冲的命中率极低, 而且威力也不高, 在三十张的距离上, 基本上不可能打穿一寸厚的木板, 当然, 距离越近, 千弹穿透木板的能力也就越强, 到了十来丈的距离时, 一寸厚的木板就有被打穿的风险了, 所以, 他让旱匪们制作了这种一寸半厚的木板, 其厚度等于一块又厚又大的菜板, 非常沉重, 单手基本上不可能拿得动, 必须双手撑着, 木板下沿堆在地面上, 缓缓向前推进, 就算进入十丈的距离, 三眼神冲和鸟冲也打不穿这种厚木板, 汉匪们能靠着这种木板, 走到敌人面前足够近的地方去, 只要凑近到四五障开外, 贼兵们就可以丢开木板, 一个剑步窜到木制的斋墙边上, 而这斋墙很薄, 是单层的, 墙头上不能占人, 所以墙头上就不会人助手, 贼兵们就可以轻易地攀爬上去, 只要攻破这道斋墙, 拥有人数优势的己方, 就必胜了, 废话就不要和寨子里的人说了, 直接进攻, 老张飞大手一挥, 我们赶时间, 要赶在行红狼回来之前, 将这个寨移为平地, 贼寇大军, 只在两剑之地的距离外, 稍稍地整顿了一下阵型, 就开始向着寨子逼迫了过来, 最前面的刘匪举起了后木板, 吃力地推动着他们, 缓缓向前, 他们这一推进, 寨子里的老百姓就吓得不轻, 大群从普救寺过来的百姓哭了起来, 老弱妇孺们耸成一团, 瑟瑟发抖, 青壮男子也满头大汉, 紧了紧手里的农具, 却听到老男风在高高的剑楼上大笑起来, 耸货就别攀在墙头上向外看, 老老实实地缩到小木屋里去, 不看就不会害怕了, 不看就会更害怕呀, 不看就不少弓箭手, 但箭楼空间有限, 上面的弓箭手加在一起, 也就二十人, 他们拿出开源弓, 估摸着距离已经够了, 便刷刷地对着下面的贼军射了过去, 弓箭居高临下射过来, 可以轻易地越过贼军最前面举着的木板, 落到后面的贼兵头上, 但贼兵们也是有准备的, 后面的人没有后木板可用, 却有皮盾, 木盾, 锅盖等物, 举起这些玩意, 挡着箭楼上射下来的膝蟹, 拉拉几支箭, 颇为轻松, 有几个沉不住气的贼兵拉弓, 对着箭楼上还击, 但是以低处射高处, 射程明显要差一截, 他们用的弓, 也不如高家村民团的开源弓, 那些箭矢飞到一半就软绵绵地落了下去, 射在了寨墙上, 发出毒毒的声音, 寨墙后面的火冲兵, 估摸着距离, 有点忍不住了, 想要出手铜, 不少人掀开了挡着射击孔的盖板, 频频地向外张望, 老南风却大声叫道, 火冲兵稳住, 这个距离, 打不穿他们的后盾, 不要轻易浪费子弹, 火冲兵, 只好强行稳住, 贼兵们继续向前推进, 走得十分轻松, 没用多长时间, 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二十丈的距离, 到了这个距离, 对面还是只有几只稀稀拉拉的箭矢飞来, 着实让他们感觉到可乐, 老张飞也不禁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行红狼不在, 这寨子里剩下的兵全都是废物,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我们已经逼近到这个距离, 他们连一冲都没敢放, 小的们, 打起精神, 寨子里的粮食很快就是我们的了, 就在这时候, 老南风对着剑楼上的弓手们道, 下去吧, 该换人了, 弓手们点了点头, 飞快地退下了剑楼, 接着, 高出五带着二十名制弹兵爬了上来, 高出五, 这距离差不多了, 已经进入制弹兵射程, 风火台, 点火, 寨子正中间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火堆点燃, 一道黑色的浓烟冲天起, 北方河面上, 已经等候多时的战船船长, 立即大喜, 战船出发, 回谷渡码头去了, 老南风黑黑一声笑, 高将军, 我冷被帅骑兵营杀出去了, 这边就看你了, 高出五裂开嘴笑, 剩下的, 我会打了, 好, 老南风也飞快地爬下了剑楼, 翻身骑上一匹战马, 跑到了寨子的侧门, 在这里, 两百多名骑兵早就已经等候多时了, 老南风越马横枪站在了骑兵们的最前面, 笑道, 别慌, 让高将军先打一会儿, 率先出手的, 当然是高出五, 他是高家村制弹营里能把手榴弹扔得最远的男人, 蛮力爆发时能扔出差不多八十米的距离, 但一般制弹兵是远远不如高出五的, 大多数人只能扔到二十丈左右, 所以, 老南风才等到贼军进入二十丈了, 才把剑楼上的弓箭手全部换成了制弹兵, 高出五这一扔那已经爬上剑楼的二十个制弹兵, 便一起点燃了火声, 哇, 剑楼上面太狭窄了, 我没有助跑的空间扔不远了, 那也起码也扔个十七八丈吧, 操, 火绳都点燃了, 不扔也得扔了, 快扔呀, 不然就炸自个儿了, 小小的剑楼上一阵笑骂声, 二十枚火绳手榴弹, 追着高出五扔出的手榴弹一起飞了出去, 这时候, 炎防着的火冲并没有开火, 丝炎贩子在寨子里瑟瑟发抖, 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赢定了, 哪知道就在这时候, 一堆黑色的小球从天降落到了木板墙的后面, 脑子不是很勾用的旱匪们转头对着地面上的黑球看了一眼, 脑子里还在想这是什么的时候, 那些黑球上的火声就刚好烧完了, 烘焙一声, 黑球炸开, 肉眼难查的蛋片, 瞬间将周围一圈旱匪全部打倒在地, 有些人死之前, 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而那些拿着后木板的贼兵也不禁东倒西歪, 木板墙瞬间就乱了, 火冲兵们一看这画面, 连命令都不用等了, 掀开盖板, 将鸟冲从射击孔里伸了出去, 对准贼军, 开火, 木板一倒, 火冲兵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乱打了, 在墙上一大片盖板掀开, 露出上百个射击孔来, 一百名火冲兵都将自己的鸟冲伸了出去, 碰碰碰碰, 一大片白烟冒起, 火冲开火了, 他们的火冲还是以滑塘枪为主, 因为制作糖线对于高家村来说, 依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手工制作, 速度很慢, 线糖枪兵的配置现在还不多, 而且, 线糖枪还存在一个装填很慢的大问题, 装填速度比滑塘枪要慢了两三倍, 在对付数量庞大的流扣军时, 线糖枪的装填速度还有点跟不上, 所以, 高家村还是以滑填枪为主力, 一百感滑填枪一起开火, 子弹瞎飞, 命运时之门会随机选择一个倒霉弹来接收这些铅弹, 而已经被手榴弹破坏的木板墙则无力保护倒霉弹们, 一瞬间, 前排汉匪倒了一片, 高家村人现在用这种制弹兵破坏盾墙之后, 换成火冲兵攻击的套路, 已经是得心应手, 一轮攻击之后, 火冲兵们立即开始装填, 这些士兵如果是面对直接冲敛的贼兵, 还会有一丝慌乱, 但是他们现在躲在木制的债墙之后, 只是隔着一个射击孔在攻击, 债墙让他们很有安全感, 完全不惧汉匪们的弓箭还击, 在这种安心的情况下, 心里比较安稳, 装填的速度也就会相当的稳定, 按照训练时的速度来操作, 30秒完成一整套装针动作, 眉头都不带皱的, 而与此同时, 贼兵这一边也没闲着, 他们对寨子里有火冲一事, 早就有心理准备, 虽然那莫名的小黑球,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火冲这一轮骑射, 并没有将他们吓到, 老张飞站前动员的梁氏两个字, 现在正在他们心间脑海熊熊燃烧, 烧坏了他们的理智, 一群汉匪干脆地将手里的木板一扔, 这又厚又重的东西, 影响他们的发挥了, 还要踏个锤子, 扔掉之后, 身子一轻, 剩下不过十几丈距离了, 埋头冲吧, 这个距离, 只要全力奔跑, 不就是十几二十次眨眼的事吗? 大群汉匪嗷嗷怪叫着冲了过来, 这一次, 速度就分层次了, 身上披着甲的边军和卫锁兵, 冲得会比较慢, 反倒是那些没有披甲的普通杂鱼兵, 冲得更快些, 也就十次眨眼, 就有人冲到了寨墙下, 寨门边, 而这时候, 火冲兵们的第二发, 还没装填好呢? 一名汉匪猛地一下撞在了木寨门上, 想靠自己的体重, 寨门只是微微晃晃, 两颗树干中间的缝隙里, 突然伸出一柄长毛, 扑的一声捅在了汉匪身上, 那汉匪惨叫一声, 倒了下去, 寨门不好破, 这门上有小洞, 会伸长毛出来, 有人大叫, 爬墙, 墙头上没有手兵, 爬墙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一群轻装汉匪, 立即开始攀爬寨墙, 但这时候, 三十秒的时间到了, 墙上的射击孔又掀开了盖板, 鸟冲从里面伸出来, 几乎是零距离射击, 碰碰碰碰, 一阵乱响, 冲到寨墙下的汉匪们, 顿时又倒了一片, 这一轮打过, 火冲兵们就没机会再装填了, 所有火冲兵都开始后退, 离开了寨墙后面的位置, 而一只闲着无聊的长毛兵, 这时候却顶了上来, 举起了早已经上好弦的手弩, 对准了墙头, 一名汉匪刚刚翻上墙头, 就听到弓弦镇鸣的声音, 一只弩箭扑的一声射在了他的前脸正中间, 那汉匪惨叫一声, 翻落了下去, 但很快, 又一名贼兵又探上了墙头, 这伙还挺聪明, 刚一探头, 马上又把头缩了下去, 几只弩箭从他头皮上擦过, 他这才重新冒出头, 大笑一声, 翻落了下来, 双脚刚刚一落地, 骑马三柄长毛, 同时捅到了他的身上, 骑兵们在寨子侧面, 瞥了一眼这边的战况, 看来有点紧呢, 几个骑兵有点慌, 将军, 咱们要去帮忙吗? 老南风摇头, 骑兵营再等等别动, 只见贼人在寨墙边各个位置都冒出了头来, 这时候, 制弹兵也用不上了, 这个距离扔手榴弹只会误伤自己人, 高出五熬的一声吼, 从剑楼上滑了下去, 从背上摘下行红狼送他的后背大砍刀, 一刀横扫, 瞬间就将一个汉匪斩成了两截, 另一边, 老百姓那个区域的墙边, 也有汉匪翻过了墙来, 这边一群老百姓拿着农具, 有点不赶上, 战僧黑的一声轻贺冲上了前去, 手里的哨棍捂出一片棍花, 刚刚过来的两个汉匪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被一通乱棍打翻在地, 战僧, 阿弥陀佛, 你们别再,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身后的老百姓涌上前来, 锄头钉耙一阵乱敲, 两个汉匪被打成肉酱, 战僧, 你们又贫僧早已经放下屠刀, 不杀生的, 这两条人命应该不算贫僧杀的吧? 大师, 别纠结了, 贼又过来了, 一个农夫大吼道, 战僧转头过去, 刚好见到一个爬上债强的汉匪, 对着他扔来了一把飞刀,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江湖把势, 战场上居然还扔飞刀, 战僧赶紧偏头一躲, 但躲得还是慢了点, 一手的鲜血, 啊, 见血了, 两个普救寺过来的小和尚惊呼起来, 不好了, 战僧大师见血了, 周围的自己人快快闪开, 退出大师身边三丈开腕, 众人, 只见战僧的表情瞬间变了, 从一个和蔼可亲的高僧, 瞬间变成了一尊凶神恶煞的罗汉, 两只眼睛也变成了血红色, 整个人身上生起了浓浓的杀气, 仿佛一只刚刚从地府里放出来的嗜血狂魔, 谁, 谁他娘的敢放老子的血, 没听过老子的名字吗, 痴人言消和平, 老子杀人如麻石, 你们这些孙子还没出生吗, 和平挥起了哨棍, 碰的一声, 将一个汉匪的脑袋打得脑浆净裂, 再一回身, 哨棍使得仿佛长枪, 棍间扑的一声, 捅在了一个汉匪的咽喉上, 喉骨粉碎的声音响起, 和平挥起哨棍, 在窄墙后面大开杀箭, 手上明明用的是棍子, 没有锋利的刀刃,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他杀人的效率, 一棍子抱头, 又一棍子打断对手的脖子, 一棍子撩在下阴, 每一招都可以撑得上凶猛毒狠, 招招都是杀手, 连续翻过墙来的七八个汉匪, 都是被他一两招就击中要害, 死得不能再死, 后面的老百姓吓得不轻, 没想到一只和蔼可亲的战僧大师, 便身成和平之后, 发起风来如此恐怖的, 有人叫道, 和平, 不会是那个, 那个和平吗? 痴人言笑? 和平? 我的天! 听说他, 每顿饭都要吃一个人, 真的假的? 我操, 几句话的时间里, 翻过债强来的汉匪, 已经全部被和平杀了得干净, 身边倒着十来具尸体, 脸上满是鲜血和脑浆, 一时半会, 没有人再攻过去了, 和平这才脑门一醒, 眼珠子从冲血的状态, 慢慢地恢复了黑白分明的正常颜色, 他歪了歪头看了看身边, 刚才发生了什么? 平僧好像昏过去了一会儿, 这里转眼死了这么人, 你们不能这样, 我们应该要慈悲为怀, 就算对方是贼, 我们也要以感化为主,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众人, 他现在好像又变成战僧大师了, 两个小和尚大叫, 大师, 又有贼子翻过来了, 战僧猛地一转头, 就见一个汉匪头目, 又翻墙跳了下来, 他手上哨棍一挥, 只用了三两招, 就将那汉匪扫翻在地, 一脚踩住, 施主, 放下屠刀, 一句话还没说完, 旁边的农民跟过来一锄头, 将那汉匪头目脑瓜子敲得稀烂, 战僧, 这个杀念, 不算我造的吧, 众人抹着冷汗, 不算, 不算的, 快来这边, 这边顶不住了, 有人大叫, 另一边债墙处, 已经有七八个汉匪翻了过来, 而老百姓们拿着农具, 根本挡不住, 被汉匪追得到处乱跑, 战僧刷地一下冲了过去, 放下屠刀吧, 风, 被汉匪攻得险象还生, 他挥起哨棍, 一个人顶住七八个汉匪, 不遇杀生, 手里的棍子施展不开, 一个杀招也不肯用, 瞬间落了下一个小和尚大叫, 大师, 你脸上流血了, 战僧百忙中, 伸手在自己脸上一摸, 一手的血, 他的眼珠子刷的一下, 又变成了红色, 谁, 谁他娘的敢放老子的血, 没听过痴人言消和平的名字吗? 和平出手, 没有一招是手下留情的, 招招都是杀手, 他一棍子就将一个汉匪脑瓜子打爆, 再一反手, 棍子捅进了汉匪的眼眶里, 捅得那人眼珠子都突飞出来, 贼恐怖, 一阵棍影乱闪, 七八个汉匪全都倒下, 短时间内没人攻他了, 眼珠子又转为了正常的颜色, 战僧左右看了看, 好凶残, 你们把人杀的眼珠子都掉地上, 这份罪孽也太大了,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到现在还没出手呢, 一群人慌得不行, 不停地转头去看债墙边, 将军, 债墙告急, 我们还不出击吗? 不急, 老南风, 看起来很危险, 实际上没什么问题, 贼子爬过来, 墙这边的人并不多, 我们的人还稳得住, 他这心态, 高家村人还真是比不上, 以前的高家村人打仗都是一出手, 就把牌全部打干净, 这还是第一次碰上的他这样领军的, 骑兵这么好的牌, 死死压住不出手, 让一群骑兵摸不着头脑, 老南风, 再等等, 他这一等, 贼一军的本阵就开始前移了, 看到债墙这边打得激烈, 而火冲和手榴弹都没有再用了, 老张飞也感觉差不多了, 自己的主力可以全部压上了, 他岁数已经不小, 不是那种会率领汉匪冲锋陷阵型的头领, 而是喜欢在后面指挥的头领, 开战时的站位是非常靠后的, 如果前面打输了, 他也很容易就能逃掉, 只有在确认了大战优势的时候, 这样的谨慎小心让他在这明末乱世里混了三年了还没死, 数次被官军打败, 他都能逃出生天, 而现在, 看到手下的汉匪不断地攀过债墙, 他就感觉到已经是稳操胜券了, 自己的本阵也该上去了, 不然, 先阵的人把粮食都抢光了, 自己的清兵若是分不到多少粮, 也是会不开心的, 向前进, 大队贼兵向前逼迫过来, 就在这时候, 老南风精神一震, 骑兵营准备出击了, 门边那两个, 注意了, 我一喊开门, 你就把门拉开, 骑兵们精神一震, 与此同时, 河面上一艘大船, 飞也四地冲了过来, 大炮传来了, 船长是白家宝白渊的家丁, 也是个好事之徒, 颇有白家风范, 亲手调整好了剑手大炮, 瞄准了老张飞的本阵, 大笑道, 我跟着老爷学的设置一意, 我也是六分之一的君子了, 开火, 船上的水兵齐声大吼, 战舰左衔的五门大炮, 加上舰手大炮, 同时开火, 轰轰轰轰轰, 大炮轰鸣, 刚刚带着本队开始向前的老张飞步, 立即成为了炮火重点瞄准打击的对象, 毕竟前面的贼寇已经在爬寨墙了, 大炮也不敢往自己人身上招呼呀, 而老张飞阵容整齐地从后面上来, 人又站得密集, 正是好欺负的对象, 炮弹往着老张飞的本阵里落下, 砸得贼寇血肉横飞, 军阵顿时一片混乱, 老张飞猛了, 他明明派人看着战船离开, 消失在了树里面的河面上, 他才开始进攻的, 这战船居然这么快又回来了, 这不应该啊, 起码应该好几天后才回来啊, 操,中了计, 老张飞反应过来, 对方玩他呢, 开战前升起的那道黑烟, 应该就是赵战船回来的信号, 这船一回来, 大炮就会连续不断地开, 船上还有奇怪的火冲手, 能在几百步距离精准地干掉他手下的汉匪头目们, 实在是厉害得很, 这两样东西, 对士气的打击是极大的, 炮弹砸死的人并不多, 但是士气受到的动摇远超死伤人数, 老张飞的攻势瞬间就缓了, 本镇的贼兵开始犹豫不前, 前面攻寨子的贼兵听到炮声也慌了, 攻势更加不成体统, 爬寨墙的动作也放缓了, 已经攻进了寨子的汉匪, 得不到后面的支援, 一下子就变成了孤军, 很快就被民团全尖在了寨墙里面, 老张飞心中暗叫不妙, 就在这时候, 前方那破寨子的侧面居然打开了一道门, 接着, 一队骑兵从那门里冲了出来, 为首一员大将穿着山文甲, 手里提着一柄长枪, 纵马狂奔, 只看着大将的动作与气势, 就给人一种我是官兵的感觉, 体制里的人与体制外的人, 气质上完全不同, 绝对不是野鹿子的流寇装得出来的, 老张飞大吃一惊, 糟糕了, 这寨子是官兵的计策, 我们中了官兵的福了, 他移动了这个念头, 这仗也就打不下去了, 老南风率着两百多名骑兵, 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 不过, 他和噪音领队的风格又完全不同了, 同一批骑兵, 打法却偏向两个方向, 噪音虽然加入高家村已久, 但打法风格依旧偏向于马贼, 那就是一言不合直接秃脸, 长枪捅完抽出马刀乱砍, 主打的就是一个豪迈, 但老南风长期是雇员边镇上与蒙古人作战, 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蒙古清旗的风格影响, 骑兵队刚冲出去, 老南风就大吼道, 别他娘的一出场就提枪枪你娘啊, 你们的开员弓是拿来看的, 这一声喊过, 几十名骑兵赶紧把枪挂在马腹边上, 从背上摘下了开员弓, 但还有一百多名骑兵却并没有弓, 而是拿出了手弩, 很明显, 用弓的是以前的马贼, 用手弩的却是在城城县里招募来的新骑兵, 老南风大吼, 冲过去, 进入射程就射箭, 射完绕着他们跑, 继续射箭, 明白了吗? 骑兵们应了一声, 轰的一声吼, 说时迟, 那时快, 骑兵只是一转眼间, 已经进入射程, 骑兵们对着前面的流寇大军, 刷刷刷就是一阵乱箭射了过去, 马背上开弓, 还真是挺考验技术的, 全靠双腿夹住马腹稳定身形, 拉弓时很容易使不上力, 那几十名用开员弓的马贼射出去的剑, 歪歪斜斜, 效果相当的不好, 老南风心中暗想, 哎呀, 不行, 我们的骑兵用不了蒙古清骑的战术, 毕竟蒙古人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但他刚刚想到这里, 就发现菜鸡成群的高家村新菜骑兵们, 用的手弩射出去的剑, 效果挺不错的, 弩剑在发射时不需要用手臂维持张力, 不会受到马术的影响, 依旧有力, 老南风大喜, 哈哈, 用小手弩, 还有这好处, 贼兵们刚刚被大炮打晕了头, 现在又被骑兵一阵乱剑射过来, 惨叫连连, 老张飞气急败坏直吼, 稳住, 别怕, 别乱, 但他乱吼一阵, 没半点屁用, 贼兵的士气和正规军没得比, 一旦逆风, 想要翻盘那真是难如上天, 骑兵们射了一剑, 就被老南带着向旁边绕载, 一边跑, 一边重新给手弩扣上箭矢, 待大多数人箭矢装好, 老南风调转马头, 又对着流寇们杀了过来, 蒙古清齐的战术曾经横扫欧亚, 那可真不是吹着玩的, 他们进攻时不断地对你射箭, 绕着你跑时还在不断地射箭, 待你生气了追他时, 他掉头就跑, 一边跑还一边扭头过来射箭, 一步追了一停下来, 他们又掉头对着你冲过来射箭, 当时唯一能让蒙古清齐感觉到有点不好处理的, 只有宋军的弩阵, 但是老张飞没有弩阵, 流寇总是在不断地流动, 他们没有后勤, 没有军功作坊, 哪来什么弩这一类的玩意儿, 有限的弓箭都是在到处逃跑的过程中偷控销出来的, 面对这种丧心病狂的, 围着自己转圈圈射箭的骑兵队, 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不销片刻崩, 老张飞控制不住了, 贼兵们开始向着四周逃窜, 不愿意再堆在一起给骑兵挡靶子玩, 任由老张飞怎么喊, 那些贼兵也不愿意回来, 有人窜进了树林, 有人窜进了土沟, 有人漫无目的向着北方狂奔, 反正去哪都行, 就是不回来猎阵, 老张飞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他这一看身边的人数, 就知道再糟糕了, 果然, 老南风可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将手里的弓网背上一背, 勒马转头, 刷地下抽出了长枪, 兄弟们, 把弓母收起来, 换枪了, 嘿嘿嘿, 杀个痛快, 骑兵们, 嗷嗷嗷, 老南风大吼, 冲啊, 谁抢到的东西都归谁, 他这一句话, 也算是边军鼓舞士气的常用骚话, 只要告诉士兵, 谁抢到的战利品就是谁的, 士兵们就会拼命进攻, 汗不畏死, 但是, 这一句话, 在高家村就行不通了, 一个骑兵乱尴尬了一把, 大叫道, 将军, 咱们村的军纪里规定了, 一切缴获要归功, 老南风, 这就很尴尬, 他只好又改口叫道, 冲啊, 立个大功, 天尊会有重赏, 这次对了, 天尊特别赏才是真正的王道, 天尊经常会赐下一些很特别的赏赐, 包括并不限于丝滑牛奶巧克力, 肥宅快乐水, 蜜雪冰成甜蜜蜜, 妙脆角, 辣条, 自然锅巴, 澡糖, 喜之狼果冻, 小布丁雪糕, 望望雪饼会赏什么, 全看他当时正在吃什么, 而得到赏赐的人, 就像开盲盒, 冷布丁开出一个稀奇无比的东西, 就能卖大钱, 骑兵们的眼睛刷的一下, 就变成了五彩的天尊色, 为了天尊特别赏, 冲啊, 冲锋冲锋, 我要立大功, 尿脆脚, 我来了, 小布丁才是王道, 整个骑兵队仿佛在燃烧, 一股小零食形成的斗气, 将他们包裹在其中, 战斗力正32%的buff在身, 老南风一马当先, 对着老张飞杀了过去, 贼兵们看到骑兵杀过来, 荡真是吓得屁滚尿流, 轰的一声, 军阵散得更快, 老南风甚至都没费吹灰之力, 就冲到了老张飞的面前, 长枪挥起, 贼求修走, 本将军特来娶你狗头, 老张飞一看眼前这家伙, 就知道难顶, 这他娘的, 绝对是官兵中的将领, 错不了的, 就凭着穿得规规矩矩的山纹甲, 这经过长期训练, 才会有的标准马术动作, 挥舞着长枪时, 那漂亮的动作他娘的, 官兵化妆成颜削来英老子, 老张飞将愤怒化为了战力, 刷得一下, 抽出了自己的武器, 一柄杖扒蛇毛, 他也一加马腹, 对着老南风冲了过来, 老南风一看他的武器就乐了, 蛇毛, 你怎么不去唱戏啊, 蛇毛这东西, 是说书人的杜撰, 真正的张飞, 才不用蛇毛呢, 这玩意儿除了好看, 还有什么屁用, 刘寇就是妖蛾子多, 为了印名字的井, 特意去打造的吧, 两人都有马, 接近得极快, 两马两营, 老张飞的蛇毛贼长, 杖扒蛇毛嘛, 一毛捅了过来, 威风赫赫, 老南风却是普通的杖二长枪, 在长度上相当吃亏, 但他手上长枪轻轻一拨一袋, 老张飞的蛇毛就歪在了一边, 就这么一招的功夫, 两马已经开始, 错身, 马上两人隔得极近了, 老风空着的另一只手刷的一下抽出了腰刀, 一刀捅进老张飞的腹部, 他也不把刀抽回来, 而是松手气刀, 任由战马交错向前狂奔, 奔出好几杖, 之后才乐转马头, 回过身来一看, 就看到老张飞身子歪斜, 从马背上缓缓地滑落下来, 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切, 若鸡, 还敢取名叫张飞, 老南风笑骂道, 就这实力, 应该取名叫老金玄, 手恶一出鱼者皆乱, 刘寇这一下, 逃得更快了, 向着四面八方崩裂而去, 这要是换了在李道玄的视野里面, 他肯定就要出手, 将这些逃散的家伙, 都用锯掌拦下, 全部投进老改营了, 但是在山西这一边, 李道玄还无法顾及, 名团在这边人手也有限, 根本不可能去抓这么多俘虏, 只能穷寇莫追, 任他们退去了, 老南风得胜回债, 这时候, 债子这边也大获全胜了, 从战船出现的那一瞬间起, 流寇们的战役就已经崩了, 债强很快就稳住攻进债的流寇, 全部被消灭, 而在债外的, 也没有再强行翻墙进攻, 而是四散逃开, 高出五下令打开债门, 迎骑兵们回来, 老南风的枪尖上, 挑着老张飞的一只耳朵, 得意洋洋地走回债子来, 仰天大笑, 看, 贼球的耳朵, 老子亲手干掉了贼球, 不求官升三级, 只求调刃回到花花世界, 别再让老子去容编了, 鲜血淋淋的, 不要拿回营地来, 老南风, 这可是我战功的证明啊, 哪恶心了, 这么漂亮, 高出五摇头, 这事记好就行了, 不必非要用耳朵来证明啊, 老南风心想, 那是你不知道官场黑暗, 小人物立个功, 上面大将军立即就想抢那, 当年使官在史书上记了一笔, 说郑德皇帝亲手砍死了一个敌兵, 也不知道, 是哪个倒霉弹的功劳, 被皇帝给占了, 他想到这里, 突然想起来, 自己应该学会点做人才行, 赶紧凑到高出五耳边, 低声道, 高将军, 咱们向上报的时候, 就说你, 和我联手杀的老张飞, 如何, 高出五听得整个人一猛, 这不是瞎报吗, 明明是你一个人杀的, 老南风, 哪能这样报呢, 这必须得说成是我们联手杀的, 不行不行, 高出五咧开嘴傻笑, 这家伙这么弱, 我一拳能打死三个, 这要是说成我们联手杀的, 岂不是把我们两人说的都很弱了, 哈哈, 是你杀的, 就是你杀的, 我才不要算进来, 老南风心中暗想, 你居然不分手下的功劳吗, 这人, 这人是真傻, 还是高家村不心这一套, 他有点想不明白, 高家村为啥就不心这个呢, 想着想着, 突然一句话跃入了心上, 举头三尺有神命, 老南风猛的一下明白了, 高家村有神仙在天上看着呢, 谁敢撒谎侵占手下战功, 神仙岂有不知之理, 在高家村里, 说一就得是一, 说二就得是二, 以前那些军旅里的龌龊行径, 是万万不能有的, 否则, 天尊生气了, 那可比皇帝生气还要可怕, 想通这一点, 突然觉得一身轻松, 整个人都松快了, 凭本事立功劳的话, 咱怕过谁来, 他从枪尖上取下那片耳朵, 不需要用这个证明什么了, 没人敢昧着良心说, 老张飞不是自己干掉的, 用力一甩手, 将那片耳朵扔进了滚滚黄河之中, 一条巨大的怪鱼从河中跃起, 将那耳朵一口吞下, 潜入了水底, 老南风对着河水, 哈哈大笑, 笑着笑着, 战船驶了过来, 船长愁眉苦脸地对着他招了招手, 老南风将军, 我才开了一轮炮, 贼军就崩溃了, 我这一点也不好玩啊, 老南风大笑, 放心, 今后你肯定得打朝廷的水师, 还有西洋人驾驶着巨大的船, 从万里之外跑来让你打, 到时候你有得完呢, 李道玄正在啃大漠风杀鸡, 味道香浓, 吃得贼爽, 他的事业现在重点锁定在洽川码头, 因为洽川码头最近事情最多, 不但要承接对山西远征军的后勤支援, 同时还要在洽川码头建设一个巨大的铁匠工坊, 工坊的建设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 大群的蓝帽子和黄帽子一起动手, 水泥建成的铁匠坊带着一种灰蒙蒙的几何美感, 其实水泥建筑有点不太符合东方人的审美, 当时的东方人还是以精致为美地, 东式建筑物讲究的是一个雕兰画柱, 飞檐翘角, 以精细的艺术为美, 而水泥建成的建筑物却无法体现这些东西, 只能体现几何美, 也就是西式的审美学了, 李道玄这个集东南西北审美于一体的现代人倒是不在乎, 但古代人对于巨大的水泥房子先是感叹一声好大好坚固, 之后就是摇头来一句, 好丑好笨重, 白元现在就正在吐槽, 他一袭白衣飘飘, 傲立在江边, 摇着扇子, 这工坊丑了点, 丑了点啊, 正装逼呢, 江面上出现了船影, 战船回来了, 白元精神一震, 山西那边的消息回来了, 山西那边的消息, 不但白元想听, 李道玄也想听, 赶紧把大漠风杀鸡的鸡翅膀塞进嘴里, 边嚼着, 边听船长的汇报, 那船长巴拉巴拉将发生在古渡码头的事情, 详详细细地讲给了白元听, 李道玄在天上也听了个清清楚楚, 白元, 很好, 布詹尼麾麾下第五队队长死在咱们手里了, 嘿, 这布詹尼还真是我们的老朋友, 从崇祯元年打到现在了, 突然想起来, 当年我架起天尊赐下的导弹, 打得布詹尼和王左卦哭爹喊娘, 哈哈哈哈, 李道玄听他这样说, 脑子里也不禁闪过一阵子回忆, 布詹尼还真是老朋友了, 打了好多仗, 他麾下的七队队长夜不收拾程序杀的, 二队队长点灯子是高家村拐走的, 现在武队队长老张飞又倒在了老男风手里, 这叶子真是越接越大了, 哈哈, 船长又继续道, 我返航时, 行大当家的去谢池弄年还没回来, 但他去之前, 提了一个要求说是古渡码头的居民区需要规划, 不能让老百姓们自己随便建房子, 不然后面肯定是一团乱, 但是这次去山西的都是些憨憨, 没有人会搞这个, 需要高家村派出文人去搞, 李道玄一听这话, 再理, 城市规划, 那可是很重要的一, 完了, 高家村以前就没有好好规划, 自己东一廊头西一棒地乱敲, 好在自己拥有移山倒海的能力, 随便伸手就能将以前规划错的问题扭正过来, 但是山西那边就没有再这么乱来了, 自己这个设计师似乎也该干点活了, 哎呀, 三年多没有打开过绘图软件了, 嗨嗨日不练手生, 复杂的设计怕是都不会了, 但是给古代小渡口规划设计一一个居民区, 问题还是不大的, 由自己亲自来设计, 然后把事情交给一个有文化的人过去牵头干, 船长竖完了职, 回船上休息去了, 白渊则一挥手, 大声下令道, 后勤兵们行动起来了, 山西远征郡刚刚打了一仗, 消耗了不少弹药, 咱们需要给他们再运送一批火药和铅弹过去, 还有战船上的火药和炮弹也需要补充, 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快快快快, 还有粮食, 再给他们弄几船粮食, 对了, 还有醋, 天尊赐下了醋, 他老人家还说了, 在山西, 人是铁, 面是钢, 一顿没醋饿的慌, 长时间吃不到醋的话, 山西人会造反的, 说到这里, 他突然愣了愣, 咦, 这次山西人十有五六从了贼, 不会是因为几年没吃醋了吧, 好可怕呀, 好可怕啊, 果然是长时间不吃醋就会造反, 白渊挥手对着搬运工们叫道, 多搬点醋过去, 洽传码头忙碌起来, 李道玄也忙碌起来, 打开电脑, 启动许久没用过的绘图软件, 开始规划吧, 以明朝的技术力条件, 高楼大厦是不要妄想了, 水泥房子能建个两三层就不错, 再建高怕是要成微房, 而且, 城市地下排水系统也是不需要的, 没有见人者神规那种下水道的能力, 也就弄普通的排水阴沟就可以了, 这么一想, 设计就太简单了, 刷刷刷的几条线一拉, 就将一个填字格型的小镇子总体结构绘制了出来, 中间流出几条宽阔的路, 接着按比例切成一块一块的居民区没多久, 画完了, 将这个打印到一张小小的纸上, 交到了白渊的手里, 白渊行了大礼, 将那纸接过去, 卷成一个大卷, 设计的事就算是搞定了, 这是容易, 但要派个文化人过去管理古渡码头, 就成了麻烦事了, 高家村里的文化人, 文化人李道玄伸手在箱子外面的高家村字样上一点, 事业切了回去, 一借回来就看到了一个文化人点灯子照盛, 他正从高家主堡里钻出去, 手上还拿着一定银子, 这是他领到的外派特别奖金, 原来, 点灯子赵胜最近一直外派在河阳县, 负责教授河阳县老百姓们使用化肥, 种植新式农作物, 这样的外派当然是需要发工钱的, 村库里给他批了一定银子, 作为外派特别奖金, 今天正好发下来, 赵胜捧着银子乐呵呵美滋滋地向着高家商圈跑了过去, 李道玄一见他跑, 不知道不妙, 果然, 这家伙跑上高家商圈, 那个小鞋坡立即开始忽吃, 忽吃, 喘了好一会儿, 不敢跑了, 温吞吞地开始走, 走了好一会儿, 才来到了医馆门口, 医馆里坐着的老中医, 赵胜双手奉上自己刚刚发下来的奖金, 大夫, 在下又来了, 老中医笑着摇了摇头, 伸手给他把了把脉, 赵先生, 我都说了, 不要你的银子, 你为乡民们做事从不收银子, 我又怎么敢收你的, 我这医馆门口的对联, 还是你免费帮忙写的呢, 赵胜, 你看病可以不收我的银子, 但是那些草药, 却是必须收费的, 那可是, 你从采药人那里买来的, 你也花了银子才能入手, 在下不能白用你的, 老中医只好收下了银子, 赵先生, 你这个容易喘气的毛病, 叫做哮喘, 是一种慢性病, 他不是随随便便用一副药, 就能治得好的, 只能以调理为主, 赵胜乖乖点头, 老中医刷刷刷写了一副药方, 递到了赵胜手里, 暗方抓药每日服用, 切不可中断, 赵胜展开指一看, 一个字都不认得, 扑通一声扑倒在地, 大夫, 为什么在下每次看你写的东西, 都感觉自己像是个只字不识的文盲, 老中医, 我写得明明很清楚啊, 你有哪个字不认识, 赵胜指着两个字道, 这是啥, 老中医, 麻黄, 赵胜冷汗直流, 麻黄两个字你写出来, 为啥是这样, 再指着另外两个字, 这又是啥, 老中医, 信任, 赵胜大惊, 你不说他们是信任, 再下一辈子认不出来, 但你一说了, 好像还真是信任二子, 他双手抓住药方, 四十五度仰望苍天, 苍天啊, 为什么, 医生写的字这么难认, 李道玄亮出一张大纸,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赵胜刷的一下跳起来, 指着天空道, 看看看, 天尊都在涂你的槽了, 老中医面露尴尬之色, 天尊恕罪, 小人以后把字写得清楚点, 他刷刷刷又写了两个字, 这次写得很清楚了吧, 李道玄和赵胜两人定睛一看, 同时茫然, 这究竟写的是啥, 老中医一脸得意, 这是写的甘草两个字, 我已经写得很端正了, 赵胜, 夏花仙, 李道玄, 屁, 夏花仙, 和这个没名堂的老中医, 就没啥道理可讲, 赵胜拿着看不懂的药方, 一脸猛逼地, 在童子的帮助下抓了药, 包了好大一包, 走出了医馆, 李道玄本来只是看个乐子的, 但是看到赵胜, 心里却有了想法, 去山西那边坐镇古渡码头, 赵胜可能是最适合的人选了, 普通的文人, 大多四肢不擎, 五股不分, 而且胆子很小, 例如学校的王校长吧, 胆子就不怎么大, 若是在高家村, 城城县城这样的地方活动, 他还算有点胆气, 毕竟有天尊在头顶上照, 但若去了山西那地方, 王校长可能天天耸的门都不敢出, 还有三十二, 谭立文等人, 或多或少都有点耸, 但赵胜不一样, 他曾经造过反, 虽然是被逼的, 但也率领过三千叛军, 从清建县辗转来到高家村, 艰难跋涉, 经历过的事情很多, 他的身体虽然弱, 但胆气可不小, 而且, 这个人的品性也算不错, 是一个可以放出自己的视野外, 放心大胆地将老百姓的命交给他的人, 行吧, 单纯就选他了, 只是这家伙的哮喘并有点爱, 没法了, 病情就克服克服吧, 李道玄开始寻找高一叶, 准备让他帮忙传话, 不过嘛, 这一找又找不着了, 庞大的高家村, 遍地是小人, 找个高一叶当真是难上加拿, 到这时候, 李道玄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宗教的人都要齐装一服了, 因为他们穿得越古怪, 神秘越容易在高空中一眼将他们看到, 比如红衣大主教, 往人群里一扔, 那一身红衣多眨眼, 想找不到都困难, 李道玄一边满脑子古怪念头, 一边细细寻找, 终于在高家商圈里, 找到了高一叶的身影, 他居然正坐在书局里, 看书, 而且看的书并不是, 他自己画的那本, 《道玄天尊除魔传》, 而是一本名叫, 踏破天穷的小人书, 这书名透着古怪, 李道玄定睛一看, 原来就是高三娃上次拿出来的那本废柴流, 原来现在已经印刷好了, 高一叶显得看得很认真, 可爱秀气的眉头微微醋着, 整个人都进入了故事之中, 看得时而紧张, 时而舒爽, 看到故事里那个被人看不起的废柴, 终于翻身, 打败了所有敌人时, 高一叶忍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 李道玄的关注向着旁边一动, 就发现书局里还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 每一人的表情都很认真, 不光是书局, 高家商圈里到处都有人在看这本书, 茶馆,酒馆, 腊八米粉, 水仙河了, 卤鸭子, 各个店里的顾客, 一边吃喝, 一边谈论着这本小人书里的故事, 有个中年人手里拿着书本, 对着旁边, 一位小孩子问道, 小兄弟, 你是学校里的学生吗? 十字的吧? 帮我看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哎呀, 这本小人书里有字, 对我这种文盲来说, 真是太不友好了, 那小孩子仔细地看了看,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你别小看我, 我会变厉害的, 中年人, 果然, 书里还是要有点字, 故事才更精彩呢。 李道玄在街上扫了一圈之后, 倒是饿了, 火了呀, 高三娃, 你小子火了呀, 这一下, 只怕要赚不少了。 他还记得, 三十二和高三娃约定过, 这本书赚的钱将会五五分成, 一半由书局收入囊中, 另一半则会交给高三娃。 照刚才自己看到的情况, 这本书起码已经卖出几千册, 每一册就算高三娃能分成到十文钱吧, 这一下, 也能分到几万枚铜钱了。 而且这还没完, 这本书肯定还能卖得更多的, 城城县, 和阳县的老百姓, 肯定也是会买的。 这样一想, 高三娃这家伙, 怕不是要赚得飞起来。 李道玄心中暗乐, 挺好, 树立一个某作者赚了大钱的标杆起来, 让更多的人看到, 大家才会学着高三娃一样, 投入创作之中, 接下来文学艺术, 漫画艺术等等, 才能百花齐放。 他很期待, 能看到这一天早日到来。 行红狼带着一大群岩将, 拖着疲惫的身躯, 向着谷渡码头前进。 一位岩将, 已经走得又累又渴了,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心里有点慌。 这位信心的女子, 看起来虽然豪爽大气, 但他许下的承诺太好了, 岩将们, 其实有点不太感性。 人这东西啊, 被欺压得久了, 就会不太相信美好。 被官府压迫得久了, 两文一钱一金的卖盐卖得久了, 也就不敢相信, 有人能十文一钱金收购了。 这种心态也不奇怪, 有一位岩将忍不住开口问道, 行大当家, 铁大当家, 咱们已经走了一百多里了, 究竟还有多久才到啊? 这批货运这么远。 工钱方面, 行红狼回过头来, 笑道, 工钱方面你放心, 一里路我给你算半斤面粉的工钱。 如何? 那岩将心想, 一里路半斤, 一百里就是五十斤, 给我这么多面粉。 这,这也太爽了, 可越是爽得是, 我越不敢信了呀。 他们心里正在忐忑不安, 行红狼笑道, 到了, 岩将们抬头一看, 前面就是黄河边了, 这块地儿他们熟, 古渡码头嘛, 以前也帮岩箫们运过岩来这里, 只是, 现在的古渡码头变化真大, 河边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木头寨子, 寨子里面还建了几个建殴。 岩将们第一反应就是, 有官兵驻扎, 只有官兵驻扎之地, 才会建起寨子, 四模四样地搞得这么正规, 流寇和撕岩贩子是不会搞这些的。 这让岩将们吓了一跳, 完了, 要是被官兵抓到, 我们还真不好解释, 总不能说是, 严克斯大人把我们放出来的吧, 严克斯大人肯定不会认。 行红狼笑了起来, 别怕, 继续前进, 那寨子是咱们的。 什么? 岩将们吓了一跳, 是你们的? 卖一点撕岩而已, 有必要搞这么大吗? 行红狼黑黑笑, 也懒得解释, 继续带队前进。 这时候, 寨子的周围还在进行战后的清理工作呢? 寨子里抬出数具尸体来, 有一具尸体眼珠子都爆出来了。 行红狼皱起眉头, 对着剑楼上的哨兵问道, 我离开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了? 哨兵笑着回道, 行大当家, 您回来了, 不久前不沾你五对老张飞来攻打了咱们的寨子, 这些死人都是老张飞的部下。 行红狼点了点头, 严将们听到这话, 心里暗暗炸舌, 原来是刘寇来打过这里了, 有没有搞错? 刘寇以来, 往往就是几千上万人啊, 居然被私盐贩子给打败了, 这行大当家, 太可怕了。 在他们的眼中, 行红狼的形象开始变得恐怖起来, 就在这时候, 寨门开了, 高出五刷的一下跳了出来, 对着行红狼张开了双臂, 红狼, 行红狼也张开了双臂, 出五, 两人碰得一声拥抱在了一起。 严将们, 行红狼刚刚那可怕的大严肖形象, 瞬间崩裂成一片一片的, 拼都拼不起来。 你们是岩将吧, 快把岩车都拉进寨子里。 老南风在远处笑着道, 别去看那一对, 看多了, 他们不自在。 岩将们心想, 在寨门口, 旁若无人的拥抱呢, 哪有半点人多了会不自在的感觉。 不过, 这个槽就不吐了, 乖乖干活吧。 大量的岩车推进了寨子, 在民团的指引下, 来到了仓库区, 岩将们将车上的岩带拎下来, 搬进仓库指定的区域, 一边搬, 他们的眼睛一边在仓库里扫来扫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里推着大量的粮食, 当真是堆成山的粮食啊。 噪音对着高出五叫道, 喂, 别一直搂着你媳妇亲热了, 做点正事。 你媳妇给这些岩将们, 许诺了50斤面粉的运输工钱, 你安排人, 给他们发一发, 他们眼巴巴地等着呢。 高出五这才放开了行红狼, 乐呵呵地转过头, 对身后一个兵道, 去, 安排一队人帮他们分粮去, 那兵赶紧去了。 不一会儿, 一队士兵来到了仓库区, 从粮袋里拿出面粉来, 撑出50斤, 用袋子装好, 一个一个递给岩将们。 50斤面粉可不轻, 要把这些面粉背回家, 也得不少力气, 但是岩将们乃会嫌他重, 声恐他轻了。 一个个开心地嗷嗷直叫, 一个50几岁的老岩将, 抱着面粉袋子, 感动得直酷, 给官夫打工的时候, 得干多少活, 才能得到这么多面粉啊? 我决定了, 不回村子了, 我要给刑大当家的干活, 我也要去萧池那边制盐。 先前还有一律的岩将们, 现在都没有多余的想法了, 只等回到家里, 带上妻儿老小, 偷偷溜出岩村, 就再也不回去了, 以后躲到萧池边, 给撕盐贩子制盐, 才是更美好的出入。 那老岩将正泪眼婆娑, 突然见到一个中年和尚, 从外面经过, 和尚的脸看起来颇为眼熟, 他猛地一下想起一个人来, 大吃一惊, 冲出门外, 一把抓住了那和尚的衣衫。 和尚转过头来,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施主拉住我做啥? 那老岩将全身颤抖。 你是二十年前, 纵横蒲州的, 痴人严肖和平和大当家, 小人卖过丝盐给您, 您可还记得小人, 谢池南村, 赵小黑当时有个官兵要杀我, 您连杀了十三个官兵, 我认错人了, 贫僧法号战僧, 在普救寺挂单出家, 怎么可能是什么痴人言枭呀? 你看贫僧这身僧袍, 贫僧是和尚不造杀孽的。 老岩将, 哎, 不是吗? 抱歉, 我认错人了。 战僧微笑着点了点头, 一脸的慈祥。 老岩将, 哎, 大师如此和蔼可亲, 那肯定不是和平了, 是我认错了。 旁边的小和尚和搬运工人们, 抹了一把冷汗, 心想, 不不不, 你没认错, 只是这家伙没见血。 行红狼给民团的人暗中下了个命令, 民团的人也就故意不去管束那些岩将, 让他们在寨子里到处乱逛。 岩将们走过来一看, 几百匹战马正在吃着草料。 再转过去一看, 上百名火冲兵正在保养他们的火冲。 再转到这边一看, 几百名老弱妇孺正在煮饭。 再到河边一看, 数百名工人正在水边建设一个木码头。 这地方当真是乖乖不得了。 这哪像是撕盐贩子的窝点? 完全就是官兵安营扎寨之所。 而且比官兵管理的好多了。 官兵只会欺压民工, 一副牛笔轰轰的模样把民夫们使唤过来使唤过去。 但这个寨子里的撕盐贩子兵们却各个脸色和蔼, 经常帮着老百姓们搭把手, 干点小活。 还会说客气话呢? 不要多脸, 我们的父母也是普通老百姓, 我们都是老百姓的孩子兵。 你听听, 这话多动听, 这和官兵那些狗嘴里吐出来的话, 完全不一样啊。 严将们看完一圈之后, 更加确定了, 跟着刑大当家混, 错不了的, 在这里才能过上好日子。 一群严将聚在一起, 商量了一会儿, 最后派出一个头来到了刑红狼面前。 刑大当家, 我们刚才商量了一阵子, 决定以后都跟着您混了。 刑红狼微笑, 欢迎知智, 严将道, 我们在琢磨, 您发给我们的五十斤粮食, 若是背回严村, 搞不好就背不出来了, 会被官府客扣走九城, 所以我们想先把这五十斤粮食, 寄放在此处。 我们回到村子里招呼上妻儿之后, 还反请行大当家十点钱, 买通守兵, 让我们溜出去, 今后就在萧池边上挖池晒岩。 刑红狼, 好,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会派一队骑兵, 护送你们回村, 然后让铁鸟飞花钱买通守军, 你们便尽情地逃出来吧, 今后为我致言, 断不会亏待了你们。 行红狼说到做到, 派出骑兵, 护送了岩将们回村。 接着, 铁鸟飞食了点钱, 买通了守村口的几个士兵, 那几个士兵晚上睡觉时打了个盹, 等他们醒过来, 就发现岩村里的岩将们, 托儿代女的, 逃了个七七八八, 整个村子里, 没剩下两个人了。 工匠这东西, 由于工钱低, 生活苦, 整个明朝存续期间, 一直都是处于不断逃亡状态, 所以, 整村岩将都逃跑了, 其实也不算什么稀奇事情。 严克斯根本不当一回事, 只需要向上报一句, 某某村又逃跑了多少户岩将, 这事就完了。 岩将们很快就逃到了荒芜人烟的萧池边, 他们在这里重新搭建起茅屋, 吃着行红狼给他们送来的粮食, 重新挖出岩田, 引萧池的湖水入田, 开开心心地晒起岩来。 若是老张飞还在附近活动的话, 他们这样在荒郊野外兴建村落, 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一旦被刘寇发现, 就是死路一条, 但老张飞已经被击毙在古渡码头, 鱼贼向北溃寻找不沾泥的本队去了, 这些岩将躲在萧池旁边, 倒是颇为安全。 清晨的古渡码头, 勤劳的老百姓们已经起了床, 老弱妇如在为大家烧火做饭, 忙前忙后, 青壮男子却坐在江边无所事事。 哎呀, 好几天没活干呢, 心里又开始慌了, 又该回来了。 一个码头工人开口道, 等大货船回来, 咱们又有搬运工的工作, 可干。 他们现在唯一能判的就是, 大货船赶紧来, 就会有搬运货物的工作机会, 提供给他们。 我朝劳动人民, 一旦没有工作, 就会惶恐能不能活下去, 这还真是个很让人难过的事情。 哪怕是到了现代, 也有许多人依旧保持着这一份朴素。 来了来了, 一个农民指着北方的河面, 大声叫了起来, 货船又来了。 果然, 那大战船又带着三艘货船到来了。 码头上的老百姓立即大声欢呼起来, 许多人涌到了岸边, 肩并肩地挤在一块, 对着河边上疯狂咬手。 又来活了, 起码又能搬三天, 能赚酒精面粉呢。 在所有人的期盼之中, 大船靠岸了, 有趣的是, 这一次船头上居然站着一个文弱书生, 穿着一身文士袍, 背着一个小包裹, 还在淫尸呢? 君看渡口逃杀处, 杜鹊人间多少人。 吴, 行红狼, 噪音, 老南风等人迎到了河边, 对着那书生笑道。 这不是赵先生吗? 你怎么来了? 来人正是点灯子赵胜。 天尊说, 我是个胆子大的书生, 所以外派我来山西出差, 负责管理古渡码头的建设。 行红狼笑, 这倒是, 这事情只适合赵先生, 村子里别的那些文人, 胆气都太小了些。 赵胜常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想胆子这么大呀, 都是被逼出来的。 这时候, 已经有水兵在船舰边放下了梯子, 赵胜沿着梯子从船上爬了下来, 就这么一动, 他又开始喘上了。 尊亲话的, 马规划图几位头领吓了一跳, 先生身体不太好, 跑来这山西, 可难为你了。 赵胜顺了顺气, 没事, 我有药了, 有他拿出药方, 对着几人一晃, 嘿嘿笑, 大夫说, 这个叫做定喘汤, 只要长期服用, 我就会好了, 高出五不十字, 倒也罢了。 行红狼, 噪音, 老南风都是十字的, 三人对着那药方定睛一看, 顿时大吃一惊, 这写的什么鬼, 根本看不懂。 还是看天尊设计的码头图吧, 大伙儿把码头规划图拿出来一看, 真不愧是天尊从仙界赐下来的图画, 精致细腻, 每一笔一画都清清楚楚地照着这个图片搞建设,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 天尊还画了水泥房子呢。 高出五指着图片道, 可是咱们在山西这边没有水泥啊。 赵胜笑, 这个无需担心, 我还带了几个蓝帽子过来, 教这边的人制作水泥。 天尊说了, 水泥这东西不耐存住于运输, 以后我们的脚步走到哪里, 就要在哪里建水泥场? 众人, 原来如此。 赵胜, 就是不知道这古渡码头的人力多不多, 够不够搞这些事情。 行红狼笑着指了指河边, 那一群伸长的脖子向这边张望的老百姓。 你看, 那些人盼着有活干, 都快盼成鹅了。 赵先生, 你这建水泥场的事只要一开口, 不知道多少要涌过来干。 赵胜笑, 那就好办了, 我过去和他们说说。 他一拉纹是跑得下摆, 就打算跑过去。 众人大汉, 直警道, 别跑, 你自己什么身体自己不清楚吗? 慢慢走过去啊。 赵胜, 可是我急啊。 众人, 有哮喘病的人却是个急性子, 这怎么遭得住? 行红狼使了个眼色, 船上跳上来两个蓝帽子技术工人, 专门来教山西人搞水泥的, 两个蓝帽子一左一右, 将赵胜架了起来, 就像架着个做了坏事, 要丢进老改赢的家伙。 赵胜, 哎哎哎, 这样不太好吧, 放我下来啊。 两个蓝帽子剑步如飞, 架着赵胜飞快地跑到了老百姓那边, 很快, 老百姓们就发出了欢呼声, 有活计干了。 这个水泥场的工人, 算我一份啊。 我这就去挖石灰。 我知道哪里有粘土, 我们去挖。 也是三斤面粉一天吗? 什么? 学会做制作水泥之后, 工钱就会提高到匠人标准, 匠人标准比搬运工的工钱高。 这个我要学, 不一会儿, 古渡码头就变成了高家村模式, 大兴土木, 疯狂开建, 而赵胜安排好了一切之后, 悄悄地来到了老南风身边, 低声道, 天尊已经知道, 你立了大功的事了, 要赏你。 他说, 你好像很喜欢花花世界。 老南风猛点头, 树边多年, 现在我就喜欢人间烟火器。 赵胜对着他招了招手, 赶传船舱里, 有个专门给你的特别赏赐呢, 天尊亲手放在里面哦。 老南风听说有自己的特别赏赐, 那当然是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赶紧跟着赵胜钻进了船舱, 只见船舱里摆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方方正正的玩意儿。 这是一块智能手表, 李道玄特意在某宝上弄回来, 华强北出品, 只要一百多块钱, 却有着非常高清的屏幕, 不像普通的儿童手表那样, 有着非常大的颗粒感。 他的屏幕精细的, 就算二百倍的拉伸, 也还是能看的。 手表的表面大约有一点几厘米长宽, 对于箱子里的小人们来说, 他差不多比人还高一头。 老南风站在这一块巨大的屏幕前面, 有点茫然, 这究竟是什么? 看清楚了, 我只教你用一次。 赵胜站到手表前, 伸手在屏幕上一抹, 那黑乎乎的屏幕瞬间亮了起来。 老南风, 哇, 先进, 赵胜又继续用手抹动, 左滑了, 又滑了, 很快就找到了播放视频的按钮, 点进去, 里面有好几十段视频, 他随手选中其中一段, 视频开始播放。 这居然是一段少男杀手蔡某林的, Love Love Love的MTV。 这画面一播放起来, 老南风的眼睛瞬间就看直了, 仙女在唱歌跳舞, 哇, 这仙女穿得好少, 胳膊和腿都露在外面。 赵胜舞卓言, 这东西在下就不看了, 非礼物事, 在下先走了, 你自己慢慢看。 老南风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天尊把仙界的仙女歌舞, 用仙境放给我看。 哈哈, 这这比江南花花世界的歌舞厉害多了。 喂, 省着点看哦。 赵胜走出船舱时, 忍不住隆重警告一句, 这东西, 只能使用一两个时辰, 就需要运回去, 天尊重新给他补充仙力。 一两个时辰吗? 老南风擦了擦不自禁流下来的口水, 够了够了, 这一两个时辰, 我会把仙境里的几十个仙女歌舞, 全部看完的。 赵胜笑着摇了摇头, 走出了船舱去, 关上门前的最后一刻, 还听到老南风在里面五音不全地跟着歌曲一起唱了一声, 有一点暧昧, 偷偷独自地开心。 就在山西那边开始偷偷发展的同时, 李道玄的注意力, 却已经转到了陕西部正史斯西安府同州同关道, 寒城。 高家村下一个重点攻略目标, 就是寒城了。 前面说过, 倒就是军区的意思, 同关道是连接长安与洛阳之间的战略要地, 而寒城作为同关道里非常重要的城市,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朝廷在这里驻有重兵, 刘寇每一次试图染指寒城, 朝廷都极为重视派出红城仇在这里两次暴打王左挂, 还大败过王家印。 不过, 自从红城仇晋升为严随巡抚之后, 寒城就不归他管了, 这里是归陕西管的, 严随总兵不能对这里伸手, 跨区执法视为大计, 轻则掉乌纱帽, 重则掉脑袋。 没猛人管了怎么办, 再调一个猛人过来, 此时的寒城里住着这一千五百名军, 领军之将正是才从京城回来不久的陕西总兵, 王承恩。 李道玄此时的视野已经覆盖寒城, 将关注功能锁定在寒城里的兵营中军大仗中, 就能看到, 王承恩正皱着眉头, 一脸难过的表情。 这位武将, 对李道玄来说, 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 上一次在城城县见到他时, 他正率军打算去剿灭翻山越, 结果因为京师告急, 王承恩只好紧急搬师回西安, 再会和了另外四镇总兵, 一起去了京城。 这一去就是大半年时间, 直到剑奴退兵了, 才终于调了回来, 一回来就听说陕西游寇已经大部分进入了山西境内, 只剩下神医奎神医员两兄弟还在陕北闹腾。 王承恩就率军来到了寒城, 并且驻扎在了此处。 在这里可以守住黄河西岸, 防止山西贼军又突然渡河回到陕西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他很重视, 但是他缺粮也缺响, 后勤几乎是完全没了, 士兵不但没吃的, 而且火冲用的火药, 铅弹什么的都很欠缺, 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些又饿又伤了心的士兵, 在面对流寇的时候能发挥多大的战力。 李道玄刚把关注放到王承恩身上, 就听到他对身边的心腹问道, 咱们的粮食还够多少天? 那心腹低声道, 省着点吃, 让士兵们只吃个半饱的话, 应该还能撑五天。 王承恩爱了一声, 半饱都只能撑五天了, 这还怎么打? 流寇一来, 所有人都会撂下担子跑路的。 心腹低声道, 将军和别的将军不一样, 从不纵兵略名, 咱们这粮食爱王承恩皱起眉头, 向旁边的几个县城的县令借借吧。 心腹低声道, 韩城的北边是宜川县, 那是岩水管的, 不属于陕西, 肯定不会帮咱们。 而南边是河阳县, 你也知道的, 河阳县以前闹匪患, 咱们调去京城前, 河阳贼翻山越还闹得凶呢? 那县令冯眷当时交头烂额, 几次写信, 求巡抚大人帮忙, 前不久还上书税交不了税, 要税没有, 要命一条, 咱们去找他, 哪里借得来粮? 王承恩听了这话, 不禁苦笑。 确实, 这事情他也听说了, 城城和河阳两县的县令, 都上书给巡抚大人, 说交不了税, 耍赖耍得十分嚣张。 结果巡抚大人刘广生, 也跟着一起耍赖, 新来的巡抚王顺行继续跟着耍赖, 耍得连皇上都没办法, 只好下枝免了税, 这是闹得整个陕西人尽皆知, 自己何德何能, 能去这两个赖皮县令那里见粮, 咦, 等等,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王承恩突然开口道, 你还记得吗? 我们池原京师前一天晚上, 在城城县受到了很热情的招待, 城城县令粮食前, 还给我们送来了洋芋腊肉饭, 让所有的士兵吃得可香了。 新父猛的一醒, 咦, 对啊, 属下也吃得很香, 这样看来, 他们并不缺粮啊。 王承恩, 怎么轮到交税时, 他们就耍赖皮了呢? 这事情透着古怪。 新父, 要不, 属下去城城县看看, 说不定能从那里借点粮来, 解咱们燃眉至极。 李道玄心中暗想, 有趣的是来了, 这或许是一个我渗透明君的好机会了。 天下很大, 非常的大, 只靠高家村这点人手, 慢慢地扩张, 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扩张到整个天下, 所以, 吸收与融合其他的力量是非常有必要的。 李道玄一早就有吸收各方势力的思想准备, 只是, 要吸收的人必须是他看得上的正经人才行。 像王左卦, 布詹尼, 帆山岳, 游击里英, 严随总兵吴自免那样的家伙, 绝对不能要。 但像赵盛, 王二, 行红狼, 陕西总兵王承恩这样的人, 是完全可以向着自己的队伍里吸纳的。 李道玄心中微微盘算了一下, 便有了主意。 视野切换, 来到了高家村, 这次找高一叶就容易了。 上一次找高一叶半天找不到之后, 他就传达了旨意, 让高一叶穿上非常显眼的白衣, 为了与装逼饭白鸢区分开来, 高一叶的白衣上面还点缀了许多片红色的刺绣。 这么一搞, 哪怕小人众多, 李道玄也能在千人万人中, 轻易地发现白衣飘飘的高一叶了。 高一叶正站在一家新开的天尊蛋饼店门口, 等着买蛋饼, 而且不止他一个人在等, 好多好多人在等, 排着长长的队伍, 高一叶排在最前面, 因为没有敢和他抢位置。 李道玄一看这家店的名字, 就猛了一猛, 天尊蛋饼店, 居然用上我的名字挂在前面打广告, 为啥? 再仔细一关注, 懂了? 这个店做的东西, 居然是老蛋糕, 就是上次自己在和阳县, 不小心捏碎一个蛋糕, 搞得和阳县下了一场蛋糕雨的那个玩意儿, 被和阳县的人称为蛋饼, 这玩意儿落进了美食名城, 那当然是分分钟就被美食名城里的厨子们给研究上了。 真正厉害的厨子, 只需要把一个美食往嘴里一放, 就能把你用了些什么材料, 列个明明白白, 接下来就是研究配比, 研究具体的制作方法而已。 而现在, 明显是有人研究成功了, 这人也聪明, 马上就把店开到了高家商圈来, 这里的老百姓更富有, 购买力更强, 他已经排上了长长的队伍, 他又高家村商圈的繁荣度, 做出了一份贡献, 李道玄笑着等高一夜, 买到了三份蛋饼, 给了秋冬两位姑娘一人一份, 三人用双手捧着, 小口小口地啃着吃, 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 但高这东西, 对女人的杀伤力, 还真是没得说。 这时候, 李道玄才招呼道, 一夜? 啊? 天尊来了? 高一夜仰头, 小脸上满是欣喜, 随着摊子腹得越来越大, 头顶上空有那团熟悉的矮云, 心里空牢牢的。 现在听到天尊的声音, 他的情绪瞬间拉满, 您来了? 李道玄笑, 看了好一会儿咯, 看你排队买蛋饼啊? 啊? 天尊怎么不早点叫我? 你没吃到蛋饼就叫走你, 不是很可怜吗? 这句话只在心里想, 并没有说出来。 李道玄跳过了自己的想法, 微笑道, 陕西总兵王承恩, 马上就要派人来城城县借粮了, 他应该会直接去找梁士贤借粮, 但梁士贤的粮都是我们给的, 他必然会来找你。 高一叶, 我懂了, 要给他粮食。 不, 不给。 李道玄微笑, 哪能白白借给不相干的人啊? 除非, 让他签下忍辱负重的协议, 高一叶一派天真, 听不懂。 但是秋冬两位姑娘, 以前混迹风尘, 经常在商人们谈生意的时候陪在一侧, 旁听过许多类似的事情, 一听就懂了天尊的意思, 两人凑到高一叶耳边, 笛声道, 天尊的意思是, 要拿住王承恩的命脉, 逼他向咱们妥协。 高一叶, 啊, 不是坏人才做的事吗? 秋冬道, 这可不一定有好人, 也会用这样的手段, 来控制坏人吗? 东雪也道, 是的, 商人们经常都会这样做, 只是为了保证, 别人不会害自己。 高一叶这下懂了, 那我们要王承恩向咱们妥协什么事呢? 李道玄, 也不用他做什么, 他一穷二白, 手里无梁无响, 还受朝廷节制, 其实他能为我们做的不多, 只需要将他绑进高家村的战船, 让他和咱们变成一家人, 分不清的那种就行了。 高一叶, 这要怎么做呢? 李道玄黑黑笑, 让他在军队里腾几个位置出来, 安插我们高家村的人, 进驻他队伍里的要职。 秋冬和东雪, 两人无嘴倾笑, 哎呀, 天尊有时候好话呀。 高一叶还是不太懂要怎么做, 但是看到秋冬和东雪都懂了, 也就不虚了, 到时候交给两位秘书去说话便好。 他仰起头, 我明白了, 那我们现在启程, 前往城城县城。 从高家村前往城城县城, 有电动小火车可乘坐, 那速度可就快了, 呜呜呜的气笛一响, 三十里路, 一转眼的时间就到了。 高一叶, 秋冬两位姑娘, 加上他们的御用护卫, 趴地兔和镇狗子, 一百名护卫, 又一次站到了城城县城之中。 许久没来县城了, 高一叶这才发现, 城隍庙里已经耸立起了巨大的道玄天尊圣像, 超巨大精深, 将天尊的威严洒向县城里的每一寸土地。 他这个圣女, 穿着雪白的衣服, 一出现在街头, 马上吸引了大量的人注意, 不少人对着他拜得下去, 圣女大人, 道路两边, 全是老百姓家道欢迎。 县令梁士贤也立即迎了出来, 一脸的笑容, 圣女大人, 怎么来了县城, 也不提前通知一下下官, 下官好在火车站恭候大家。 高一叶微笑, 天尊吩咐了一件事, 让我特来向你转述法旨。 梁士贤赶紧正容。 高一叶, 用不了多久, 陕西总兵王承恩的心腹, 会来找你借梁。 你只削如此, 梁士贤一听, 咦, 咦咦咦, 这听得有点猛。 天尊居然想安排高家村的人进入军队里去任职, 这是什么意思? 不会是, 有点害怕啊? 不行, 这件事, 我得仔细想想。 学富五车的梁士贤, 立即在脑海中打开了推理模式。 天尊的想法, 圣女大人的想法, 高家村的情况, 人情事故, 各种可能性, 仿佛世界术在脑海中不断地分开枝叶, 向前延伸, 然后盯的一声, 定格在了一个结果上。 天尊是神仙, 不可能掺和人间界的事。 一定是圣女在假传法旨吧, 她想借天尊法旨, 把自己从小长大的玩伴, 高家村的那些年轻人, 给安排到朝廷的军队里, 先混点战功, 今后再顺理成章地混个官职。 对, 一定是这样的。 梁士贤在官场上也算混了一些年头了, 什么龌龊是没见过。 大明官场里, 幺蛾子多如牛毛, 各种牛鬼蛇神花式表演, 让他早就对这种事处置淡然了。 以前还以为高家村不会有这种事吗? 现在看来, 哎呀, 人性呀人性, 连圣女也逃不过人性之恶啊。 梁士贤常常地叹了口气, 行吧, 那本官会照做的。 他没有直接先穿高一叶假传法旨的事, 心里只是在想, 若只是安排几个亲朋好友去混个官职, 也算不上多大的恶事, 我也没必要为了这种事和圣女闹起来。 圣女在天尊心目的地位, 大约就和朱犹孝身边的魏忠贤一样, 这种人是没有人斗得倒的, 自己犯不着头铁。 回头给天尊上香时, 偷偷把这事告诉天尊便是了。 但, 就这么小一点事, 就算自己告诉了天尊, 他也不会拿圣女怎么样。 人世间的事, 大抵如此。 神仙界的事, 也不会有多大差别的。 若是神仙不护短, 西游记里哪来这么多奇葩妖怪。 梁世贤收拾了一下心情, 回到衙门里, 安安静静地等着。 当天傍晚, 一骑快马来了, 陕西总兵王承恩的心腹到来, 一开口就是借梁。 梁世贤早有准备, 一点也不慌, 只是微笑道, 王将军是个好将军, 咱们城城县愿意出力相助。 不过呀, 咱们县里有几个年轻人, 是很有前途的那种, 想要跟着王将军出去打打仗, 学点打仗的本领, 也不知道, 没问题。 心腹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这人情事故, 他也是懂的, 人家帮你解决了大问题, 再顺手安插几个人, 到你手下来混点军功,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要是这都不答应, 还借个屁的粮。 梁世贤, 我会马上组织民夫, 将粮食送至寒城, 还请王将军稍坐等候。 心腹没想到, 三言两语, 就能把借粮的事谈成, 当真是喜出望外, 向粮食贤千恩万谢, 然后赶紧飞马, 又回韩城报告去了。 高家村兵营, 承煦, 王二对桌而坐, 两个蒙面人, 互相都看不到对方的脸, 但实际上, 承煦知道眼前的人是王二, 王二却不知道对面是承煦。 天尊说了, 要在王承恩军中安插几个自己人, 从内部一点点地, 将陕西总兵变成咱们自己的人。 承煦指了指自己的蒙面金, 我是不可能去的, 你也不太适合, 对吧? 王二点头, 我去不了。 承煦, 我这边只选出了一个时间, 你那边还有没有什么好人选, 要绝不可能被官府腐化的好汉子, 而且要足够机灵, 能说会道, 能将官兵们感染成咱们的天尊色。 五颜六色一点也不好看。 王二吐了个槽, 才低声道, 我手下那个白猫, 可以去, 他是绝不可能被官府收买的。 承煦, 哦, 他曾经造过返吧, 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吗? 王二笑着摇了摇头, 放心, 他一直低调, 没在贼军中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 而且他的真名也一直无人知晓, 现在再从高家村出去, 谁也不知道他曾经造过返, 只会以为他是高家村的一个良民。 承煦, 妥, 那就派出时间和白猫了, 话说回来, 白猫的本名究竟叫啥? 王二, 王小花。 噗, 承煦一口茶没忍住, 这么可爱的名字吗? 这怕不是把女孩的名字安在男孩头上了? 王二贪手, 他本人也很苦恼, 但名字是父母起的, 总不能和父母对着干吧? 李道玄也听得冷汗直流, 王小花啊, 我的天啊, 这名字还好我父母取名的思路是正常的。 何取县城, 县衙门。 哦, 不对, 现在这里应该叫做王府, 横天一字王, 王家印的王府。 王家印刚刚喝了两口小酒, 搂着自己的妻子张氏, 双眼迷离, 一副欲行好事的模样。 这个张氏, 就是上次那个想杀掉王二的张立卫的姐姐。 他出生于姚卯村, 是当地望族张茂修之女。 被王家印娶过门才半年。 崇祯三年六月, 王家印率军攻克皇府堡, 大军押进到姚卯村。 当地望族张茂修, 眼见要被流寇大军淹没, 只好献出了自己的女儿。 张氏就这样委屈无比地, 嫁给了一个土匪头子。 而张家权族虽然免死了, 却都被裹挟进了王家印的军中。 张家的家财, 全都变成了王家印的军饷。 张氏忍辱负重, 用自己的身体取悦王家印, 才能保住一家老小的性命。 他弟弟张立卫, 还得假装忠心耿耿地 给王家印做部下。 王家印还以为这妻子很仰慕自己呢。 爱妃, 我已称王, 你现在已经是王妃了。 再过几年, 等我干掉了朱有姐那小匹夫, 登基称帝。 你到时候就成了皇后。 张氏只好尴尬地笑, 贱妾真是太高兴了。 王家印得意洋洋, 我已坐拥三十五万大军, 正吹到这里, 外面一个轻信跑进来。 大声报道, 大王, 布詹妮求见。 布詹妮可是大流寇, 手下兵强马撞。 王家印也得给他几分面子, 挥手道, 请他进来。 不一会儿, 布詹妮进来了, 抱了抱拳。 几句李洁信的废话说完之后, 立即话锋一转。 大王, 我这次来找你, 是想让你给我做个主的, 王家印。 怎么了, 布詹妮, 山西严潇型红狼, 杀了我麾下第五队队长老张飞, 现在那狗日的延宵, 还盘踞在谷渡码头, 此仇不可不报, 但据我手下回报, 那家伙有船, 有炮, 有火冲, 还有个大寨子, 实在难对付。 我想请大王再调派击队人来帮我。 王家印听了这话, 有点猛, 一个延宵, 有船, 有炮, 有火冲, 还建了个大寨子, 这么嚣张的吗? 布詹妮, 实在是嚣张,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 玩这么大, 不怕官府脚吗? 连我的人也打。 王家印很认真地考虑了几秒, 布詹妮兄弟, 这是你先别急, 容我仔细想想, 尽快给你答复。 布詹妮抱了抱拳, 出去了。 王家印心中暗想, 布詹妮手下的人死了, 关我屁事, 帮他报仇, 只会浪费兵力。 反正这些手下之间互相打来打去,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犯不着去趟这浑水。 倒是这个叫行红狼的严肖有点意思, 居然建了寨子, 有大炮火冲还有船, 看起来是个有实力的。 所谓敌人的敌人, 就是自己的朋友。 严肖也是与朝廷作对的, 很有可能吸收成自己人。 如果能将这种有实力的人, 拉拢进我的队伍来, 那可比布詹妮这种野路子, 有用多了。 想到这里, 他已经有了计较, 赶紧派出心腹, 让他沿着黄河东岸南下, 去古渡码头, 招揽行红狼, 加入他的反叛大军。 寒城, 李道玄正端着一碗粮皮, 视野跟随着高家村的运粮大队, 随着这批粮食一起来的, 还有时间和白猫两人。 时间正嬉皮笑脸地对着白猫道, 王小花, 白猫怒, 别叫我这个名字。 你明明知道我匪号白猫, 叫我白猫就好。 时间, 这可不行啊, 咱们马上就要进寒城里, 再叫你的匪号, 万一人被人听到, 惹出些麻烦来。 白猫, 这就很无奈, 时间就又叫道, 王小花, 白猫, 没事别叫我不行吗? 时间笑得前腹后痒, 不行, 王小花, 哈哈哈哈, 我忍不住就想叫你一声。 白猫额头上的青筋, 啪啪啪地崩起来好几根。 正在这时候, 寒城的城门洞里, 迎出一行人了, 为首一个, 正是陕西总兵王承恩。 时间和白猫瞬间不闹了, 两人的脸, 马上恢复了严肃。 王承恩快步过来, 看了一眼凉车, 喜不自胜, 多谢城城县又一次对本将军施予援手。 这份恩情, 王承恩不敢忘记。 他的心腹对着时间和白猫指了指。 王承恩马上明白过来, 这两个人就是城城县令想要塞进我军中的混战功的人了。 这事情只要在体制里混, 就是不可能避免的, 总会有同僚想把他家的子之辈安排到你的部门里吃闲饭。 王承恩虽然算是个正直的将军, 但这种事也无法免俗, 点了点头道, 两位今后就在我军中出力吧。 我这里也没什么好高的位置给两位, 暂且让两位先做白总, 如何? 所谓白总, 也就是在军中管一百人的, 和百户一个意思。 他军中本不缺白总, 所有的士兵都已经归属于自己的白总管着了, 也就是说, 他给了两人空闲, 名义上能管一百个兵, 实际上手下一个兵也没有。 混军功嘛, 挂空闲并不奇怪。 时间和白猫早有心理准备, 倒也不以为意。 抱拳, 多谢将军, 我们一定好好干活。 招呼打完, 两人就算是正式混进体质了。 领了号牌, 分配了营帐, 乐呵呵地向着自己的营帐走去。 走了没两步, 前面出来的挡路的, 一个看起来就很能打的金汉汉子, 一身杀气, 刀下只怕杀过无数汉匪。 这人一开口就很不客气, 老子姓马, 这里的兄弟都叫我一声马白总, 先说明白了, 老子是一刀一剑打出来的白总, 和你们这种靠着拉关系, 走后门进来的不一样, 最烦你们这种混子, 以后别在老子面前晃来晃去地惹眼睛, 懂吗? 他这一开口, 时间和白猫两人就笑了。 好吧, 这种情况也早在天尊的意料之中, 而且天尊早就准备好了收拾这种人的办法了。 他们两人来王承恩军中, 可不是来聊事打架的, 而是来渗透的, 所谓渗透, 当然是攻心未尚。 而攻心这事嘛, 当然是砸钱为上, 时间微笑着向马白总走了过去, 一边走一边笑, 马大哥, 您这一身横练的功夫, 我一看就喜欢, 哎呀, 兄弟怎么敢在您面前乱晃呢? 兄弟敬你都来不及, 您看, 这里有兄弟准备的一点点见面礼, 你别嫌弃少, 先收下, 回头兄弟再送你点家乡的土产。 他一边说, 一边将一大钉银子, 塞在了马百户的手里。 马百户整个人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就发现, 手心里抓了一大钉银子, 起码无两众, 这他娘的, 王承恩部的官兵, 可是好久没有领到军粮和军饷了, 都要穷得掀不开锅的人了, 突然一下子, 有人塞给你五两银子, 你就说, 你想不想叫爸爸? 马百户的表情一下子变了, 刚刚还凶神恶煞的, 现在, 瞬间变得和蔼可亲。 哎, 哎哎, 两位兄弟, 刚才, 那个他有点善善的不好意思, 刚才兄弟我说话不好听, 那都是放屁, 童言无忌, 两位兄弟别放在心上, 以后两位兄弟有什么事, 只管找我老马。 白猫这时候, 也走向了另一位百户, 手一翻, 好大一钉银子也塞了过去, 兄弟, 咱们出来乍到, 今晚备个酒席, 请大家都吃一顿, 可好, 在场的兄弟全独有份, 见者有份。 旁人道, 我们在军营里吃不得酒啊。 白猫, 没事没事, 以茶代酒, 多吃肉吗? 吃肉, 这两个字, 瞬间把周围一群苦哈哈的兵眼睛, 都给勾直了。 时间和白猫对着身边的人, 做了一个螺圈衣, 兄弟们放心, 有咱们两人来了, 今后绝不叫你们饿了肚子。 今晚咱们两兄弟, 出钱去韩城最好的酒楼, 吃他娘的。 酒楼也没粮食开张了呀。 没关系, 咱们自带粮食去, 给厨子工钱, 让他帮忙, 做成菜不就好了。 好, 好啊。 一群大头兵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这新来的两位关系户, 真他娘的会做人啊, 这样的关系户, 以后多多一闪。 时间和白猫对视了一眼, 心想, 成了, 有天尊在背后撑腰, 要把这些人变成自己人, 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拿物资狠狠地砸就完事。